吴语问上帝 作者 杨肥丽 卷一 阴影中的上帝 第一步 只听见沉默 一 要命的错误 自从我那本《有话问苍天》出版后 我先后接到许多的来信 有一位年轻妈妈在信中说 自从她生下一个患有几株劣症的女儿后 她的生命中喜悦就变成了苦闷忧伤 她不但为付医药费花光了一切积蓄 并且因为丈夫不满 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还致使婚姻破碎 当生命的一切似乎都将崩溃时 她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 于是 她问我有什么忠道可以提供给她参考 另一位同性恋者 一连好几封信揭露她自己的故事 她说 十多年来她为了性方面的困扰 曾到处求医 不知试过多少神医聚会 尝试多少药方 甚至到心理医生那里 用电机生殖器的痛苦治疗法 试图解决问题 但却徒劳无功 最后只好回头再做个同性恋 她偶尔还会写信给我 表示她虽然很想跟随上帝 但因为她的这种倾向 始终觉得自己不够格 另外 有位年轻妇人 很难为情地写记说道 她一直处于情绪低落的困境 她说她找不出有什么原因 让她心情低落 她很健康 有一份好薪水 家庭背景也很不错 但是每天睁开眼睛 就想不出一个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她再也不在乎生命或是上帝 祷告时也都怀疑 到底上帝有没有在听 这些信都共同向我指出一个基本的问题 你上一本书讲的都是肉身的疼痛 可是当我心灵受伤时 上帝在哪里 圣经又是怎么说的 不管我如何竭尽所能来回答这些信件 字句总是极其有限 我不禁意要问相同的问题 我们心灵痛苦时 上帝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他经常令我们失望 对上帝失望 不单单只在戏剧化的环境中才会产生 对我而言 在平淡日子中也经常会出现 我就记得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不但风大 霜雪也下得满街冰冷 就在此时 车子抛锚了 怎么也开不动 我先开引擎盖想探个究竟 刺骨的冰霜还不断地打在背上 我祷告又祷告 拜托上帝帮我快快发动车子 结果我使尽力气 几乎把所有的管线都搬弄过了 还是无法发动车子 只好躲进一间破旧的餐车里等拖车来处理 我坐在板凳上等了一个钟头 浑身衣服湿透 心想上帝对我这副德性 不知做何感想 我不但当晚没能敢去参加一个聚会 在接下来的几天 还得花上好几个小时 到修车厂去跟哪些修车工人打交道 上帝到底在不在乎我的挫折 或者不在乎我浪费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 就像那位妇人为她情绪低潮 而感到难为情一样 我为自己提这种祷告 没得应许的小事 也颇觉羞愧 毕竟为车子能发动而祷告 实在太过琐碎 自私 甚至有些迂腐 不过 我发现这种琐碎的失望感 会随日子而累积 最后爆发出一大堆怀疑来 怀疑上帝究竟还在不在乎 我们每天生活的细节 还在不在乎 我会渐渐地少祷告 并且以为 反正祷告也不管用 我的情绪和信心 于是摇摆不定 一旦怀疑深入内心 遇到危急的时候 就更束手无策了 一位邻居罹患默契癌症 我迫切地为他带导 可是一面祷告 心中一面困惑 上帝可靠吗 如果小的祷告都没得应允 那么大的祷告 就更不用说了 有一天早上 我在旅馆的房间里 打开电视时 正好看到一位颇有知名度 经常宣称 要有借菜重班信心的步道家 出现在荧光幕上大声喊道 上帝辜负他 他生气得很 原来他认为 上帝命令他盖一座服饰用的大楼 结果不但弄得倾家荡产 还得缩减其他预算 他说自己是遵照了 上帝的命令去做 但是上帝居然毁约 几个星期之后 我又在电视上 看到这个步道家 这回充满了信心和乐观 他一服笑脸 手指向观众说 这个礼拜必有好事 临到你身上 而且还在好字上加重语气 俨然营销员一般的干脸 没想到几天之后 我听见新闻报道说 他的儿子自杀了 我不知道 这个步道家 现在在做什么样的祷告 像这种事 跟上帝爱我们 看顾我们的教导 比照起来 显得十分可笑 因失望而产生的低落 几乎没有人可以免疫 对电视步道家如此 对那些写信给我的人 对普世的基督徒都如此 从失望产生怀疑 然后生出愤恨 甚至以背弃上帝做响应 我们不禁要问 上帝真的值得信靠吗 真的值得我们下一生的赌注 我对本书的主题 已经想了很久 但一直犹豫 要不要写出来 这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 我知道我要碰的问题 恐怕找不到容易的答案 甚至也许永远找不到答案 第二 我怕书上所有着重的 大部分是失败的例子 会让人的信心大跌 有知道 有些读者不赞成 对上帝失望这种论调 以为这种观念 根本是错的 耶稣不是说 若有人有像芥菜中 那么小的信心 便可以移山 而且 若有两三人同心祷告 上帝就要垂听 我们的生命 应该是丰盛成功的 上帝要我们快乐 健康 富庶 如果不然就表示信心不够 然而 在访问了一群 具有这种信心的人之后 我终于决定要写这本书 本来 我只是为了写一篇 有关医病的文章 而接触了一个 在印第安那州的教会 我曾读过 芝加哥论坛报 有关他们的系列文章 也在电视上 看过有关他们的报道 他们相信 对上帝有单纯的信心 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 如果运用其他方法 比如就医治疗 就表示对上帝缺乏信心 芝加哥论坛报说 有好多父母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儿女 与脑膜炎 肺炎 或感冒病毒奋战 而节节败退 而这些疾病 原本是可以借医药治愈的 论坛报记者 在一幅美国地图上 汇出小墓碑 标记这些 为了符合教会的教导 不去看医生寻求治疗 因而死亡的生命 算起来 共树立了52座墓碑 根据报道 这个教会的孕妇死亡率 是全国平均的8倍之多 孩童死亡率也超过3倍 我在一个酷热的8月天 来到印第安纳州采访 当时热浪高涨 不但把柏油路面晒得发亮 路旁的玉米园 也被晒得有气无力 教堂就坐落在 这不显眼的玉米园中 没有标示 好像是做物质的农装式的 我本来以为 聚会的内容 一定很复幻觉式的 叫人沉迷其中 没想到 一点也不是那么回事 整整90分钟的聚会 我们约700位的会众 围坐成一个大半圆形 就是在一起唱诗读经 妇女们穿着洋装或者裙子 没有人穿长裤 也没什么打扮 男人们则穿着衬衫打领带 一家一家的坐在一起 帮忙照顾孩子 这里的小孩子特别多 要叫他们90分钟保持安静 那真的要大费周章 到外可见成堆的涂色本 有的妈妈跟小孩玩手指游戏 或是带他们喜欢的玩具书本 打发时间 我原以为会看到 十分感性 激动的画面 结果大失所望 我所看到的是一群 很旧式保守的美国人 仍然过着十分传统的生活 他们跟其他地方的父母一样 爱着他们的儿女 然而 那幅标记着小墓碑的地图 浮现脑迹 不就是这些父母 在孩子的病床边 眼看他们所爱的子女 被病魔夺走吗 在论坛报上有一个父亲说 他为他十五个月 大发烧两星期的儿子 彻夜祷告 结果发烧过度 致使孩子耳聋 然后眼瞎 其他人却仍然坚持迫切祷告 而且告诉这位父亲 不要去请医生 第二天孩子终于过世 化验结果显示 孩子患上的 其实是一种很容易的 就可以治愈的脑膜炎 却因为没有及时就医 而导致死亡 大体来说 他们也并没有为这种 是埋怨上帝 至少他们没有如此承认 他们只愿自己信心不够 不管墓碑的数量 还在一直增加 我从那里出来 深深地觉得 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和相信 着实与生活中的每件事 息息相关 这些人并不是一些怪物 更不是专门杀害小孩子的恶魔 但却因为他们错误的神学 导致许多生命丧失 因为看到印第安大洲的 这些虔诚的人们 以及许多写信提出疑问的人 我决定不再逃避 这个棘手的问题 所以这本书 是一本探讨上帝的本质的书 探讨上帝有时行动诡异 有时又一点都不动声色 这其中究竟是为什么 神学不应只局限在 神学院的讲坛上 公教师与神学生 挥打理性的羽毛球而已 他与你我息息相关 有些人因为对上帝 全然失望而放弃信仰 他们对上帝有某种期待 结果上帝却反其道而行 另有些人固然没放弃信仰 但的确有大师所望的感觉 他们祈求神迹 以为上帝会介入 结果未蒙应允 这至少在那个印第安那州的教会中 发生了52次 二 理查德的迷雾 有天下午 一位在惠顿学院 读神学的研究生打电话来 自我介绍说 我的名字叫理查德 我们虽然没见过面 但是因为读了一些你的作品 所以对你有份亲切感 不知道你有没有几分钟时间谈一谈 接着理查德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的事 他在大学时 经由一位校友的介绍 接触了信仰 并且成为一名基督徒 他听起来不太像是初信者 应他要求我向他推荐了一些书目 但我发现他都已读过 我们在电话中谈得很愉快 一直到最后 我才弄清楚 他跟我联络的真正用意 我实不不想麻烦您 他语气显得有点紧张 因为我知道您可能会很忙 不过我实在有件事 想请您帮忙 我正在写一篇有关约伯记的论文 我的指导教授认为 我应该把它写成一本书 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抽空帮我看一看 并且告诉我您的想法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草稿也在几天内就寄到了 说实在的 我本没有多大期望 一般研究生的论文不会很精彩 尤其对一个初信者来说 探讨约伯记这么深的一本书 应该不会有什么独到之处 事实证明 我估计错了 草稿的内容具有相当分量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我们不断通电话或写信讨论 怎么样使这篇论文 变成一本书的题材 一年之后 稿子大致整理就绪 也跟出版社签了约 李查德便要求 我为这本书写序 到那时为止 我还没见过李查德 但是很欣赏他积极的态度 况且他写了一本 我乐意推荐的书 六个月又过去了 正当这本书 在最后编辑的阶段 快要出版前不久 李查德突然来了个电话 他说话语气跟往常不大一样 又紧张又急躁的 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避开一切有关出书的话题 他接着说 肥利 我必须来看你 有些事 我有责任告诉你 但必须当面谈 不晓得你这星期 你有没有空 炙热的阳光 照进我三楼的公寓 对开的房门 没有纱窗 苍蝇进进出出的 李奥德穿着白色的 网球短裤和T恤 坐在我身旁的沙发上 前额的汗珠闪烁 他在交通庸色的芝加哥 开了一小时的车来附会 灌下整杯的冰水 想平静下来 比查德长得瘦瘦的 体型不错 脸部瘦靴 短发 看起来严谨 肃穆 有点像上帝烈祸的修饰 如果肢体语言 不会错的话 他应该是有许多话要说 瞧他拳头 一下子握紧 一下子又放开的 两腿也是 不断地架着腿 又放开 脸上肌肉 冬得很紧 他没有闲话家常 开门见山就说 你有权对我生气 而且 如果你觉得瘦窘 我一点也不怪你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点也摸不着 它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子 你帮我的 很多忙的那本书 就是下个月要出版 你还写了 序言的那本 但是因为 我已不再相信 我所写的内容了 所以我觉得 应该向你解释一下 做个交代 他停顿了一下 我看到他紧咬着牙关 突然冒出了一句 我恨上帝 不对 我要说 我根本不相信 有上帝了 我没说什么 事实上 接下来的三小时 我说的很少 只在厅里查德 从头把他的故事 讲给我听 他先从父母的离婚 说起 我尽一切所能地 来阻止他们离婚 那时 我在大学 才刚信主 所以我很无知地 相信上帝 看古人的需要 于是我日夜祷告 求上帝 使他们复合 我甚至休学一段时间 特别回家 尝试挽回僵局 我本来以为 我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 没想到 把事情越搞越糟 这就是我第一次祷告 没和英语的痛苦经历 后来 我转到惠顿学院 想对信仰 能有更深的认识 因为我想 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 在惠顿的时候 我听别人说 怎么与上帝交通 你说上帝告诉我 等等这类的话 连我自己 有时候也这么说 但总觉得 有点罪恶感 上帝真的对我说话吗 我从来也没听见 什么声音 也没有看见 或摸到什么 尽管我实在很渴望 能有那份 与上帝亲近的感觉 每当我面对 重要角色时 我都会读经祷告 求上帝带领 我想你也是 当我觉得清楚 上帝的带领时 我一定忠心去施行 但我发誓 结果印证 每次的决定 都是错的 当我以为 很明白 上帝的旨意时 事实却总跟我畅反调 街道的喧嚣 不时传入 我还听到 邻居上下楼梯的声音 但理查德 一点也不受影响 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点头听着 但始终不清楚 他对上帝 如此生气的 真正原因 天下多的是破碎家庭 多的是 莫蒙英语的祷告啊 他这般愤怒 是为什么 他接着提到 丢工作的经过 雇主 原选答应用他 结果转而 录用能力 不及他的人 理查德 因而还不起 助学贷款 也没办劳收入了 差不多同时 未婚妻也弃他而去 毫无预兆地 就解除了婚约 对于变心的理由 也无 指字片语的解释 过去 未婚妻沙蓉 对理查德的信仰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的离去 令他觉得 一部分的信心 也跟着飘逝 他们以前 常一起 为莫来祷告 如今 这些祷告 像是残酷的笑话 理查德的身体 还有许多毛病 让他更觉无助 沮丧 当父母闹离婚时 带给他的那种 被弃绝的伤痕 如今 再度被撕裂 上帝只把他当玩偶 来操弄吗 沙蓉就是这样 他跑去找牧师坛 好像一个 快灭顶淹死的人 他好想信靠上帝 但每次伸手 只抓到一把空气 我为什么要信一位 这么不关心 我的上帝呢 牧师勉强地 对他表示同情 比查德清楚感受到 牧师觉得 我所有的这些遭遇 比起他清单上 那些婚姻破裂 癌症病患 酿酒 孩子离家出走的 双亲的苦恼 还算小事 当你对未婚妻的气消了 你对上帝的气 也就消了 牧师对他露出 卑微的笑容 然而 理查德一点都不觉得没事 他无法了解 如果上帝是慈爱的天父 怎么会让他遇到这些事 尽管他继续上教堂 但心中的疑团 像毒瘤一般 越长越大 学校读的神学 和他所写的书 对实际的遭遇 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不过很奇怪 理查德继续说 我越对上帝生气 生命好像越有干界 过去的几年 我活得很沮丧 但现在当我开始怀疑 甚至对学校和其他基督徒 怀恨在心时 反而觉得又活过来似的 有个星期天晚上 理查德参加教会的晚间崇拜 听到一个痛心的消息 就是几天前 有个载了九名宣交室的飞机 在阿拉斯加内陆坠毁 机上人员全部丧生 当牧师很严肃地报告此事后 却同时介绍中 一个会友在同一星期里 怎么在另一架失事飞机上 死里逃生的事 之后全体会众 便齐声响应赞美主 接着牧师祷告说 主啊 感谢你让我们的弟兄 有天使的保守 平安的脱险 也请与那些 在阿拉斯加遇难者的家属同在 这下可把理查德惹火了 激进作呕 他心里想 天下哪有这种事 如果上帝能在逃生者身上 获得功劳 那么他就该为那些 遇害者受到责难 然而 教会从来没听过 那些受灾受难的人 做见证 那些遇难宣交式的寡妇 会怎么说 难道他们还会再 提天赋的慈爱不成 理查德回到他的住处 满心焦躁不安 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 上帝居然还存在着 李咬德讲他的故事 暂告一段落 日头逐渐吸血 沉入一栋大厦背后 室内顿时按了起来 李咬德闭起双眼 咬着下唇 以拇指用力揉压眼珠 似乎要弄清脑海中的图像 看看是否搞错了 然后呢 是不是在那个晚上 你失去了一切信心 他点点头 用沉重的语气继续说 那天晚上 我一直无法入睡 尤其是夜深人静时 更觉得世界上 好像只剩我一个人似的 我心里受伤到极点 没想到 上帝居然多次让我失望 我心里虽然恨上帝 但又有所顾忌 心里想也许上帝还是存在的 只是我搞错了 于是我从头回顾 我信主的经过 我回想在大学初信时的光景 那时我还年轻 恐怕只学了点皮毛 就相信有丰盛的生命 这回事我也许只不过模仿别人的经验 糊里糊涂就信了上帝 不过总不能一下子把我所信的完全抛开 我以为我应该再给上帝一次机会 于是我很真诚地跪下来祷告 甚至全身趴在地上 我祷告说 我不是要指挥你该怎么管理这世界 只求上帝给我个征仗 让我知道你确实存在 四年来我一直想要建立这种与上帝的个别关系 但比起我的一些朋友 上帝似乎对我最不好 在这关头 如果上帝都不存在了 那还谈什么与上帝有个别关系 我祷告了四个钟头 有时觉得很愚蠢 有时又觉得诚心诚意的 我仿佛置身于黑暗的山崖边缘 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而这一切都只有看上帝怎么办了 一直到清晨四点 什么事也没发生 上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既然如此 何必再虐待自己 干脆把上帝忘了 跟许多人是奸样 好好去过生活 刹那间 好像刚结束一次大考 或是领到驾照一样 觉得很释放 很自由 一切的挣扎都过去了 生命又重新归属到我手上 我拿起圣经和其他两本基督教的书籍 下楼到后院去 关上后门 趁着寂静毫无月色的晚上 点燃一堆火 在烤肉架上 把书都给烧了 火光随着灰烬上升 我的信心也都跟着化为乌有 在一个小时之内 我先后八趟上下楼 把所有参考书 神学教科书 还有我那本关于约伯记的书稿 统统烧掉 有人打电话报警 如果不是消防队员来责问我到底 在做什么 我很可能已经烧光了一切的书籍 我告诉他我在烧废纸 他倒了一点化学药寄到火中 又铲了一批土进去 就放过我了 我上了楼 倒在床上 心里终于获得平静 重担总算放了下来 不再有假装 完全对自己诚实 也不再想念 自己从来就不确定的事 我完全地回转了 不过是从上帝那里转离了 我真庆幸自己 不是个专业的辅导员 面对像理查德这种情况 我简直措手不及 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整个下午我没说什么 也没有对理查德对上帝的试验 提出质疑或指出其中的错误 理查德要走时显得有点疲累 但比刚来时轻松许多 也许我的问题出在我研讨约伯记 他归结说 我一向喜欢约伯 因为他不怕在上帝面前诚实 差别就在于 我们两个人的结局不同 经伯受苦之后 上帝向他显现 而上帝并没有向我显现 理查德离去后 我心中觉得好一阵悲哀 有人会说他没有绝望的理由 但我从他的故事 他紧扭的双手 脸部绷住的线条 多体会出他气愤的原因 这也是一个人 所能经历最大的痛苦 那就是遭受背弃的痛苦 就像一个沉浸于爱中的人 醒来后 忽然发现所有的美梦 竟然暗淡无存 全然消失 他曾经将一生补给上帝 上帝却令他大失所望 全数输光 三 不敢问出生的问题 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 悬疑许久 却有极其重要的一些问题 常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 突然明朗化 理查德这次的来访 对我而言 正预备了这样的时刻 从一个角度来看 他的一些埋怨 家庭破裂 身体有病 爱情失败和丢掉工作 并不见得是世界上最糟的事 足以让他绝望 然而 那晚在后院的烤肉架上 火烧圣经 却戏剧性地 对所有疑惑作 最后宣告 上帝果真顾念我吗 如果他真的爱我 他为什么不帮我处理一些难题 至少一两件也罢 其实 比查德在愤恨和痛苦当中 并没有把他的怀疑 作有系统的分析 他让被遗弃的感受 超过思想信心的问题 当我仔细地回想我们的对话时 我发现 隐藏在他的感受背后 也是经常困扰我们的三个 有关上帝的重大问题 但这些问题却很少人发问 因为这样的发问说 好听一点是有欠礼貌 说难听一点 则可称得上是一派胡言 无稽之谈 上帝公平吗 就像理查德一样 他曾尝试跟随上帝 但结果却是路透不堪 根本与上帝应许的赏赐 与快乐不符 相反的 那些公然否认上帝的人 反倒活得好好的 这虽然是在约伯纪和诗篇中 常提出来的老问题 但无疑地对信心的增长 是一大半脚石 上帝为何沉默 对他的学业 工作 爱情 理查德曾三次求问 上帝清楚的引导 但每次当他以为 明白上帝的旨意时 所做的抉择 却都是错的 这是个什么样的父亲吗 难道他就是那么喜欢 看我一败涂地 人家告诉我他很爱我 而且对我的生命 有最好的计划 那么他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的计划是什么 上帝是不是喜欢隐藏自己 他怎么不出来 证明一下他自己 如果我都不确定 他是否存在 那我又怎么能跟他 建立个人的关系 况且 即使人们有心 想寻找上帝 上帝却好像 有意猪迷藏似的 一点也不现身 理查德彻夜祷告 却得不到回应 只好放弃了 我常常用一个 发生在南美洲的故事 思想这三大问题 在秘鲁 一位宣交士 载我到一座 名叫西匹伯的印第安小村 他将飞行船停靠岸边后 带我沿着丛林小径 到达主街 一条有十多状 以棕榈叶为顶的土房 环绕的泥巴路 他带我去看一间 四十年前盖的漂亮教堂 也看了大门口旁 一个花岗岩的石碑 又告诉我 当年协助建立教会的 那位年轻宣交士的故事 当他六个月大的男婴 突然因持续的呕吐和腹泻 而死亡时 这位年轻的宣交士 几乎崩溃 他亲手以当地的食材 凿成墓碑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座 将儿子埋葬了 又在墓旁种了一棵树 每天在最热的时辰 大家都躲在阴凉处时 宣交士就会去河边 提整桶水来浇树 然后站立在墓旁 让影子落在墓地上 好像要遮住 赤道那火焰般的日头 他时而引气 时而祈祷 时而以空洞的眼神呆立着 他的妻子 当地的会友 及其他的宣交士同工 都曾设法要安慰他 只是没有成功 后来他自己也病了 心神涣散 腹泻不止 被送到首都利马 医生怀疑是阿米巴利纪 或其他热带疾病 结果都不是 要是往下 只好送他们夫妇回美国 当我站在石碑旁 揣摩宣交士当年的心境 不知他在烈日下祷告些什么 理查德的三个问题 也再次浮现 我的向导说 这宣交士被不公的疑惑所折磨 他的小婴儿没犯什么错 宣交士全家奉献来丛林服侍上帝 却得到这样的回报 他一定也求过上帝的同在 至少赐下几句安慰的话语 却是一无所得 既然得不到上帝的同情 宣交士便已让自己的身子受苦 来呈现他内心的伤痛 如果上帝根本没有什么期望 我想他们应该不太会对上帝失望 但是对那些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上帝的人而言 自然而然会想从上帝那里得些回报 难道这种期待是一项错误 我很久没再见到理查德 虽然我经常为他祷告 也试着跟他联络 但却徒劳无功 我听说他把电话拆了 而且也搬走了 出版社后来也寄了一本他写的《约伯记》给我 现在正放在我的书架上 算是提醒我 以后不要仓促地想写有关信心方面的东西 三年后的某一天 我无意间在芝加哥市中心遇见理查德 他看起来很好 稍微长胖那些 头发也留长了 而且也没那么严肃 他似乎也很高兴再见到我 所以我们就约了一起吃午饭 几天后 我们在一个墨西哥餐厅里会面 一坐定 他首先微笑地说 上次我们见面时 我想我正落在最低潮中 不过现在已经好太多了 他接着告诉我 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那段不愉快的爱情也过去了 话题不久也转到上帝的事情上 很显然的 他并没有从失望中恢复 他以嘲讽的语气来掩饰心里的疮痕 看得出他对上帝还是一样气氛 我想 我现在知道我在信仰上 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 我甚至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我是从什么时刻开始 对上帝产生怀疑 那不是在惠顿学院念书时 也不是在那个整夜祷告的晚上 于是 他告诉我 在他出信时发生的一件事 信心的问题 从我信主 一开始就很困扰我 我觉得 他像个黑洞似的 可以吞噬 所有一切真诚发出的疑难 我问过校园团记的一位 同工有关苦难的问题 而他的回答却是 不管你的感觉如何 只要一味地相信上帝 有了信心 感觉就会随之而来 我也假装事实果真如此 但实际上感觉一点也没跟上来 我只不过是麻木地过活而已 尽管如此 我还是努力地在寻找 除了相信之外 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 找了许久 终有一天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 由孔文所带领的医治步道大会 我看到他带领好几个人 到台上述说他们 怎么经历超自然力量 被医治的奇妙故事 有患癌症的 得心脏病的 瘫痪的等等 就像是再读医学的百科全书一样 当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的怀疑渐渐离去 我终于找到一些 真实且可以抓得住的证据 孔文在聚会中 请人读唱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 他摸着了我 我心想 这不就是我最需要的 一种真正的触摸 一种从上帝而来 属于个人的触摸 三星期之后 孔文来到临近的州镇上 我便逃课 花了半天的旅途 来参加他的聚会 会中气氛简直不同凡响 不但有柔和的 音乐声为背景 还有人祈祷的声音 讲方言声此起彼落 而且没几分钟 就有人站起来大声说 我被医治了 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有个从密尔瓦基来的人 本来是用担架被抬来聚会的 居然神奇地 在台上走了起来 他还说他是位医生 却患有无法救治的肺癌 并且只有六个月可活 而今晚他相信上帝 已经医治了他 因为他已经有几个月 无法走路了 我记下了那个人的名字 并且乐飘飘地走出那个聚会 心里充满了 从未有过的笃定感 我的寻求总算过去了 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 台上活生生的见证 倘若上帝能如此 在这些人身上 行这些看得见的神迹 他当然也会为我 预备一些奇妙的事物 一星期之后 由于我急于想 跟这位我亲眼看见 他走起路来的医生联络 于是我查明电话号码 当我拨通之后 一位女士接了电话 我问他 可否跟某某医生讲话 对方沉默许久 终于问我是谁 我以为他要顾虑掉 一些干扰的电话 便说明 我是因那天晚上 被医生的见证所感动 所以特地打电话来 跟他联络 接着又是一场段沉默 然后听到对方 平静地回答说 我先生死了 说完他挂了电话 四 倘若 倘若上帝愿意出面解决 这三个问题 信心会像春天的花一样绽放 不是吗 和理查德在墨西哥餐厅会面的那一年 我正在研读出埃及记及民数记 本来我不以为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领悟到 出埃及记所描述的情景 不正是理查德所要求的吗 在那时 上帝几乎每天都走进人类的历史中 不但行动公正 而且每个人都能听见他说话 他甚至还显现自己给人看 那时以色列的情况和二十世纪的今天比照起来 让我不禁要仔细思考 上帝到底是怎样管理这个事件 如果上帝有能力可能实行公正 说话可以让人听见 甚至让人看见他 为什么在今天他会这么犹豫不决 不再做这些事 以色列在旷野中的这段记载 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点线索 第一个问题 上帝公平吗 为什么他赏罚并不分明 好人坏人同样遭殃 其中并无一致的规则可循 试想 我们活在有如下设计的世界 每犯一次罪 就会受到一击 每行一种善 就会感到一阵舒爽 又试想有一种设计 没有异端邪说兴起 就会引来天打为批 每念诵一次使徒信经 脑中献体就会产生 使人振奋的分泌液 旧约中所记载的行为守则 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约定 就是这般赏罚分明 一清二楚 在西奈旷野时代中 上帝以严厉的规条 公平地赏罚人 他甚至亲手写下律法 借由摩西颁布 让以色列人遵守 顺服的结局 赏赐繁荣的城市 及肥瘦的土地男女 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五股丰收气候条件适中 按时降雨 保证与外族的战争胜利 免除一切病争恶极 不顺服的结局 各处暴力 犯罪 贫穷充斥 男女和牲畜 皆不生育 地不出产 又有蝗虫成灾 炎日 干旱 枯萎 长眉 受别国侵略欺压 遭热病 戒选 癫狂 眼瞎 心惊等疾病攻击 摩西告诫他们 如果你们遵守约定 上帝就要 使你们 坐手不坐尾 居上不居下 并且应许你们 绝不遭受苦难和打击 倘若你们不遵守约定 上帝就要 在他领你们所到的各国中 令人惊骇 笑谈 击翘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 侍奉他 所以 你必在 饥饿 干渴 赤路 缺乏之中 侍奉他所打发 来攻击你的仇敌 我继续往下读 在约书亚记和诗诗记中 可看到 这个约是定立在赏罚相当公平的系统上 在短短五十年间 以色列已沦入一个无秩序的状态中 接下来的旧约各卷已变成是数算原先警戒过的咒诅的历史记录 毫无祝福可言 尽管与上帝的立约中有许多下面的好处 但以色列人却无法做到顺服领受这些好处和利益 好些年后 当西约作者回顾这段历史时 并不以为这是上帝实行公平公正的的楷模典范 反而他们认为旧约的目的是在显明 人类根本无法完成与上帝的立约 上帝必须另立一个建立在赦免和恩典之上的约 这也就是新约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个问题 上帝沉默吗 倘若上帝那么关心 我们是否遵行他的旨意 他为什么不更明白地显明他的旨意呢 今天有许多人都宣称他们曾听见上帝的声音 有些很离谱 像一个狂野的人奉上帝的命拿锤子敲打米开朗基罗的圣母锤帘雕像 或像自杀总统的人说是上帝告诉他这么做的 但是有些是很诚心诚意的 只是有点被误导 就像先后有六个男士说 上帝只是他们跟九尼结婚是一样的错误 还有另一些则延续先知使徒的传统向人发出上帝的话语 如此一来 我们又怎么作得什么是真正上帝而来的话语呢 在西奈旷野时代 我发现上帝用很简便的方式来引导以色列人 他们那天到底应该在当地搭帐篷 还是应该继续往前走 只要看云柱火柱一步一动就成了 上帝还使用其他如抽签或污灵土明的方式来引导人 他在这套划为613条法令的律法中 对以色列传明他的旨意 这套行为规范 大致于杀人的行为 小致于不可用山羊膏母的乃煮山羊膏等 当时很少有人会埋怨不清楚上帝的引导 然而这么明显的引导带来人民更多的顺服吗 一点也不 上帝主不要上去与亚摩利人征战 因我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结果以色列民却匆忙地上去征典 结果大败而逃 另外上帝要他们坐着不动 他们却大军前进 要他们前进时又畏缩惧怕逃跑了 上帝告诉他们要与敌人讲和时 他们却跟敌人打得起来 而真正叫他们征战时 他们又去跟人讲和 又举国上下 以别出心裁的娱乐花样 来违反613条律法 当时有明显指示 跟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指示 都同样地会冒犯上帝的旨意 我同时也注意到 这种很明显的引导方式 对以色列人的信心有很大阻碍的作用 上帝既然以那么明白地显示他自己 那么人何必刻意去寻求他 上帝已经保证事情会有什么后果 何必运用信心来面对他 如果上帝已解决了两难的情境 我们何须再为两难的冲突交战 而耗费心神以做抉择呢 简而言之 如果能像个小孩子一般的来行事 为何要辛苦地去做大人 因此 他们干脆就当小孩子埋怨反抗领袖 食物水源缺乏时就怨声载道 甚至对明文规定的怎么管理吗 也要实诈欺骗 当我研读以色列的故事 我对于这种一清二楚的引导方式 开始有点疑问 这种方式可能有点用处 比方叫那群刚刚脱离奴隶身份的乌合之众 绕开怀有敌意的沙漠 但却一点不能促进灵性的成长 他们不但不必运用信心 而且没什么自由可言 当每项选择都只与顺服有关时 就谈不上信心了 而四十年旷野的漂流 以色列人并没有通过上帝要他们顺服的考验 逼得上帝不得不拣选另一个世代 重新做起 第三个问题 上帝隐藏起来了吗 为什么他不偶尔现身一下 好像那些怀疑主义者 哑口无言 让苏联航天员从他的太空舱向外望 想在一片幽暗无际中寻见上帝的 以及让我的朋友理查德 在斗士中寻锁至三更半叶的 都是同一种渴望 我们这个时代所渴望的就是证据 亲自现身 因此我们所听说的上帝 必须成为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上帝 其实我们的这种渴望曾经发生过一次 上帝曾经亲自显现 并且与摩西面对面 如同朋友一般交谈 而他们误谈的地方一点也不神秘 就在以色列营外的一座帐墓里 每当摩西去与上帝谈话 全营都想过去瞧瞧时 帐外就会出现代表上帝的去处 这里在帐墓门前 除了摩西之外 没有人知道帐内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也没有人想知道 以色列人已学会了保持距离 他们对摩西说 你要自己向我们说话 我们必定听从 但千万不要让上帝向我们说话 否则我们必定要死 而且摩西每次与上帝会面后 脸上都会发光得像外星人一样 除非他用帕子把脸蒙上 不然众人都不要挨近他 在那时 根本不会有不信神的人存在 也不会有哪个以色列人写 等待一位从不现身的上帝之类的剧本 因为如果你有什么怀疑 只要去看看帐幕外的云柱 或上帝降临西奈山那幅雷轰闪电的情景 就足以让人疑云全消 然而这一切却反而叫他们反抗信仰 当摩西登上这座以雷电为记 清楚显明上帝临在的圣山时 这些曾经历过埃及食灾 红海化为干地 喝尽盘古喷出的水泉 以及正吃着奇迹式降下的 玛拿的以色列人 却变得无聊 烦躁 嫉妒 把上帝望得一干二净 当摩西下山时 他们正围着金牛犊跳舞 上帝没有跟以色列人玩猪迷藏的游戏 你想要的任何上帝存在的凭据 他们都有 但很稀奇的是 这种直接了当的显现 却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 我简直不敢相信 以色列人并没有以敬拜和爱戴作为响应 相反的 却以惧怕和反抗来回报上帝 上帝的显现 对建立永恒的信心 丝毫没有改善作用 我把理查德对上帝的抱怨 化作三个问题 但从《出埃及记》和《迷书记》中 我发现 针对这三个问题 并没有快速的答案 可以解决对上帝深度失望的疑难 以色列民虽然暴露在上帝毫无掩蔽的临在之下 对上帝却一点也不专一 在喜乃渺无人宗郁郁不乐的旷野里 十次与上帝作对 甚至在临近应许之地 饥渴望见风导复述的一切时 心中仍念念不忘 在埃及为奴时美好的往日 这至少对上帝在今日 为什么不采取直接了当的参与方式 做了些说明 今天有些基督徒 就是盼望世界上充满着各式各样 显明上帝确实存在的奇迹异能 我听了一些谈及过 红海及埃及时灾的讲道 这些传道人可想 上帝如果今天也照样施行 他的大能该有多好 但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那么多神迹 结果仍令人三思 事实上神迹真能培育信心吗 显然的从以色列人身上证明 这种信心不但不是上帝所要的 而且奇迹只会叫人严历于奇迹中 并不会叫人转向上帝 不错 当时以色列民只不过刚刚脱离 围奴之身 可是圣经的记载 却不断出现同一种基调 就如布耶赫纳所说 以色列民跟所有的民族一样 不会好到哪去 研读了这段历史 不禁叫我又亚裔又迷惘 亚裔的是 尽管回答了这三个人 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并没能对人的生命产生什么作用 而迷惘的则是 上帝到底对这世界有什么打算 他难道已改变 已已退缩不再过问 理查德在我家客厅说出他的故事之后 仰天树吼道 上帝根本不知道他把这世界搞成什么德性 上帝到底在做什么 他在人身上要做些什么实验 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对他又能期望什么 上帝在显露他自己的过程中 如何能以令人毫不起疑的方式显露 又不知摧毁我的某些部分 倘若没有让人怀疑的空间 也就没有我的空间了 五 追根寻缘 为了从旧约中找出理查德三个问题的答案 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间小屋 把自己藏了两个星期 行李箱里装满了要研读的书 但到头来整整两个星期的这段时间 我只翻了一本圣经 自第一天下午 我就从创世纪开始读起 那是个下大雪的日子 在这种天设的不景下 读天地如何被造 真是再好不过了 雪后云开 映照着美丽的晚霞 雪花覆盖着山头 粉白粉白地像极了棉花塘 景观着实宜人 到了夜间大雪再度笼罩 风也吹得更紧更烈 我缓慢地把圣经从头读到尾 读生命迹时 大雪已下了有一阶梯高 当读到先知书时 雪已堆积到信箱口的高度 等我终于读到启示录时 已经得叫人来铲雪 才出得去 整整两星期 下了厚厚72英寸的雪 我窝在屋里读圣经 望着窗外 像是在长绿植物上 洒下满满一层双膛的景象 就在这种外景的强烈映尘下 我同时发现 圣经所描绘的上帝 事实上 与我们一般以为的上帝 大有出入 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已住在教会或神学院里 我们学到 上帝是不改变 看不见的灵 并且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甚至不被情感左右的 这些理念 信条和教义 原本是要帮助我们 更了解上帝的心 虽然都在圣经中 却遭到掩埋 好好的读过圣经后 我才发现 我所遇见的上帝 并不是像云烟一样 捉摸不定 却是活生生的个体 这个修体 独特到一个地步 就像真人似的 它有极深的情感 会感到快乐 挫折和愤怒 在先知书里 他痛苦哀伤 如同产难的妇人 急气而喘笑 一而再 再而三 上帝会因人的行为 而大感震惊 当以色列人 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 作为繁祭献给巴黎时 这位无所不知的上帝 却大声疾呼 这不是我吩咐的 不是我所提说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而他明知 以色列人 必须受惩罚时 却哀愁地自问 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 我当然知道 神人同行同性论这次 一直借用类似人的性情 来解释描述上帝 但是上帝借用人类的体验 所呈现出来的风貌 的确更显真实 在冬季窝居一鱼 把圣经读完的那一刻 我经义书中所记载的上帝 居然是那么容易受人影响 我没想到 宇宙的上帝 会有如此强烈的喜怒哀乐 等情感 如果研究上帝 结果竟把它变成一些 观念或哲理 就是把上帝最怯盼 与人建立深切关系的意愿 大打折扣 观看对经中 与上帝深交的一些人物 亚伯拉罕 摩西 大魏 以赛亚 耶利弥等 他们似乎对上帝出奇的熟悉 与上帝交谈时 上帝就近的 像是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看他们谈话的情景 就像是与父母 辅导员 上司或爱人交谈一般 此次科罗拉多州之行 让我对这三个 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有所领悟 他们不像是解数学题 或是处理计算机程序 更不是探讨哲学问题 而是关系到上帝与人之间的问题 他可怕我们能随他的爱 他也可怕承受我们的爱 两个礼拜的退隐 我几乎不见客 整天关在屋里 必居雪国大地的异域 不停地读 可能正因这般的孤立独处 让我厘清了事实 得到结论 我过去只是从一个角度考虑 我整架子的书都在探讨人的难题 有的滑稽 有的怨愤 有的嘲讽 有的折异十足 但全部不脱一个框框 这就是为人的感受 因此 当人对上帝失望时 也就不曾跳脱这个角度 当我们喊出 上帝为何不公 为何坚默 为何隐匿 这些问题时 我们其实是在质问 上帝为何对我不公 为何对我坚默 为何对我隐藏不路 我试着把问题 把失望赞搁一旁 从上帝的角度来考虑 他从起初想跟人打交道 为的是什么 他想从我们身上挖掘什么 又受到什么干扰呢 我在回到圣经里 好像头一遭接触般的 去听他说什么 我听到他在介绍他自己 我突然领悟 过去我太粗心了 被太多东西霸占心头 以至于完全错过了 他的感受 从科罗拉多回来 我对上帝 有一番崭新的灵兽 经过两周的研读 我强烈地感到 别人对他怎么品头论足 他一点也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人对他的爱 他的话 几乎偏偏都传达了这份渴望 回到家中 我知道自己 一定得着手做一件事 去挖掘这位热情的 渴求他子民 来爱他的这位上帝 跟他的子民之间 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所有对上帝失望的感觉 追根究底 都源自这份关系的破裂 因此 我下定决心 要探索一个 以前不曾想过的问题 究竟当上帝是什么滋味 许许多多的人 敬畏上帝 但心底并不喜欢他 这种敬而远之的原因在于 他们信不过他的真心 宁愿像对着一只表的运作 百思不解般地来看待他 梅尔维尔 第二部 屡屡屡屡建的天赋 六 冒险的杰作 要想了解 当上帝是什么滋味 必须从创造的起点开始 我们往往把创世纪第一章 当成第三章 人类悲剧的序曲 或急着要从中 来辩论创造的过程 但创世纪第一章 并不提这个 也不是要指向悲剧的发生 第一章把我们的世界 清晰地描绘出来 有阳光有星辰 有海洋有陆地 有花草有鱼兽 有男有女 加上上帝对每件新作品的评语 神看着是好的 像乐章中的击鼓声 一般清脆响亮出现了五次 最后以神看着一切所造的 都甚好做了个总结 圣经其他篇章 回忆这时光 所用的文词更为生动 比方上帝得意地向约伯报道 那时晨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而《真言》里的记载 更愉悦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踊跃在他 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创造带给上帝的感受 可以在历代艺术家 对自己作品的感受上 反映一二 一个雕塑工匠 对新作品的连连击伤 演奏者对观众起立喝彩 掩不住的那份喜悦 甚至是一个孩童 对精心剪贴完成的图案 所自然浮现的快感 人类学家兼散文家 艾斯利谈及 有一日 他在原始创造中 所感受到的喜悦 他一年迈 在荒凉的沙滩上 走着走着 找到一艘被浓浓的雾气 所笼罩的 已搁浅的破船 不久便在船头底下 躺着睡着了 当他睁开双眼时 映入眼帘的是一对可爱的耳朵 以及小狐狸 那困惑不解的脸庞 好小好小 还不懂得怕生 就在这光线昏暗的传递下 这位著名的自然主义者 和一只小狐狸 两相对看起来 然后 小狐狸显出慷慨大量 从一堆骨头中 掉出一块鸡骨 含在尺尖晃着 艾斯利一时兴起 蹲下去抓住骨头的另一端 开始了一场嬉戏 艾斯利写道 大家总是这么认为 穷尽毕生之力 人终究到不了 无影宇宙的天涯海角 也以为人 一定要去到够遥远 够隐蔽之外 才会有所收获 可是 眼前这骨头 这只睁着无邪大眼的狐狸 却邀我和它共嬉戏 宇宙其实 正在我们周遭 已超乎想象地 像秋千般来回地摆荡着 向我们展现它的风貌 而且 它的风貌 也非浩瀚地难以捉摸 其实 它展露的一副笑脸 人在这节骨眼 何不把人的尊严 赞割一旁呢 蹲在狐狸洞前 翻弄着一根鸡骨头 这种简单的手法 却让我掌握了 片刻宇宙的神奇 这的确是我干过 最有分量的活 它又解释 因为它掌握的宇宙 开天辟地的那一瞬间 其实 这是个孩童的宇宙 一个小小的 有欢笑的宇宙 我们的宇宙 虽然浩瀚惊人 而苦痛 虽然也不断地纠缠其间 但仍然有些事物 好像一股 上漠散尽的沉香 源自创世纪 开天辟地的时刻 我的确也感受到了 在我头一次 去优胜美帝时 绕进了弯道 眼前山谷出现的是 流泻着天使秀发般的瀑布 惊倒在雪亮的大理石上 在XXX一座小小的半岛上 500万只帝王蝶栖 栖息一处 煽动着薄如片纸的蝶翼 把每棵树 都坠满了闪烁的橘色荧光 在芝加哥林肯公园中的幼兽园 刚刚出生的鳄鱼 土狼或河马 芝芝都调皮逗趣 戏耍不停 艾斯处描述的真好 宇宙的中心是一丝微笑 一份从创世之初 就跳跃着喜乐的脉动 至今仍延续着 一个怀抱出生婴儿 仅靠胸前的父母 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而当上帝看着世界被造的那幅美景时 也正是这种感受 这个最起初的起初 完全没有失望 只有一片喜悦 亚当和夏娃 不过 《创世纪》第一章 并没有写完 关于创造的全部故事 要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 你必须用点想象力 不管是玩黏土的小孩 还是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 每个创作者都晓得 任何创作一定蕴含一种自我限定 不错 创作是在创作一个从没存在过的作品 但同时也必须并除其他的选择 比如当你把弯弯的黏土 贴在大象头上当鼻子时 就不可能又贴在尾巴或两侧 又如拿起铅笔素描 你已经限制自己 创作出黑白的图案 就不可能有彩色的作品出现 无论你是多伟大的艺术家 都逃不掉这种限制 米开朗基罗知道 没有哪种油画颜料 可以为西斯汀大教堂的圆顶 带来像他在雕刻作品中 所呈现的三度空间的效果 当他选定一种素材 油画或石膏时 他就得受限其间 同样 当上帝创造世界时 他用所发明的素材 把原来只存在想象中的一切具体化 每一次以自由意志做出选择 就会落实到又一次的局限中 他选择了一个受时空限制的世界做素材 这素材就有他一些特别的限制 比如 万事有先后 因此 这位同时间能透晓未来 过去 现在的上帝 在选择了这个万事有先后的世界为素材后 他的抉择 自此就成为我们存活时的局限了 当上帝说水药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时 背后隐藏了无数的抉择 比如鱼 有腮没有肺 有鳞没有毛 有鳍没有脚 有血没有叶等等 第一个创造的阶段 上帝这位造物主 运用自由选择 做了限制性的决定 直到最后一项创造 上帝停顿仔细考虑一番 结果造出与其他万物都不同的两种生物 男与女 而且这两种生物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从被造物身上可以认出他自己来 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原体的影像 不过亚当和夏娃和其他万物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具有可以违背上帝的道德能力 也就是雕像可以向雕塑家吐抹 剧中的人物可以改写剧本 换句话说 他们是有自由意志的 有一位神学家说 人类就是上帝冒险的杰作 科尔凯·顾尔则说 上帝用自己的决定 把自己困住 意味着人类的自由本性 有好也有坏 一个主宰万物的上帝 怎么会去冒险 又把自己困住呢 这正说明了 上帝在造男造女时 把创造的自我限制 发挥到了极点 汤普森对创造写下了这么一段极副想象力的自白 设想上帝在天上 在天使歌颂声的围绕中 自言自语说 如果我想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我知道它会像个什么样子 它会像一个完美的机器不断地运转 以我绝对的意志 让它永远不会出轨 因为上帝的想象力是完全的 所以没有必要实际造出这样一个宇宙 单凭它的想象力 就可以对它的模样一清二楚 然而 这种宇宙对人对上帝没多大意思 因此 我们可以模拟上帝继续构思的样子 如果我要造个自由的宇宙 甚至自由到可以离开我呢 愿意揭开我的神性 受造物可以自由追求他们的生命 而不受我威严的存在所惊吓 这些不因着被我设计 才来永远仰慕我的受造物 会来爱我吗 爱究竟能不能从自由而来 我的众天使会一直爱我 因为他们一直见得到我 如果我这位造物主按我的形象来造人 造出有自由意志的人 那会怎么样 如果我真把自由带进宇宙中 也就等于冒险地连带把罪恶也引进来 因为如果他们真有自由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从我的旨意中出轨 嗯 不过倘若我不断与这个宇宙有交往 我这造物者与受造物联合成为一体 尽管有罪恶的状况发生 我都用绝对的善来回应 也就是竭尽全力想要否定的善 这样一来 这些拥有自由的受造物会来爱我吗 会与我站在同一阵线 从恶生善经由自由创出真奇吗 又倘若我和他们一起活在有限 并且充满苦难罪恶的世界里 在一个全然自由的领域中 不知道结局会如何 我是否还敢跪着爱而冒这个险 亚当和夏娃为了什么要违背上帝 他们活在乐园里 即使有埋怨 也可以随时像朋友一样跟上帝交谈 然而就是因为那么一棵叫分别善恶树的禁果 这么个诱人的名字 叫他们怀疑这名字后面到底藏了些什么 没有事实怎么会知道呢 于是亚当夏娃御用他们创意性的自由 吃了果实 从此世界就变了样 《创世纪》第三章就活生生记载了 当亚当夏娃不顺服之后 上帝的感受如何面对一个破碎的关系 上帝伤痛至极 对人类的背叛深恶痛绝 惊讶之余而警觉到必须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身手 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原来创造看起来好像是为所欲为 其实也包括了限制 亚当夏娃很快就清楚看见 有自由选择反抗的同时 也必须接受限制 由于他们的选择 造成他们与上帝之间的距离 原先他们可以与上帝同行共化 如今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要躲藏起来 那份肝大的疏离感 已经破坏了原有的亲密 所以我们今天与上帝关系中所经验的失望感 完全是起源于这次的背叛而引发的余波荡漾 可能我们根本不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 要赋予人类有限度的自由 好与全能的上帝共处 这难度有多么高 就好像每分每秒都在一种神圣的退让的状态 路易斯 七 为人父母 从科州回来后 我反复地读创世纪 想从中找出上帝在创造初始 对这世界所怀有的意念 即使在背叛事件之后 他还是没有切断他与受造物的关系 创世纪透露着他与世人持续的接触 这些故事颇令人吃惊 如果要我把创世纪的剧本缩写成一句话 那就是上帝在学着怎么鬼人父母 伊甸园的裂痕改变了整个世界 毁了亚当 夏娃与上帝原有的亲密 在那个好像磨合期的阶段 既然人类采取的步调 违反了规则 上帝就得出面惩戒 若问做上帝是什么滋味 请问当一个两岁小顽童的父母 是什么滋味 谁也无法指控上帝 说他那时是羞于出面 他简直像是彷徨的难以启齿的父母 当亚当犯了罪 上帝与他碰面时 告诉他从今以后 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承受 因你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不出一代之久 另一桩恐怖事件 谋杀案就出现于人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上帝质问该隐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上帝已经再度面对眼前的罪犯 立下惩戒 整个人类就这样继续堕落到一个地步 圣经已从墨有的痛苦比调描写说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为人父母的上帝备受震惊 心如刀割 哪一位做父母的 没有这种懊悔 痛苦的经验呢 当一个叛逆的青少年 搜长瓜肚 要找出最具杀伤力的话 而蹦出一句 我恨你 十 就像对着父母的肚腹 捅上几刀 上帝所承受的 不只是一个儿女的背叛 而是整个人类 对上帝的排斥 罪恶的结局 使得上帝 必须毁了他所创造的 创世纪第一章所有的喜悦 全被洪水的刑罚给淹没的 几乎一丝无存 幸好有罗亚这个与上帝同行的人 在三至七章的懊恼之后 上帝总算可以因罗亚而稍得安慰 罗亚回归陆地时 便敬拜这位拯救他的上帝 终于上帝可以因他而重新再来 整个世界被洗刷干净 获得新生活之后 上帝不仅与罗亚 也与所有的活物立约 他不会再灭尽各种的活物 从他与罗亚所立的约中 你可以看出 这个关系几乎是一面倒的 一方同意 绝不斩除另一方 上帝甚至还十分克制自己 你想 一位与世界最恶施不两立的上帝 竟然保证 要暂且容忍世间的恶习行 或想用别的办法 而不再用大毁灭来除恶 这就如离家的青少年 他们的父母所扮演 那位等待的慈父一样 可惜 与罗亚立约后不久 人类在巴别塔 再次犯下大行背叛的罪 但上帝守住他的诺言 并不因此毁灭世界 在早期的历史中 上帝那么明显形式 没有人能抱怨他 引力不路 或者坚默不渝 但早期那些显路 也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色 都是针对人类的叛逆 而做的惩戒行为 如果与这些 有自由意志的人类 建立成熟的关系 一直都是上帝所渴望的事 那他真的是 踢到一连串的铁板了 如果人类的举止言行 不断地像孩童一般 上帝又怎么把他们 当大人来看待 计划 终于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有了重大的转变 自亚当之后 上帝第一次不以惩罚介入 而是为人类历史 立定一个新的计划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计划在创世纪十三 十五 十六 几十七章 及旧约的许多处 都以不同形式出现 上帝不采取瞬间更新 这世界的手法 而是拣选了一个开路选风 一支与其他民族 分别出来的新民族 亚伯拉罕 因着上帝绚烂的应许 甘心离家数百里 来到了迦南地 然而 尽管蒙赵维 一国之父十足荣幸 亚伯拉罕却第一个体验 对上帝失望的典型人物 他不是没有经验过神迹 天使到他家中拜访 梦中见异想等等 但是在上帝的应许之后 紧跟着的 却是上帝长久的沉默 上帝说 去得那块 我要你得的地 但亚伯拉罕所发现的 迦南地 却是贫瘠一片 居民饿得要死 他不得不逃到埃及地 才得以存活下去 上帝又说 你会有像天上无数的众星 那么多的后裔 再也没有别的 比这个更令他高兴的了 到七十五岁的高龄 他还在梦想整个帐篷 充满孩子的欢笑声呢 到他八十五岁时 他却自己想办法 从使女身上生得一子 到他九十九岁时 这应许变得荒料不堪 因此当上帝的应许 再次显明时 他和萨拉 只有以苦笑作答 九十九岁当爸爸 萨拉九十岁才穿孕妇装 他们笑弯了腰 这种笑当然带着心酸 上帝似乎故意在耍他们 在一对不孕夫妇身上 应许他们将会生养众多 然后却弯腰做看他们不如年迈 上帝究竟在玩什么游戏 他究竟想从人身上找到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要找的就是信心 而亚伯拉罕到最后 才学会这个功课 他终于学会 在没有理由相信的时候 还相信上帝 尽管他并没有活生生 看见他的后裔 像星辰那么众多 但的确看见 萨拉生了一个男孩 以撒 他一定会一直记住 这份不可思议的信仰 因为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 接下来的情况 雷同 以撒的太太不孕 他的媳妇拉结亦然 在旧约中 几位列祖所取的 萨拉 毕百家杰拉结 在生育年龄时 肚皮全部沉寂无训 绝望不堪 他们当然 对那个绚烂的应许不陌生 可是接下来的 却是漫漫长夜 伴着无尽的等待 除了信心 没有别的可以填补 一个赌徒也许会说 上帝根本就不按牌里出牌 却如学者更会以为 上帝简直就是在嘲弄他所爱的人 而圣经用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信心两个字 来描写他们所经历的过程 然而信心却是上帝所珍视的 而且不久之后也证明了 只有信心才是人类对上帝表达爱最好的方法 约瑟 整本创世纪 你不难看出 上帝与人建立关系时 方法也在逐渐地改变 起初他很靠近 在园中与人同行 处罚个人的罪 直接与人说话 时常参与 即使在亚伯拉罕时期 他还派遣大际层外的天使来登门拜访 但到雅各时期 特派员就变模糊了一场神秘梦境中的一排天梯 以及深夜的一位摔跤对手 到创世纪结尾时 约瑟受到的引导就更是无人能量了 创世纪来到约瑟一生的故事时 速度变幻 却也最凸显出上帝在幕后的运作 上帝不是透过天使向约瑟说话 而是借着暴虐的埃及法老王的一梦 如果有人有十足的理由 可以对上帝失望 约瑟就是这个人 他一心向善 却只给他带来麻烦 他为哥哥们结梦 结果被丢在坑里 他拒绝情欲的试探 结果却被吓在坚里 他好心为另一位囚犯结梦 救了那人一命 到头来却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我想当约瑟在埃及牢房中 为他所做的美德而叹息时 会不会也像理查德一样发问 上帝宫廷吗 上帝沉默吗 上帝隐藏起来了吗 说若我们从这位为人父母的上帝的角度 来想一想 上帝是不是故意退后一步 好让约瑟的信心可以达到成熟 会不会这就是创世纪 要用较多的篇幅来描述他的生平的原因 约瑟在经历试验之后 诚然学会信靠 上帝不一定会把困境移开 但在困境中却还能施行拯救 所以约瑟在咽下眼泪之后 仍能诠释他的信心 对曾经要谋害他的哥哥们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九约绝大部分篇幅的中心思想 都可以上帝的孤单寂寞一语盖之 切斯特顿 八 无遮蔽之光 创世纪以记载一个小家族定居在埃及地作为结束 而这个家族小到可以把所有儿子的名字都登载在圣经的篇幅里 但到了下一卷书出埃及记 开宗名义却出现了一大堆以色列人 在法老王的强制统治下充当奴隶 圣经中找不到任何其他地方 记载这当中四百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过很多关于约瑟故事的正道 也有不少讲员谈到摩西出埃及时所发生的神迹歧视 但是从没听过一篇讲章 是论到这中间的四百年历史 我们喜欢圣经中那些辉煌胜利的故事 而习惯于跳过一些沉寂的篇幅 我们的失望心情会不会有些是源自这种习惯呢 我们总是急着要跳到那些奴身得熟的精彩故事 然而仔细想想 这段几乎是美国历史两倍的时间内 圣经却是无可奉告 上天对于人世间毫无声响一片寂静 你能说这些在埃及地的西伯来奴隶 对上帝不失望透顶吗 设想你是个西伯来人 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从小你就听惯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伟大应许 有一天你的国要成为大国 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然度日 上帝不但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这些话 而且还一再地对以撒 雅各说 作为孩子的你也许很顺服地背诵着这些英许 但难免会觉得像是在背诵神话故事一般 什么大国 你和你的隔壁邻居不是正在当世界最大国的奴隶吗 而且每天受羞辱受鞭打 同胞兄弟才出生以惨造毒手 至于那块所谓的肥沃的英许之地 正坐落在东方的某个地方 听说还被四王五王分别占领力 四百年的沉默 到了摩西时代 突然出现了期盼许久 难以置信的变化 首先是上帝亲自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 然后大声说 我的百姓受够了痛苦 现在要看看我怎么来处理 接着他施展了史上所见最雄伟的大能 以如此壮阔的手法 十次介入期间 使得埃及地无人不相信西伯来人的上帝 真是活神 成千上万的青蛙 狮 蚓 冰雹 蝗虫 无一不证实造物主的可敬可畏 之后四十年旷野的漂流 上帝耐心带领他的百姓 就像父亲背负子女一般 供养他们衣食住行的需要 每天安排他们的行程 并且为他们征战 上帝不公平 坚默 隐藏 这些问题一定困扰过以色列百姓 直到摩西时代 上帝终于露面 罚恶赏善 亲口向人说清楚讲明白 并且显现自己 先是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 后来再以云柱 火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 即使上帝如此直接的介入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反应中 仍可以领悟到任何权势都有其天生的局限 能力虽然神通广大 却无法控制爱 出埃及时有实在的大神迹 显出上帝征服法老的大能 但在密书记所 记载以色列人十次的悖逆 也显出能力的无能 无法达到上帝最渴望的 他的百姓对他的爱和忠贞 即使展现实相权能 令人目不暇接 也无法使百姓来信靠 并跟随他 其实 我们不需要这些以色列人来 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环顾四周我们生活的时代 尽管有无法无天的强权势力 要让人否认上帝 诅咒家人 当苦力 甚至吃食粪便 杀害亲朋骨肉 这些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 但只有一件不在 他们无法强迫人来爱他们 爱不是按权力法则而运作的 这一事实 也许可以解释 为何上帝在运用他的能力上 有时显得不够大方 他造我们来爱他 但是最壮观的神迹奇事 也是我们长党偷偷想看的 却无法培育出这种爱 就像哈尔说的 上帝的难题不是他不能做事 而是因为他爱世人 爱把上帝搞复杂了 就像爱让每一个生命 变得错综复杂一般 因此 当他的爱被冷落拒绝时 就连万物主宰的上帝 也仿佛手足无措 就像一个父母 失去他最宝贵的儿女时一样 不知道如何是好 圣经就有段记载 道出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牺牲 论到你出世的景况 在你出生的日子 没有为你断旗带 也没有用水洗你 使你洁净 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用不裹你 谁的盐也不可怜你 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 但你扔在田野 是因你被厌恶 我从你旁边经过 见你滚在血中 就对你说 你虽在血中 仍可存活 你虽在血中 仍可存活 我使你生长 好像田间所长的 你就渐渐长大 以致极其俊美 两乳成形 头发长成 你却仍然赤身露体 我从你身地经过 看见你的时候 正动爱情 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赤体 又向你启示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磨你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 脚穿海狗皮鞋 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 用丝绸 卫衣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扮你 将镯子戴在你手上 将金链戴在你相上 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 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 将划冠戴在你头上 然而全知的上帝早已料到 以色列民会有悲哀的结局 我莫领他们进入那地之先 他们所怀的意念 我都知道了 当他的子民聚集在约旦河边 月月月事想着要有所改变时 上帝便让他们一场当上帝的滋味 上帝多么渴望他的百姓 能存敬畏的心 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永远得福 然而在旷野三番四次的背叛 已造成损伤 上帝预告 百姓还会有一次严重的叛逆 也警告那日我必离弃他们 也面不顾他们 他的语气带着放弃的 不如归去的味道 就如同一个吸毒少年的父母 面对孩子自我毁灭的情景 感到无助 又如一个饭上酒饮的女子的丈夫 听逆了杜洛妻子 永远是明天戒酒的那份童心 上帝接着派了一份奇特的作业给摩西 要他写一首歌 教导以色列人 传给他们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这首歌传达了上帝的心声 一个遭到遗弃的恋人 哀伤了心 如此 在立国之时 还沉迷在跨越约旦河的陶醉时 以色列百姓就首演了 这好像谷歌般的奇特曲子 没有盼望 只有毁灭的宣告 他们先涌唱那段蒙恩的时光 上帝从荒凉之地救出他们 像眼中同人一般真爱他们 之后便是可怕的悲逆 歌曲预告他们会忘记 那位生养他们的上帝 以色列民便是在这悲喜交加 响彻尔记的月声中 踏进应许地 我像一头猎拳 沿着他们在旷野漂泊的轨迹 一路秀着想要找出任何线索 会幕中 上帝临在时所显出的光 百姓所斥的神奇早餐 以及一群心中不快的以色列民 拖拖拉拉地沿着沙漠地 走向应许之地 却欲走欲泄气的四十年 世人对上帝失望的秘密因素 就在其间吗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我们经常渴望 上帝能够直接地显现 行事 但从以色列人 惊人的失败记录来看 这种直接的显现 只有带来一些坏处 他们立刻碰到的难题便是 缺乏个人的自由 要跟这位圣洁的上帝这么精进 就得禁绝性行为 经期 血漏 某些衣服的质量 某类餐饮等 这些都可能逾越了 他圣洁律律的范畴 成为选民 还是有代价的 正如上帝无法与罪人 一同居住一般 以色列人竟也发现 与上帝的圣洁 是如此格格不入 琐碎的小事 好像最容易困扰 以色列民 必如他们经常抱怨的食物 除了几次例子外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每天吃一样的食物 每早晨浓下来像蜂蜜滋味的玛拿 每日吃同样单调食物 比起为奴的日子 应该还算小事吧 可是听听他们怎么抱怨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玛拿之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除了这些生活琐事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存在 那就是上帝越靠近他们 他们就越觉得离上帝越远 摩西设下一些世系米遗 且不得有任何闪失的 亲近上帝的条例 以色列人也可以目睹 上帝在至圣山与民同在的迹象 但就是没人敢闯进之圣所 如果你想知道 以色列民与上帝 享有怎么的一对一的关系 且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死啦 我们灭亡啦 都灭亡啦 凡哀尽耶和华账目的是必死的 又说 不要听上帝和我们说话 也不要见那同在火光 恐怕我们死亡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 曾经在一次实验中 因为注视由镜片反射的光 而烧上了视网膜 导致暂时失明 即使他接连三天 把自己关在完全不透光的暗示中 那股强光的影像 仍然无法从他的视觉中消失 他描述说 我虽然尽一切办法 不去想太阳的事 但只要有一丝一毫 有光的意念出现 就算我在暗示中 也仿佛看到光的真相一样 事实上 如果当时他注视那个镜片的反射光 在多几分钟 恐怕就会永远失去视力 可见肉眼的接受力 是无法承受那无遮蔽的日光的 牛顿的实验如同一个比喻 帮助我们更了解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日子 所学到的功课 他们本来试图让宇宙的主 能活生生地在他们中间行动 到最后 千万个欢喜逃离埃及的民众中 却只剩两个幸存者 如果你只能勉强注视烛光而已 你怎敢正视阳光 先知以赛亚说 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 如果上帝把自己隐藏起来 也许我们应该为此庆幸 而不是大师所望吧 九 光辉灿烂的一刻 列夫 托尔斯泰九岁大的时候 相信当他从三楼高的窗口掉下时 上帝能帮助他飞行起来 结果栽了个大金斗 差点把命送掉 并且第一次经历到对上帝大师所望 还好 后来他长大之后 能对他这种试验信心的举动 深觉幼稚可笑 其实 小孩子常出现类似的祷告 主啊 帮助我横跨湖水 帮助我打倒那些坏蛋 帮助我不必用功而成绩得假 事实上 如果上帝真的垂听了那样的祷告 如果上帝像小精灵一样 对我们有求逼应 我们不见得会因此感恩讨他的欢喜 然而在经历失望时 就常出现这种祷告 假如上帝带我渡过了难关 假如事情能平静下来 假如我的身体好了之后 那么一定跟随上帝 我的朋友理查德认为 只要上帝清楚现身 行事干脆利落 讲话清楚明白 那么大家都会像小狗一样 忠心到底地跟随这样的上帝 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证实 理查想想错了 也许有些人会变说 以色列人当时的环境遭遇 也实在太差了 摩西的回应上 且说是大而可怕的旷野 有火蛇 蝎子 干旱无水之地 这种环境 谁不灰心才怪 如果上帝给人好日子过 也赐给人他们所想要的 那么情况就会不同 当一个名叫大魏的人出现时 旧约的语调 确实变得明朗些 诗篇七十八说 那时主向世人睡醒 向永世饮酒呼喊 至少上帝找到一个 跟随自己的人 一个可以把国家 托付他来建立的人 好色的大魏王 其实干犯了每一条诫命 指出了一条 他是尽心 尽力 尽意的爱主 当大魏被高立为王时 立约的梦想才再度出现 当大魏王之子 所罗门继承王位时 上帝就大开境界 一切人所梦想渴望的他都有 上帝赐给他一切想要的 长寿 财富 应有尽有 当他选择智慧的时候 上帝把其他的好处 也都连带一起给他 富数 尊贵 平安 他在位的时期 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 是西伯来人历史中 最光辉灿烂的时刻 所罗门 他十几岁就登基作王 然后成为当时最富足的人 圣经上说 那时在耶路撒冷的银子 跟石头一般普遍 商传频繁来往 不断进贡西式真品 不但如此 所罗门还极富艺术才华 一生写下一千零五十章 和三千则真言 各地的王储贵胄 都亲自前来 瞻仰他的智慧才断 欣赏他所建造的大城 连是巴女王都神不守舍地称赞说 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 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 急着我来亲眼见了 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 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 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你的臣子 你的仆人 常势力在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在称赞之余 他还馈赠了斯敦半的纯金 作为临别赠礼 送给所罗门王 上帝在这种太平盛世 究竟感觉如何 圣经已约暗示出 上帝是多么喜悦快乐 以色列中不再有怨言 所罗门为了让上帝享受被爱的滋味 还花了大量的资财 雇用了二十万工人 建造了一座 如今被列为世界奇观之一的圣殿 远远望去 就盖上雪花的山峰一样 光彩夺目 旧约的历史发展致信 在所罗门为圣殿行奉献之礼时 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潮 是想拍一部 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星人电影 也不过如此 但这可不再拍电影 由特效组的人员出发 而是确实在耶路撒冷城发生过 当时不但有千万人聚集一同行礼 而且当上帝的荣光充满电雨时 连祭司都无法站立共职 上帝使所罗建造的圣殿 成为他在地上行事的中心 以色列百姓自圆在延长两个礼拜 在其中势力庆祝 所罗门曾屈膝 跪在坛前大声祷告 我已经建造殿雨 做你的居所 为你永远的住处 但之后 他便诧异地说出 上帝果真住在地上了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随后上帝回应说 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 我都应允了 我已将你所建 这点分别为圣 我的言我的心 也必偿在那里 上帝对亚维拉罕 摩西的应许 至此总算完全实现 大功告成 现在 以色列人不但有自己的土地 而且拥有领土完整的国家 还有上帝的威严 同在的象征 凡是参与奉献大典的人 没有人可以再怀疑上帝 因为有火光云彩显现 大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这些不是在 蛇蝎横行之地 而是在物产丰饶之地 当所有环境都如此顺心得意时 起初所罗门好像很能心存感恩 专一跟随上帝 列王记上第八章的祷告 可以说是前所莫见最伟大的祈祷 然而 他一生的终结 却糟蹋 尽了上帝所赐的恩典 最懂得写诗颂养爱情的他 却是姓氏最混乱的人 一生合计七百个七世 外加三百个妾世 最懂得哲理真言的他 却沦为最荒唐最奢华的人 而最糟糕的是 这个为上帝建造辉煌圣殿的他 却为了讨好他的外邦的妻妾 竟然在圣城中引进偶像来膜拜 一代之间 所罗门把以色列国从形同出生之毒 只靠上帝才能求得生存的状态 转变成自己自足的政治大国 然而在中间却同时也逐渐失去了 上帝起初呼召他们的意向 可笑的是 到所罗门亡死时 以色列国已变得像他们当年逃离的埃及一样 成为自负的强权 主张奴役苦力 专制统治宗教信仰的国家 只顾追求成为世上成功的大国 而把神国抛之九霄云外 换言之 当初立约的光彩变得暗淡 让上帝不得不收回他的承诺 导致所罗门一死 以色列就分裂为二 并且朝向灭亡前进 套用奥斯卡 王尔德的话 可以为所罗门写下这样的墓制名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悲剧 一个是得不到所想要的 另一个当人得到之后 所罗门可以说 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 特别是人所羡慕的权势地位 然而 他却逐渐转去 依靠这些周遭事物 而不依靠上帝 成功固然削减了 他对上帝的失望感 但也同时削减了 他渴慕上帝的心 他越是想尽世界上 一切美好的赏赐 越是忘记那赏赐人的主 在旷野时 上帝的临在 是以云柱活柱为绩 因为太接近百姓 有时不免会蹦出 极强的杀伤物 所罗门时代 他似乎叫克制自己 让君王来代表他 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时 被上帝的威严大能吓怕了 如今 道理所当然以为 上帝只能以圣殿为中心 以为他不过是 皇室的另一景观罢了 因着这种改变 上帝悄悄地转了方向 你很容易看出 旧约花了极大的篇幅 描述以色列国 这前三代的王 扫罗 大魏 所罗门 之后 记载其他君王的故事 就变得极其轻描淡写 上帝从此便把注意力 由君王转移到大小先知身上 十 活中传语 这真是可怕的巧合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 是遭到天前 1984年7月 59岁的詹金斯牧师 在抗议生中 正式就任约克大教堂的主教 他公然宣称 童女及死里复活的道理 不必太暗字面解释 不到三天 座堂建于13世纪的木制屋顶一侧 即遭到一阵霹雳雷轰 深夜两点半 这座中世纪保存至今 北欧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从中 窜出了火苗詹金斯的反对者 立刻回击 这是最有应得 在主教就任礼中 公然发生抨击主教观点 而遭革职的一位牧师说 很可能是天前导致的大火 也有人举出以利亚先知 当着巴黎先知面前 容下天火焚毁祭坛的故事 时代杂志 1984年7月23日 约克大主教座堂事件 当然是个意外 如果真的是天前 那怎么去解释 其他更多对正统教义批评的事件呢 当终身批评宗教信仰 不遗余力的哲学家罗素 好端端地活到了高寿时 詹金斯的言行又怎么算是触动天怒呢 如果上帝对错误的教义仪式同仁 大龙雷电仪式惩罚 那么整个地球 起步成了夜间闪烁的圣诞树 不过论到从天上龙下圣火这回事 大约三千年前 倒是曾经发生过一次 那就是先知云集在加密山顶的场景 这故事有一点托尔金的特色 好像佛罗多去摩多的一段路程 以利亚长途跋涉穿过以色列 来到一座荒山 徒手单挑850位甲先知的阵仗 以利亚这位在以色列中 最狂野最豪迈的先知 像个大魔术师一样 吩咐人倒了12桶水在上头 在连着三年干旱之时 这可是十分珍贵的民生物资 本以为他即将出个大笑话 没想到火真的像陨石般龙下 而且热力沸腾 把石头尘土全部烧尽 甚至像燃料一般烧干了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圣经中上帝这种戏剧性的参与 的确打败了恶者的势力 难怪在信仰的历史中 这场景屡被纪念 难怪耶稣时代 有人误以为他是以利亚再现 即使到如今 教堂造雷击时 也会有人联想起加密山的一幕 然而 当我在科州的小屋 把整本圣经读完时 却有另一种启发 以利亚 以利沙 这两位行多班神迹的先知 在旧约记载中 只能算是特例 许多接续他们的大小先知 根本很少行什么神迹 如果我们想在先知身上找到能力之类的特性 恐怕是找错了对象 神迹骑士只是历史上的一点影迹而已 并没有对以色列民带来长远的影响 复兴并没有像野火般蔓延开来 一瞬间的风光之后 以色列人又回归到背叛上帝的光景中 连亲自观赏加密山上的神迹的亚哈王 都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恶劣的一个王 甚至这么大的神迹 对先知本身而言 也没带来深刻的影响 亚哈王身具报复心的 王后耶喜别 可以把以利亚下的落荒而逃 躲避到四十天路程之外的地方 曾在烈火 疾风或地震中 与以利亚会面的上帝 如今却用极微小激进沉寂的声音 来向他说话 这正预告出 一个显著的改变即将来临 先知 任谁接替以利亚做事都很不容易 在加密山的大场面之后 另一位先知迷迦 在类似的场景中 再度遭逢亚哈王 跟以利亚一样 他也面临四百位假先知 他也为上帝传达了一篇 震动发聩的信息 但这回不但没有火降下来 迷迦反而被甩了一巴掌 成了阶下球 在以利亚 以利沙之后 上帝似乎局限自己 在他超自然的能力里 转移话语代替眼见的神迹 大多数的先知 像以赛亚 和西亚 哈巴谷 耶利米 以西节 根本没有什么超自然的能力 来表现 他们所有的 就是上帝话语的力量 然而 当上帝似乎越来越远离 以色列百姓时 连先知本身也不免大声质问起来 连串追人心肝 令五脏俱翻 被痛苦纠结的问题 来自被上帝遗弃的 子民的狂呼呐喊 以前我总以为 先知只是一群像以利来亚的人 专会求上帝降灾审判异教徒 是终日无所事事的老古董 殊不知 这些古老的先知的著作 比圣经任何部分都更具现代感 他探讨我们这个世纪 如乌云照顶的问题 上帝的坚默 邪恶明显得势 世界的苦难久久不去 先知的质问 正是本书所问的问题 上帝的不公 坚默与自淫 以色列的先知 其实是历史上最热烈地 表达对上帝失望之情的人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贫穷 为什么不见神迹 上帝到底在哪里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 为何许久离弃我们 你显现吗 出生吗 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吗 还有大都会贵族以赛亚的新生 他是国王的参谋侧师 和以利亚的风格差异 就如丘吉尔和甘地之别 他也说 你实在是自隐的上帝 愿你列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耶利米更大声抗议成功神学 莫能成功 在他的时代 先知或被关在地窖 或被坠入井中 甚被拒死 耶利米把上帝比作诺夫 像受惊的人 像不能救人的 勇士福尔泰的描述 再好不过了 全能全爱的上帝 怎么会容世界变得这么糟呢 哈巴谷在他的先知书里 更是挑战上帝的功力步障 耶和华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先知们和其他所有以色列人一样 从小就被教导 有关上帝如何在上古时 拯救百姓逃出埃及 且屈尊与百姓同在 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等等的光荣事迹 但如今在积木异象中 先知以西节瞠目结舌的 从慢境头中遇见 所罗门时代令人难忘的景象 上帝充满圣殿的荣耀 所有辉煌的过去 都将复制一句 以西节在异象中遇见的 正是耶利米在现实中目睹的 巴比伦军队攻入圣殿 异教徒闯至圣所 大肆掠夺后 更放火一围平地 耶利米夺步在 荒凉的耶路撒冷街道时 惊讶莫名 好向赛后 相铺守在石头路上 盘山以行 以色列的王双木贝娃 沦为囚犯 众王子惨遭杀戮 在最后的围城之后 耶路撒冷的妇女 甚至残忍地烹食自己的骨肉 作为一个先知 又有什么感受 请听耶利米怎么说 因我百姓的损伤 我也受了损伤 我哀痛 金黄将我抓住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味泪得全员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 我心在我里面忧伤 我骨头都发颤 你像醉酒的人 像被酒所剩的人 不过 先知书中稀奇的 不是这些先知们 具有现代 痛彻 失望的呐喊风格 而是穿插在这十七卷书中 上帝借由先知们 所发出的问题 提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十一 受了伤的恋人 上帝回话了 为他掌理这世界的方法 做答辩 他痛切臣词 慷慨激昂 接着便掩面而泣 这就是他所说的 我没有坚默不语 我一直透过我的告知们说话 我们通常很容易 把上帝的启示 按照他显现的戏剧化程度 来分等级 如果是上帝亲自显现 便列为上等 借由超自然的神迹启示 则列为次等 而经由先知们所说的话 则被列为下等 比如说 在加密山上的降火 就远比耶利米哀怨般的讲道 来得叫人信服 但是上帝的看法不同 他借先知们所说的话 正是打破沉默最好的证据 也是他表达关怀的 最正面的方式 一个国家拥有以西洁 耶利米 戴伊里和以赛亚这些先知 怎么还能抱怨上帝不说话 上帝一点也不认为 纯权的话语是低等的证据 神迹到头来证明 他无法长久影响 以色列民的信心 而先知的话语 则可以铭记成策 代代相传 成为上帝对他子民的告诫 上帝有时会提起 过去所行的神迹 以证明他的爱 但更像是苦口婆心的父亲 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 不测耳 上帝断定 百姓根本听不尽他的话 百姓对以赛亚的回答 也证明如此 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 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 不要在我们面前 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我便真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当先知大声疾呼 上帝为什么隐藏自己时 上帝不再争辩 只解释他 为什么会如此保持距离 在耶利米书中 他表达了对以色列民极端的憎恶 他们按诡诈获利 流无辜人的血 又变形欺压降夺 以致上帝颜面 不听他们的祈求 因他们的手沾满了血腥 在《以西节书》中 他则表明 一旦以色列民的背叛 达到某种程度 他就会把他们交付罪恶 任凭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 担负一切后果 在撒加利亚书中 他则说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我持不行事 不是因我无能 而是因为怜悯 当上帝没有及时惩罚时 以色列人还以为 上帝已丧失了他的力量而说 灾火必不临到我们 刀剑和饥荒 我们也看不见 殊不知 以色列错了 上帝的单言 正是显明他的怜悯 上帝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就像做父亲的 总是一言再言 非不得已 不轻易惩处 对以色列民而言 惩处就是不断遭受 异族的侵略 但众先知的预言中 包含了至中必有一个属于主的日子要来临 在所描述荣耀的新天核心地中 像三明治一样 加了一层骇人听闻的末世意想 潘霍华说 要听末世的预言之前 最好先要听得尽在他之前的预言 我预言独先知们 有关末世的预言 就预庆幸上帝介入人间式的慢吞吞 在我对上帝感到失望的时刻 总是呼求他 实行一番大能作为 祈求他对抗某些暴力政权 或某些不公不义 我也求过神迹 求他借此证明他存在 但是 当我在读先知们的这些描述 说到在他所定的那日子 他要揭开所有的覆盖时 我脑中只剩一个意面 老天保佑 希望届时我不在场 上帝的确承认说 他是有所保留 不轻易出手 但这样的保留 是为了世人的好处 对所有呼求老天爷掌眼 速速报应的嘲讽者 先知们有更醒目的禁言 忍着点 虽然我的审判显为严厉 我却与你一同受苦 上帝对先知们 显出他极深的同情 例如 曾与以色列为敌的摩押 遭到毁坏时 他说 我要为摩押哀嚎 为摩押权的呼喊 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霄 当以色列民遭受外邦羞辱时 上帝也同时与他们受苦 当以色列民眼睁睁地 看着巴比伦军队 以刀斧砍断圣殿香柏树的屋檐时 上帝视为自己的巫舍遭侵犯 自己的圣洁被玷 圣殿被毁 也就是他的住处被毁 当以色列民遭虏时 也就是他遭虏 当敌国入侵 导致以色列分裂时 敌军辱骂讥笑的对象 不是以色列民 而是他们的上帝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 就是我的圣民被亵渎 因为人谈论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的民 是从耶和华的递出来的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以赛亚的这句话 足以写照上帝的光景 也许他仿佛把脸面遮蔽了 却不知他的脸面 其实已不满的泪水 我不计较过去 我随时都准备宽恕 在严厉的刑罚中 他随时都想助手 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悔改 就连罪恶滔天的亚哈王 在加密山之后 上帝也一而再 再而三地赐给他被赦免的机会 因为主说 我断不喜欢亚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呀 你们转回 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他甚至告诉耶利米 只要耶路撒冷城 找得到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他就会使整座城 免遭毁灭之灾 这种渴望赦免人罪的心境 在没有比在约拿书中 所描写的更为生动的 当约拿以不超过一行字的预言 宣告尼尼威城壁 在四十日之后 轻覆灭亡的信息后 令约拿很偶的是 城中上下居然都悔改回转 于是上帝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于他们 约拿坐在壁麻树下 心里很不适滋味 承认他早就预知上帝会心软 因为他说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他之所以逃跑 但愿忍受暴风 又被吞入渔腹中 主要就是因为 他不相信 上帝会那么心硬地 真把尼尼威城消灭掉 正如福洛斯特总结 这段故事所说的一句话 有了约拿的事件之后 我们不信 上帝不会再失怜悯 热情 尽管上帝回答了先知的质问 但他的解释 并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满意 因为认知灾难的缘由 并不能减缓痛苦 及遭到背弃的感受 其实 上帝的理性辩解 几乎只沦落为旁白 比起理性推理来 先知们更关心的问题是 上帝的满腔热情 当一个上帝 是什么滋味 若要了解 莫如思考先知们 不断地用人伦关系来比拟 上帝就好比是父母 或者是个爱身义重的情人 就拿出为人妇人母的心情来说 几乎所有的话题 都是围绕在小孩这个主题上 他们皱巴巴 红彤彤的孩子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他们可以花上许多钱 来买些器材 用以录制孩子 初次的牙牙学语 或蹒跚学步 世上差不多五亿的婴孩 都会的事 只是这种似是怪异的行为 却可显示出 初为人父母的那份 骄傲与喜悦 这是没有其他关系 可以替代的 上帝在拣选以色列人时 就渴望能建立这种关系 他和所有做父母的人一样 希望孩子快乐 并且以爱来回报父母 他就像那个骄傲的父亲一样 曾对他儿女说 以法莲是我的爱子 是我可喜悦的孩子 然而 这种喜悦之心 却逐渐地消灭褪色 上帝的心境 由父母之心 转变成受伤的猎人心怀 我做错了什么 那种哀叹 怨恨 甚至愤怒的情怀 有谁能体会 我使他们饱足 他们就行奸淫 成群地聚集在娼妓家里 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 各向他邻舍的七发丝生 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是讨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研读先知书时 我禁不住会想象 上帝好比一个需要谐谈的暗主 谐谈员抛出一句老话告诉我 你心中深处的感受 上帝便接着开口 我告诉你我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拒绝的父亲 有一天 我在水沟旁 发现一个垂死的女婴 躺在地上 我把她带回家 做我的女儿 我把她洗刷干净 供她衣食 还送她上学 爱她 用珠宝装扮她 结果有一天 她却离家出走 并且糟蹋自己 而且一提到我的名字 还出口咒诅 我告诉你我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像个被玩弄弃绝的恋人 本来我的这位爱人 又瘦又干 被人虐待嫌弃 但是我却把她带回家 使她容光焕发 改换一新 成为我在世界上最宝贵的 最美丽 最爱的女人 我为她获一切也在所不惜 没想到她却勾搭我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敌人 甚至任何一个男人 在大路边树底下 付钱给人与她行饮 比娼妓还不如 我遭到背叛 遗弃 这种受伤的感觉 上帝在圣宏中 并没有隐瞒不说 他以害人的字词 形容以色列人像 是快行的毒风驼 狂奔乱走 又像野驴灌在旷野 欲心发动就吸风 起性的时候 无人能使他转去 如果言辞还不够形容上帝的心境 上帝还格外用了一位勇敢的先知何西阿 借着取淫妇戈灭的行动作为实力 来表达她内心的感受 这位何西阿顺从了上帝的指示 取了令人作呕的淫妇戈灭为妻 从此经历了像电视连续剧的一生 因为纵使戈灭屡次出走 与人行淫 上帝却吩咐何西阿要找回她 并且赦免她 上帝以先知的悲剧故事 来描绘她起起不复的情绪 邂逅以色列时 第一道初恋的抹红 好像在沙漠中寻见葡萄串 但以色列一次又一次撕裂 她付出的信任 上帝被迫尝尽受伤恋人 所承担的奇耻大辱 她的话差不多带着舔伤的字连 以法连看我如飞蛾 由大众民看我如枯枝 从这种明显像一位受伤恋人的反应 可以得知 为什么上帝似乎几秒钟就换一种心情 她才说要抹去以色列的名字 慢着她又哭起来了 张开双臂 不 现在她又严言道出对以色列的惩打 这些情绪简直太不理性 除非她是个被甩的受伤恋人 先知书的用语 听起来好像公寓隔墙 传来一对恋人的吵架 我曾有护邻居 就这样吵了两年 11月时 她吵着要杀掉搞外遇的老公 2月又决定原谅她 把她请回家 4月 她准备了离婚协议书 8月却再度央求老公回来 前后两年 终于死心 面对她的情爱 以付诸东流的残酷事实 这不就是上帝的写照 生气 悲伤 宽恕 嫉妒 爱与病的反复循环 先知书呈现出 上帝努力要找一种语言 任何一种语言 来对他的百姓表露心计 就如我那位邻居 这箱才挂掉那死老公的电话 那箱又心软 上帝也会跟先知说 我再也不垂听以色列民的祷告了 才一会儿 上帝又求他子民再试一下 有几次甚至爱与气撞在一块 只是 所有办法用尽 筋疲力竭时 上帝宣布他 不得不放弃 因我百姓的罪 我无计可施 我的朋友理查德说 当上帝不理会他时 他深觉自己遭到背弃 就好像未婚妻 突然与他一刀两断一样 但先知 何西亚的信息最真切 上帝才是遭背弃者 是以色列甘愿沦为妓女 不是上帝 以色列先知 曾表达对上帝深深的失望 指控他袖手旁观 漠不关切 肩漠不语 可是当上帝一开口 预计数世纪的情绪 便清点而出 真正失望的是上帝 而不该是以色列人 我还能怎么办 上帝在耶利米书中 痛苦地质问 正显出全能的上帝 在留下自由空间之同时 也留下了两难 天空的白鹤能分四季 潮汐涌退 规律如常 白雪覆顶的山头 日复一日 只有世人无法无天 罪是难倒 上帝不能控制他们 又不能弃之不顾 他的心就是 无法不思念这些人 十二 好的不可思议 哀伤逐渐容趣 好像五月的雪 不知道什么是冷的一般 赫伯特花 苏格兰传道士名作家 乔治 麦当努 有次跟他儿子谈到 天堂及世界末了时 会发生的种种事情 这个儿子想象入神 不禁叹息说 这种事简直好的 叫人不敢相信 麦当努却微笑说 不 就是因为这种事这么好 所以一定是真的 能有什么比盼望 更触摸人心的深入 童话故事会千年绵延不断地被传讲 就是因着盼望幸福快乐的结尾 勇敢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终要得救 邪恶巫婆 至终必不得好下场 星期六上午 电视里播出成达的卡通片 无不是传送这类信息 而观赏入神的儿童 年纪还太小 根本无法接受悲惨的结尾 而在现实中 在战乱里 做母亲的紧紧搂着胸前的孩儿 抬头安抚 轻声低语 别怕 没关系 即使身旁的战火 欲逼欲尽 这种盼望 是从何而起的 托尔金在解释千古传颂的 童话故事里 为什么会有这种盼望 他说 并不排除悲伤和挫败的情节 这些安排 是为了衬托其后 获救的快乐 不过童话故事 摒弃终局时 全盘皆输 即使沦落悲伤痛苦的城堡时 仍会透出 一丝快乐的曙光 先知书的信息 如果没有以下这个最后的宣告 就不会结束 先知总是大声宣告 世界不会以全盘皆输 来做结尾 而会是欢欢喜喜地结束 尽管每位先知 都战经着预言 以色列人 所要遭受的天灾人祸 但十七本先知书中 所有的先知 最后都已带着希望的话 作为结束 受伤的恋人 将从伤痛中复原 因此 以赛亚的应许说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 先知这样的喊叫 好似民勤 带出另一世界 才有的喜乐 在世界的末了 上帝要把全地 仿佛地毯一般卷起来 然后再重新编织 野狼与羔羊 要在草场上一起喂食 猛狮与牛犊 要和平地并肩起坐 马拉基兽说 有一天 我们要出来跳跃 如圈里的肥犊 到那时就没有惧怕 也没有痛苦 因而不知死亡 再也没有眼泪 各国之中 和平像流水一般 所有的武器 也化作农具 到那时 没有人会在埋怨上帝 隐藏不为所见 因为他的荣耀 充满全地 连太阳的光芒 都要显为暗淡 对先知而言 人类的历史 不是个结束 而只是个过程 它是介于伊甸园 和上帝要重新建造的 新天新地之间的 一段插曲 现今许多事情看来 好像混乱不堪 但其实 上帝是很笃定地 在控制一切 有一天 他必要显明他自己 当下 但是 现阶段该怎么办 我们一切 对上帝的失望的疑惑 难道必须等到死后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答 当先知们逐一雕尾时 以色列民 再一次面临上帝的静默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 不再有先知 我们内中 也没有人知道 这灾祸要到几时 上帝啊 敌人辱骂 要到几时呢 仇敌亵渎你的名 要到永远吗 被逐出故事 再沦为奴 以色列民 对先知们预言的 那位拯救者 安乐的美景 望眼欲穿 几十年 几百年下来 各个帝国 巴比伦 波斯 埃及 希腊 叙利亚 罗马 兴起 又衰云 而以色列民 就像门前的擦鞋毡一般 任他们践踏七五 甚至整个民族 都快濒临 消极绝肿的命运 没有摩西式的人物 出现来 带领他们脱离困境 也没有 以利亚式的先知 从天降大火行 神迹奇事 更没有荣光 照耀在耶路撒冷的 圣殿中 所剩下 只是西律王 因好大喜功 而修复一半的建筑 低廉无比的景象 只是引来更多的嘲讽 而毫无荣耀可言 到旧约时代结束时 上帝照他先前所说的 眼面 把自己隐藏起来 整个世界 变得一片昏暗 要说二十五个世纪之后 我们对上帝的那份落寞感 比起当年的以色列人 还只不过 算是一点影子而已 今天 我们来看那个时候 也许能很理智地分析说 如果上帝太亲近了 对他们有哪些害处 上帝的光太强烈 会伤到他们 锐不可当 也不能光照他们的信心 同时 也会为他们投射 未来的美景 而安慰说 毕竟上帝有一天 要赐下永生 没有眼泪 没有痛苦 能转换成另一种形象 可以承受的 助上帝的同在 但是 处于现阶段当下的那份感受 却叫人 难以忍受 那股伤心失落 不得安息的心境 又该如何排解 从马拉基书 到马太福音之间 四百年无声无息的光景 道出了以色列人 对上帝极深的失望 上帝真的顾念吗 上帝还活着吗 他根本像耳聋一样 听不见以色列人的祈祷 不过 尽管如此 以色列人还存有一丝盼望 弥赛亚的降临 因为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别的可以期待 上帝曾问 我还能做什么 还有别的 如果他不能借着大能来取胜 就要借着苦难来赢得 上帝与我们一同悲气 好叫有一日 我们可以和他下起欢笑 穆尔特曼 第三步步步靠近的人子 十三降生人间 从前有一个国王 他爱上一个卑微的女子 克尔凯古尔叙述着 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国王与众不同 每一个大臣在他面前 无不战惊 他有力量 可以制服所有的敌人 没有人敢冒犯他 只是这样一个 强大有力的国王 竟然为了一个卑微的女子 而魂不守舍 他该如何向这名女子 表达他的爱呢 如果他上令把他召入宫 给他戴上皇冠 穿上后袍 他绝不会反抗 因为从来无人敢为抗王 但是如此做 会让这女子真正爱他吗 这下他作为国王的一切好处 却反而成了蝉类 使他不知所措 无疑的 这位女子会说他爱国王 但他会有多少真心 也许他只战战兢兢地 与王一起生活 事实上却一直怀念他的故乡 他在王身边会快乐吗 王又怎么晓得这些事 如果王换个方式 亲自下家去找他 恐怕那些威武的侍卫军 早就把这女子吓坏了 他不想娶个指挥顺命的属下 王要的是一个 能以同等地位来爱他的情侣 他要他们彼此 能忘记王的尊贵或是女士出身的卑微 而能跨越一切鸿沟 真正相爱 因为只有在爱里 所有的不平等才有办法扯平 于是 克尔凯过而下结论 王决定 既然他无法使这女子 从低处往高外上升 他只有选择自己降卑的方式 穿上破旧如乞丐的衣物 匿名威形 亲身来到这女子的茅舍 这不是个掩饰的伎俩 而是甘心的认同 为了爱他舍弃王位的尊荣 只盼望赢得方心 克尔凯过而这种比喻的手笔 也正是使徒保罗 在描述耶稣基督时所说的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以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上帝在面对人类时 经常是如此降卑 旧约一连串的记载 便是上帝屈身要与人同在的 一连串行为 他委屈自己 并用各种方法 向亚伯拉罕 摩西 以色列民 先知说话 但没有一回 可以与这次相比 经过四百年的沉默后 像凯古尔的比喻一样 上帝换了个新的样子 完成最不可思议的惊人举动 成为人 来到世间 不要惧怕 每逢圣诞 在教会的舞台剧中 孩童穿着浴袍 演出圣鹰匠声的一幕 口齿不惊六岁大的天使 穿着拖曳在地的床单 撑着衣架扭成 随着身子颤抖 而摆动的翅膀说 不要怕 再偷描一眼 藏在秀者中的台词稿 不要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不要害怕 天使对撒加利亚和玛利亚的问安 也是如此 上帝对亚伯拉罕 夏甲 以撒的问候 也是这句话 不要害怕 就是天使对积淀 但以理显现时 也用同样的方式 对灵界的活物而言 这句话几乎等于是 你好 一点不奇怪 但灵界活物向凡人说话 人人几乎都是面浮余地 全身僵直的状态 上帝造访地球时 他的大能 有时似雷鸣 有时像旋风席空 有时发亮如灵光 总会引起害怕不安 然而 这回天使向撒加利亚或玛利亚 约瑟预告上帝临到时 却用不会引起恐惧的形式 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 四肢笨拙 连眼神都无法击中 还会有谁怕呢 而耶稣就如此地 躺卧在一个 卫生扣的马槽里 上帝终于找到了一个 不会让人害怕的方式显现 就像那位国王 选择了脱下他的王袍 请思量这般降悲的场景 道成肉身 将历史划分为二十 动物的见证者 比人类还多 也请思量 这么一来所要冒得闲 在道成肉身的举动中 上帝固然除去了惧怕 缩短了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同时也使耶稣变得非常容易遭受伤害 这婴儿于夜里降生于牲畜群中 瘦类冲鼻的堆肥气味中 再也没有比这更差的境遇了 那些信靠上帝的人 再也不敢相信会有这局面 一旦见到马槽中的他 再也无法想象他还会出现在哪里 或他还会不会长大 或在他不计后果 苦苦要循会人类而降卑的做法中 还会自我羞辱到何种程度 对信靠上帝的人 这意味着他降生在一个 对他不怀好意的时间 这也许就是圣诞暗夜里 那份寂静带来的恐怖 他以这种方式造访人间 我们随时都可以干掉他 因为要打碎婴儿的头壳 像打破蛋壳一般容易 即使等他长大再下手 定死他也不难 对于上帝而言 圣诞节是什么感受 想象一下你自己变成一个婴孩的感受 语言不便利 动作不协调 不能吃干粮 还要包尿布 上帝竟然变成一个婴儿 Tenosis为神学的专用术语 用来指耶稣成为肉身 倒空了他神性的便利 这样的倒空倒给他带来某些自由 我之前提到 无限上帝的不便之处 而取了肉身的基督 倒是可以有人一样的活动尺度 不会有无限带来的不便 他可以自由地说话 而不会怕把树母挣垮了 他可以表达生气的情绪 称西律王为狐狸 或在圣殿中挥起鞭子 也不怕引致他降临时 伴随的天摇地动 他可以自由地向妓女 虾子 寡妇 长大麻风的人说话 而不用先来个 不要害怕之类的问候 从前 人被造得像上帝 这已够稀奇 更稀奇的是 上帝竟然变成像人一般 邓恩 圣十四行诗 十四 极大的期待 每一年圣诞节期 几乎到外都可以听到 亨德尔的弥赛亚圣乐族曲 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是为什么 我们会用这么雄伟的交响乐章 来庆祝圣诞呢 亨德尔以用先知的预言 在他的乐曲中 记载了下面这些话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地变得平坦 齐齐区区地 必成为平原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阴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 奇妙 测试 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在那段上帝保持 坚默的日子 这些词句 从以色列人口中 被忠实地传颂着 几近四百年之久 以色列人面对上帝的沉默 已从失望到绝望的地步 随着星转月移 一次比一次 更残忍地摧毁着 一切的希望 先知所应许的 伴王之王 当弥赛亚来临时 至少公义 要如江河滚滚 以色列民对此应许的 可叛极深 好像将淹死的水手 对救生法望眼欲穿一般 旧约中 最后一位先知过后 等了四世纪之久 开始出现奇怪的传言 先是一位名叫 约翰的沙漠先知 之后便是 拿撒恶的木匠之子 名叫耶稣的 当有关耶稣 神力超人的耳语 传开时 会不会是他 有人十分肯定 他就是弥赛亚 他们七眼目睹 耶稣治好瞎眼的叫瘸腿的行走 当耶稣叫一个年轻人 从死里复活时 他们宣告 这就是那位要来拯救百姓的 耶稣的确成就了 弥赛亚预言中的应许 但是 不是按大家所期待的方式 当我继续读圣经 想从中找出 解决对上帝失望的答案 读到福音书时 我以为该有化朝代的改变 这种失望感 不但没有在耶稣在世的日子 从地面上消失 甚至两千年后的今日 仍然依旧如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究竟耶稣的生命 是不是真正解答了 本书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上帝沉默吗 来跟从我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将要上耶路撒冷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 耶稣把上帝的旨意 显明得极为清楚 清楚到令人难以置信 他把自己完全敞开 接受科学方式的调查 也就是法利赛人 撒都该人和其他怀疑者 对待他的方式 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前 问这位上帝的儿子 任何问题 甚至跟他辩论 正如福音书所述说的 耶稣就是上帝打破沉默 使到成为肉身 活在人间 上帝隐藏起来了吗 上帝以耶稣的形体 活生生地来到人间 有面孔 有名字 甚至还有地址可循 他成为一个 可以触摸 可以绣纹 可以呼得见 可以看得见的上帝 并且他还直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只是耶稣 也未免太普通了 烟呢 火呢 闪电呢 这跟西奈山 或加密山上 所显现的上帝 相差得实在太远 他只不过是 拿撒勒小镇 玛利亚的儿子 从小跟林家的男孩玩大的 而且还只是个 普普通通的木匠 怎么叫人 能接受 他居然会是弥赛亚 马可福音 甚至以显著的旁白指出 耶稣自己的家人 一度还说 他发神经了 那些人就是玛利亚 还有他的亲手族 玛利亚当初 在见到天使加百列时 还很自然地涌唱出 我新尊主为大 他的亲手族 那是比谁都花过更多时间 和他相处的一批人 即使如此 也无法把神奇与平常 这两个奇特的组合 都在一块 耶稣的肉身 反而成为了拦阻 上帝不公平吗 从耶稣身上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更困难费解了 因为犹太人 相信弥赛亚的到来 主要就是 把这世界上 不对的地方 给矫正过来 先知不就曾预言 主将要永远吞灭死亡 并且擦开人脸上 一切的眼泪 然而 耶稣固然医治一些人 但有些人 还是没得到医治 他固然让拉萨路 从死里复活 但他在世的日子中 还是有许多人死去 他诚然 并没有擦干人一切的眼泪 许多人 经常会因 这个公平与否的问题 而感到困扰 否则 他们一定会被 耶稣的医生所吸引 伟大神学家 奥古斯丁 就是一个例子 他因福音书中 不是全面普遍 而是有选择性的医治 而困仇 既然耶稣 有能力医治人 为什么他不医治每一个人 尤其是约翰福音中 记载的这段故事 足以叫人百思不解 在耶路撒冷 靠近阳门 有一个池子 旁边廊子里面 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 血迹枯干的 许多病人 有时池中的水会搅动起来 于是 大家会赶着跑去 跳在水里 希望因此 能得着痊愈 有一天 耶稣来到这里 跟一个躺在那里 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 谈了起来 他告诉耶稣 他从来没赶得 急到池子里去 因为总有人 比他先下到水里 耶稣眨眼之间 便吩咐他起来行走 约翰记载说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躺了三十八年的病人 居然起来行走 他真是耶路撒冷 全城最快乐的人 但是写下这故事的约翰 却记了一笔说 耶稣在医治那人之后 就躲开了 耶稣似乎忘记 还有一大群病人在那里 而他只练习的 单单医治一个人而已 难怪奥古斯丁要不解地问 为什么那么多人躺在那里 他只医了一个 他不是只需要一句话 就可以叫病人统统好起来 另一个因这个问题 而感到困惑的人 就属耶稣的表兄 施洗约翰了 恐怕没有一个人 会比施洗约翰 更相信 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盼望了 在他传道初期 人们误以为 他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时 他很坚决地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 当耶稣亲身来接受他的洗礼时 他还稀奇地看见 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耶稣身上 还加上天上说话 如雷的声音 可以说他对耶稣 应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两年后 他由于忠心 沦落在西律王的监狱中 濒临丧生的危机 在极度失望中 施洗约翰也开始怀疑 并且差人去问耶稣说 那将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在盼望和卫定之间 连施洗约翰也问的这个问题 深刻地传递出 人既期待耶稣 又怕受伤害的矛盾 内在的国度 如果耶稣避开天国这个字眼 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 因为一提到天国 人自然就联想起国旗 工队 像所罗门时代 那种辉煌无比 全国复苏的景象 但事实上 耶稣所指的天国 和人们所意味的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群众所要的国 是在各处施行神迹歧视 充满能力光荣的那种国 但耶稣所指的天国 却是看不见的那种 的确他在世上 能为人解决一些问题 他主要抗争的是 那看不见的权势力量 有一次 有个摊子被四个人抬来 为了急切求得耶稣的医治 竟把屋顶拆了 好把他追到耶稣面前 耶稣的反应却是 或对摊子说 你的最奢了 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耶稣的意思表明得很清楚 身体上的缺憾 不能抗拒耶稣的医治 真正的征战 是对付那看不见的灵界的力量 信心 赦罪 抵挡恶势力 才是驱使耶稣 每天在天父面前 所迫切祈祷的 而群众却只想 对这些世上的贫穷 疾病 受政治压榨等难题 要求耶稣解决 以至于最后的结果 期待耶稣为王的人 只有大师所望 跟随耶稣的群众 无论对他有什么期望 期待他是所罗门 暂时一般 以威武重建以色列 一旦目睹了 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切 所有愿望 都会烟消云彩 在得胜的游行 过不了几天 耶稣就被捕受神 他告诉罗马统治者 我是王 说得没错 但却加上一句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弱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耶稣是一个王 一个被百般讥较的王 他的紫袍 沾满被责打的血迹 并戴上荆棘编织的冠冕 他所呼召的门徒 四散逃跑 危险惧怕 淹没了他们的忠诚 诚然 连耶稣自身都难保 他还能保护别人吗 有形的罗马权势 遇上了无形的天国世界 而且一时之间 仿佛已经把他熄灭净进 丝毫无存 在《猫的摇篮》一书中 现代小说家冯内国 安排了一幕场景 一位曾协助过 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 在某个圣诞节 回访实验室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在托儿所中围成一圈 其唱圣诞诗歌《多年期盼》 长久养胃 今夕尽得实现 这真是超觉讽刺的一幕 对照着耶稣在世时 以色列民长久期盼的幻灭 那群唱诗的人 真的能相信 多年所期待的 长久所养胃的 是因着信靠 那位伯利恒的心生而骂 他总共只活了33年 15.修界 智慧 我的计划是对上帝的存在与否 做史无前例 并且是一劳永逸的科学验证 根据现有的状况来看 似乎有他存在的迹象 但这些迹象又不够清楚 模棱两可 因此也不能证明什么 比方说宇宙神奇好了 这些神奇并无法说服那些 对宇宙神奇最熟悉在行的科学家 至于这到底是不是证明了 科学家的固执愚蠢 还是上帝成功地隐藏了他自己 就无关紧要了 百息第二次降临 如果要一劳永逸 解答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 没有比趁着耶稣身在人世时 再好的时机 耶经尽可能利用这个时机 平息所有的批评与误解 例如 倘若我的朋友理查德 是活在耶稣在世的时代 他就可以当着耶稣的面向 他要证据 你说你是上帝之子 露一手给我瞧瞧 我们不必去查证结果会如何 因为耶稣在世时 经常面对这样的挑战 宗教领袖们 不时要求他显个神迹 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只是耶稣却长不屑 且气愤地称 他们是一个邪恶 XXX的时代 甚至在他生命危机时 也拒绝施行神迹 以求自保 为什么全能者要自信 也许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第一个事件 受试探这桩 类似他预备公开服饰之前的期末考试件中 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耶稣和撒旦面对面的背景 是巴勒斯坦崎岖 起伏的山巒 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强烈的对比 撒旦要证据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就吩咐石头变成食物 保护自己不跌伤 并获得万国的荣华 我相信撒旦的试探对耶稣说 不是演演戏 预知结局的测试而已 而是一次真实的考验 一个近时四十天的人 怎能不垂涎食物 面对危难的人 谁不想保护自己 还有万国的荣华 不是原本就属于先知预言的 那位弥赛亚所拥有 这三种试探对耶稣 远属唾手可得 因为这三样 其实本来就是他的 只是撒旦要他采取快捷的方式 来完成弥赛亚的计划罢了 俄国小说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 在他的小说 卡拉玛索兄弟中 就以耶稣受的试探做主题 伊凡 卡拉玛索夫说 耶稣受试探 是世上最害人的神迹 一种内在自制的奇能 只要他在试探中臣服了 他立刻可以赚得来自撒旦 和以色列人的信用状 不必再受争议 就能广见名声 依据托斯托耶斯基的观点 撒旦提供三种赢得信任的快捷方式 神迹 密传及权柄 基书对这些一概拒绝 套用伊凡 卡拉玛索夫的话 你无法用神迹牢笼人心 火热的信心 必源于自发 绝对不是建造在奇迹上 当我在研读 马太精简的叙述 和驼式繁复的重建 不禁困惑起来 旷野的试探 和我的朋友理查德 在他房里的苦求 究竟有没有不同 他不是也在求超自然的 一线光芒 或者一丝声响 以证明上帝无可置疑的大能吗 在切身典说 这个我在遭遇极难困苦时 祈求甚至要挟上帝来显现拯救 又有什么不同 一想到此 我当然要自辩 这中间本来就不同 比查德的寻求是真心的 我的境遇是有所需要的 我们只是求上帝帮助 并不是善效他 或要求得到上帝的青睐 但是仔细思量 我无法否认这当中的相似处 同样要求上帝脱去包装 证明他的存在 对于这种要求 上帝一概回绝 全能的上帝自我设限的 另外一则相似的情况 就是当耶稣站在耶路撒冷 靠近撒旦 对他第三次试探的高山上 面对圣城大声喊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缝 拆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这种悲伤的呼喊 本质上就是神性内敛的表现 这位可以用一句话 就毁灭全耶路撒冷城 可以召唤天君 使之屈服的主耶稣 居然望着圣城而哀哭起来 上帝退却了 上帝隐藏了 上帝哭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渴望的东西 无法用力量全能为赢得 他是个尊贵的王 他想要的不是卑躬屈服 而是选择用缓慢 艰困的倒成肉身 以至于死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爱 一种内在的征服 麦当努对于基督 走向人间的方式 做了儒下的总结 他不以他圣洁的能力 直接扛上邪恶的权势 也不是以强行的公义 来摧毁罪恶 不以完美无瑕的王子之尊来 统御人间 以真和平 他宁可暂时凭让恶者斩棘长财 也不以强迫的方式 将耶路撒冷百姓 拒绕于他的意下 以救波他们 免于将来的愤怒 他情愿以缓慢 但激励人的方式 来做基础的协助与建造 教化人心 以弃恶向善 驱逐恶者撒旦 而不只是控制他 喜爱公义的方式 不是以报复来伸张 而是帮助公义滋长 终其在人间的一生 他奋力抵挡的是 那一蹴而就的快速成就 即使当地眼见老弱无辜 或公义真理屡遭践踏之时 神迹其事 当然 耶稣的故事不止于此 不错 至少与旧约所彰显上帝的荣耀相比 他是受居于人性 耶稣显得很自质 不愿用匆匆露一手的大能 来征服民心 可是 又怎么来看福音书中所记载的 他的确行过三十多个神迹呢 当人目睹他未保五千人 叫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 或叫一场种下的咒语停歇时 就很难解释神性的内敛了 但是 这位只要愿意 尽可天天行神迹的人 却似乎并不十分重视神迹的重要性 对他的门徒 他是行了神迹 好证明自己的身份 但即使当他行了神迹 他也不太高举这些 当他叫一位犹太大官的女儿 从死里复活时 他严厉禁止人去宣扬 但当马可福音就记载七处地方 耶稣行了神迹之后 明明地吩咐当事人不可去告诉别人 因为他知道 在摩西和以利亚的时代 神迹歧视所带来的效果 是极其肤浅的 也许可以一时吸引群众 但却很少引发出长远的信靠 主所要的是 真实的顺服与牺牲 而不是以把戏来招揽注意 圣经的记载显然很一致 我们所期待的戏剧化的神迹 其实并不自长有根有基的信仰 就连耶稣的门徒 虽然亲眼看见耶稣变相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又令门徒大吃一惊 死亡已久的犹太历史人物 摩西 以利亚 在云中显现与他说话 并且天上还有上帝说话的声音 当时把他们吓得一一 扑倒在地 不得动弹 但是这样神奇无比的事件 带给彼得 雅各布 约翰 这三个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 什么影响 他们是不是从此就不再怀疑 而充满了信心 事实上 就在几星期之后 当耶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逃跑弃了他 我读了一些有关神迹的书 就如耶稣行神迹 证明他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一样 这些神迹也想让怀疑者闭嘴 但是我发现 针对人对上帝失望的问题而言 这些证明大多于事无补 他们对耶稣没有行的神迹更在意 为什么有大能正直行事的上帝 有时却不处理一些不对的事 耶稣医治在必是大池边的摊子 为什么只医一个 有些线索可以在一本比较富有想象力 但基于一些因素 而莫列入圣经中 描述耶稣童年生活的书里寻得 在《耶稣基督童年福音》这本伪经中 刻意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 耶稣的童年故事 正显示出世人所既往他成为的人 根据这本古书 耶稣曾硬要求变魔术 以获得朋友的赞叹 这是真实的耶稣 绝不会做的 《伪经》中的耶稣 具有受人倦爱 法力无边 邻家大少魔术师的魅力 当他的木匠父亲约瑟 做坏了一件重要的木剑时 只要耶稣一介入 上帝手指一触 即刻使用权能修复 这样神奇的耶稣 也就不会利于彰显法力来复仇了 当邻近的大神 打伤耶稣的玩伴时 他竟神秘地掉入井中 撞上一个骷髅头而绝命 当耶稣走进一座城时 城内的众偶像竟纷纷解体 化为一堆泥土 这些急切的行动 一点不像福音书中 所描述的耶稣的性格 他施展能力 总是为了抚慰人的需要 而不是变魔术 自我炫耀 每次当人直接求他时 他是医治 当听到的人肚子饿了 他喂饱他们 当灰烟的客人渴了 他便出酒来 当他的门徒建议 他对拒绝接待的成师 已报复时 他断然辉绝 当冰钉来捉拿他时 他使出他的超自然能力 把冰钉被削掉的耳朵 撵回去 总之 圣经正典中复耶稣的神迹 是为彰显爱 而不是能力 虽然耶稣所行的神迹 太具选拥性 乃至于不曾解决 每个人的失望 但却是他事工的记号 可从此预见将来有一日 上帝要为所有被造者行其事 按田利克的话 神迹是宣告上帝国 将临的XXX已经点燃 那些经历神迹的人 比方那个被坠下来的摊子 他们蒙兽的医治 正是十足的证据 证明上帝他自己已造访人间 对其他的人来说 神迹也唤醒世人 无可满足的期望 除非最后的新天地 终结所有的痛苦与死亡 耶稣对神迹所预期的效果 也仅止于此 对那些选择相信他的人 神迹会帮助他们更相信 但是对那些存心 要拒绝他的人 神迹的彰显 并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有些事就只能相信 而却不能看见 16.迟来的神迹 当法兰西的姚里曼大帝 首次听见耶稣被捉拿 受审的故事时 勃然大怒 手握着剑柄 剑在剑鞘中摇汗地扣扣作响 大喊道 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 我一定派军队去把他们都杀光 我们如今看来 会对这种忠贞的行动一笑置之 或会笑西门彼得 当时他真的拨刀要保卫耶稣 但是在这背后 却隐藏了一个极深邃的问题 你可以说 查理曼毕竟不在克西玛尼园 所以无计干事 但是至高的上帝 耶稣的天赋却在场 他又为什么不派兵解威 为他那所爱的 但却被定罪的独生子 稍微动一动指头帮帮忙 上帝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要想探讨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就必须好好思想 克西玛尼园 比拉多关迪 以及各个他这三处地方的情景 也就是耶稣被抓 受审 被钉死的三个地方 因为在这三个地方 耶稣亲身经历了 跟我们对上帝失望很相像的情况 这惨案发生时 耶稣在一个安静的园中祷告 他的三个门徒 却在园外睡着了 园子内好像很平静 但外面地狱的势力 却正嚣张 门徒中的一位已成了出卖者 撒旦正得意地领着一大队军兵 带着刀枪向着园子走来 我心里极其忧伤 几乎要死 耶稣这样对他的三个门徒说 虽然他曾经宣称 有权柄吩咐天军来保卫他 但他这时却没有任何行动 他以血肉之躯 活在这世界上 也要按着死亡的绿兽肉身之苦 这种苦使他到一个地步 俯伏在地 祈祷可否另有出路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而上帝依旧沉默 到了比拉多那里 全能者的自治依旧 上帝以耶稣的身份 真真实实地被捆住双手 有人朝他会行神迹 当拳头落在他被蒙住眼的脸庞时 还喊说啊 是谁打你的呀 上帝的儿子却不抵抗 人土的口水从他的落腮湖流了下来 下一幕再各个他 我们每逢寿难节必演出 讲到作画不知多少次 恐怕都麻木了 很难加以想象 如果你记得对上帝最感失望的时刻 你就能想象这种光景 上帝明明可以使用大能做一些事 如医治癌症 生个健康宝宝 或是换回破碎的婚姻等 结果却事与愿违 祷告了半天 得癌症的还是死了 或是孩子生下来 还是脑受损伤了 离婚协议书也出现在信箱里 各个他山就是这样 我的朋友理查德跪在公寓中 祈祷上帝的那晚也是一样 你可以想象 这段没有神迹的时刻 那时每个人都渴望看到神迹 比拉多和西律王 以前就听人会声会色地说过 现在多么想看到神迹 跟随服侍耶稣的妇女们 想看到神迹 躲在暗处的门徒们 想看到神迹 同样被挂在十字架上 一个快死的强盗 也想看到神迹 甚至连辱骂他的人也说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上帝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燃灭没有拯救 也没有神迹 只有沉默 查尔斯 威廉斯 回顾这一幕时 说 在基督最无助的时刻 偷来的嘲讽 竟是他就得了别人 却不能救自己 这个定义下 得跟中世纪学者的著作 一般精确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终于出生了 这句引自诗篇的话 发出了最深的失望 天父上帝转备不顾 或至少看起来如此 只容让历史照样运转 让世界一切的恶胜过一切的善 致使大自然都震撼起来 地大震动 磐石崩裂 坟墓也开了 整个太阳系也不寒而塑 虽在五正时分 遍地却都黑暗 日头也变黑了 星期日的清晨 两天之后 像地震闪电般的 耶稣复活了 这下可以还上帝清白 完全解决了对上帝失望的问题了吗 时机多么不凑巧 倘若耶稣直接在比拉多的殿狼中显现 给他的仇敌重种一击 那该多好 然而 复活的主虽然显现多次 却是指向信他的人显现 据我们的查考 没有一个不信者曾经在主死后 在看见他的 连那两个看守坟墓的士兵 应该最有机会看见复活的耶稣的 却阴下的浑身乱颤 甚至和死人一样 而且还跑去 将所经历的事报给祭司长 并且收受银钱 把这装饰隐藏了起来 金光闪闪的银钱 似乎比复活的上帝之子 来得更重要 两个亲眼见着复活神迹的人 只有带着不信死去 成为复活节所遗忘的人 今天 在全世界的日历上 都记载着耶稣的三个节日 圣诞节 受难节 复活节 但只有受难节的情景 是在大庭广众下公然发生的 也就是当上帝显得最无助时 历史却一一地记载了下来 这也是最多群众观看 最多细节描述的情景 四福音书合起来 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描写这段最失败的历史镜头 耶稣一生最公开的一幕 在十字架的受死 正显示出 某些神知是透过能力来证明自己 这和借由慈爱表明自己的上帝 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别的强权 如凯撒大帝 用武力强制人拜他 就在耶稣的时代 有人因俊不拜凯撒而被杀 但耶稣基督从来不强迫人信他 他宁可用劝服来吸引人归向他 似是软弱 其实带来希望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使徒保罗靠着上帝无尽的爱 这样归结说 上帝极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当爱带来牺牲时 才最说服人 福音书声明说 耶稣来就是为我们死 他自己也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要获得永恒的快乐 就得经历这段沉默的时刻 以及身处失望的代价 十七 进展 我说 夫人 倘若上帝是异教的神知 或是知识分子的神知 他可能会远避七重天 也许在听见人间的悲气时 再返回 可是你知道 我们的上帝早就来到人间 你甩他耳光 吐他口水 怒骂他 最后还把他定死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女儿 这些早已发生在他身上了 贝尔纳诺斯乡村牧师日记 恕我鲁顿在问 我们对上帝的失望 在耶稣之前和之后 有何不同吗 耶稣也尝过失望的滋味 知道这个 对我们有何帮助 神学家依据使徒保罗的信息 通常会用称义 和好 赎罪记来解释耶稣的贡献 但这些字词 只不过指出所发生的事 若要了解 耶稣如何解决 我们对上帝大师所望的难题 我们一定得从这些字词背后的历史含义 去追溯上帝 追求世人 对他回心转意的深情故事 回顾先知书 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便是一位满心焦虑的父亲 为着他离家出走的孩子忧伤 耶稣所说浪子的故事 算是有圆满的结局 那位引经以待的父亲 等得真是够久了 他急急推开大门 跑过去迎接离家出走的归回家来 没有半句接问 撕裂的慢子 耶稣到底成就了什么 为上帝 为我们 他创造了一个从墨有的亲密关系 再旧约 人一碰触约柜 就要扑倒至死 但人碰着道成肉身的耶稣 却反得医治 对犹太人而言 没有人敢随便提上帝的名字 而耶稣却教导人 称呼上帝阿爸父 在耶稣里 上帝又欺又近 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路中 就表明 这种上帝的亲近 怎么影响了他 在希腊哲学中 他知道有一位完全 无限 不朽的上帝 但从来没梦想过 像他这种放荡不羁的人 竟然可以与上帝亲近 他曾试过当时各种学说 但只有在耶稣里 才找着平凡的人 与这完全的上帝之间的那座桥梁 希伯来书也很仔细地探究了这种亲密关系 作者起先引用说明 在旧约时代 人必须在什么条件下 才可以亲近上帝 就是每年仅一次在赎岁日那天 大祭司得以进入至圣 所谓人民赎罪 他要遵守的礼仪 包括静身 穿祭司服 以及五头祭生 还得战战兢兢地 进入至圣所 并且 大祭局的外袍上 还佩戴响铃 脚上系上绳索 以防万一 在他倒闭 铃声不响时 别人可以从外头 把尸体拉出去 但希伯来书论到耶稣的救恩时 便比照着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宝座前 信心满满 不再胆怯地进入至圣所 这句话对于犹太读者 简直是太随头上动土了 但是当耶稣死的那一刻 圣殿中的慢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使至圣所从此向外敞开 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 终结全书劝诫我们 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上帝面前 关于人对上帝失望的难题 耶稣至少解决了 借着耶稣 人可以直接来见上帝 我们不再需要 借着人间的任何中宝 因为上帝自己已成为中宝 一张面庞 在旧约中 没有人得见上帝的面 事实上 没有人能在上帝的光中存活 少数容许在上帝的荣光中 得见上帝的人 都会脸面放光 而且让所有看见他们的人 害怕而躲开 但耶稣来 让人可以正面地 好好地看看上帝 耶稣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耶稣是什么模样 上帝就是那个模样 就如迈克 拉姆赛所说 上帝没有一点点 不与基督相像的 世人对上帝 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怀着千奇百怪的想法 有的是他为仇敌 有的是他为警察 甚至是灵略人的父母亲 又或者 有人根本不去猜想 只觉得他沉默不语 从耶稣身上 我们不需要再猜测 上帝是长什么样子 他的感觉如何 只要望眼看耶稣 就可以纠正 我们一切不清楚的影像 如果我想知道 上帝对残障者的看法 只要看耶稣 是如何活在贪子 瞎眼和麻风病患的人群当中 就可得知 如果我想知道 上帝对穷人的观感 困惑于上帝 是不是要他们生来就苦命 只要去读耶稣的登山宝训 即可明白 再者 如果我想知道 对于苦难 该有什么正确的属灵反应 我只要看看 耶稣是什么反应 恐惧战惊 加上呼喊和眼泪 然而上位 当我读到《使徒行传》 便发现 西约的写作语气 比起旧约 有很大的转变 西约中其余的书卷 就没有约伯记那种凄惨 也没有传道书 或耶利米哀歌 那种绝望与痛苦 显然的 西约的作者们 以确信耶稣的来临 永远改变了全宇宙 以保罗为例 他就很坚定地书写说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军事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然而当保罗写这些话时 罗马帝国的势力 正猖獗旧盛 到处都是战争 杀害 强夺 疾病 而基督徒本身 也受到极大迫害 并且被关入牢狱 这些苦难 应该具备足够的理由 让众门徒怀疑失望 但相反的 他们却确信 耶稣的应许 将来要在荣耀和全能中再来 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他们曾对耶稣怀疑过 但耶稣复活之后 他们不再迷惑 并且笃信不疑 不过 尽管新约作者们 有如此笃定的信念 还是衍生了一个问题 也是我为什么 要在使徒保罗至今 以二十个世纪之后 还要写一整本书 来探讨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这也是告诉我 他们悲惨故事的 那些朋友所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 向他们那种信心 为什么对上帝的怀疑和失望 总是挥之不去 这个难题让我常联想到 上帝公平与否的问题上来 上帝真的公平吗 关于上帝的深藏不露 和沉默不语的难题 耶稣已给予最明确 直接的回应 但对于公不公平的问题 其实他只有弄得更糟 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 最不公平的事 有史以来 世上最善良的一个人 却遭遇了最恶劣的惩罚 使这个残酷的星球 又多了一个无辜的牺牲者 他死后 情况并莫改善 耶稣的门徒受到下奸 折磨及殉道的回报 不公平的问题并莫消失 令人惊奇的是 新伯来书的作者似乎预料 会有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 所以就直接地承认人 对上帝的失望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在第二章 他引用诗篇一段颇为大口气的话 形容上帝叫万物 伏在耶稣的脚下 但留了一句耐人寻味 含蓄的话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 身为作者 我很知道 手写所思 却心有所移的滋味 我真的这样相信吗 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抄录了诗篇作者 大有胆识的话之后 似乎也一样地停顿下来 长久思考 不错 耶稣是同管万有 但目前真的不是如此啊 只是如今 我们还不见这么一句话 就包含了所有的不公平现象 战争 暴力 憎恨 私欲 恶胜过善 疾病与死亡 眼泪与叹息 失望与对这混乱世界彻底绝望 这可能是圣经最真实的一句话 希伯来书接下去说 唯独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叫他因着上帝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位 很明显 作者没有以用登山变相 或者复活的身体 这些胜利的形象 来描写耶稣 而是指出 十字架上的耶稣 然后作者用西约中最奇怪的口吻说 基督得以完全学了顺从是因所受的苦难 几经学者常刻意绕过这些句子 因为这些话 很难和传统认为 上帝是不改变 没有苦痛的理念相调和 但我不能跳过这段话 因为他在西伯来书中出现 描述耶稣如何解决了 人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西伯来书很清楚地指出 道成肉身对上帝与对人的意义 这是他与人认同的唯一道路 上帝是灵 无法被物质世界所限制 也无法经历肉身的软弱 更无法经历老人的痛觉细胞 发出的警告 但耶稣一来就完全改观 他体验过身为人的滋味 从生产时的流血与痛楚 到死亡时的流血与痛楚 旧约给我们看见 当上帝是什么滋味 而西约则记载 上帝在学着了解当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我们感觉到什么 他也能感觉到 我们要一位不但知道痛苦 并且与我们分担痛苦的上帝 我们要一个会感受痛苦的上帝 就如神学家潘霍华 年轻时即在纳粹的监狱中写下 只有受苦的上帝才能够帮助 而借着耶稣 上帝成为这样的一位上帝 希伯来书说 如今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唯有sympathize这个字 能道出他是如何完成的 意味他是由两个希腊文sympathus组成 意味与之同受苦 因着耶稣 上帝了解我们对他失望的感觉 这样说会太过分吗 否则 我们如何解释耶稣的眼泪 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叫呢 我们几乎可以把本书的三个主题 都丢到他那句狂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希伯来书说 上帝的儿子因苦难学了顺从 只有当一个人受试探 想要去违背时 才有可能学习顺从 受试探想要去逃避时 才有可能学会勇敢 耶稣为什么在科西玛尼园里 不剥刀自助 为什么拒绝 拆派天军降临拯救 为什么拒绝从魔鬼的挑战 使世界向他下败 原因是 如果他这么做了 他就糟蹋了他 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使命 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一样的生 一样的死 按着上帝创造的规律 来运作进行 贯穿全本圣经 特别是在先知书里 我们看见上帝内 在充满一股极强烈的冲突 一方面 他爱及了他所创造的人类 但另一方面 却又急迫地想毁灭 使人类受捆绑的罪 终于在十字架上 上帝解决了这种冲突 因为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 将败坏变成了爱 唯一也是彻底克服恶的方法 就是让他在一个甘愿 且活生生的人心中受熏考 当他被化解吸收时 就像海绵上的血 刺在心上的毛一样 失去他的力量 而且无法再加以扩散 微薄 黑夜与虚无 第四步 全盘翻转的圣灵 十八 转换 第一天上班时 你的胃都揪在一起了 我能胜任吗 如果出错怎么办 老板会喜欢我吗 你瞥了一眼其他的人 他们正邪着眼朝艳阳望去 两腿交互换着 不安地以凉起的斜边 来回在沙地上摩擦着 这一批共七十人 接到召集令 要来参与完成一项作业 耶稣正在结业室上讲道 他看起来有点不安 他的讲词也带着警语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寄入狼群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安 当他快结束时 嗓门提高 要人注意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拆我来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人群散去 咽下一问 分头去做被指定的拆使 几天以后再见到耶稣 他好像换了一张脸似的 所有的严肃和警戒都不见了 他听了你的叙述 对你眨眨眼 鼓励你 可以再做得精致些 他对医病 赶鬼 改变生命的故事 不厌其烦地听着 被派到那些 山鸾小村的危险差事 真的勤效力 耶稣太高兴了 大家开启庆功宴 听他讲到听久了 你会以为自己真行 可以踩他蛇蝎 什么都不怕 你正报告到一半 他举手事宜暂停 他忍不住了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兴奋 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他一说完 你还没弄明懂他的意思 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席卷 刚才一定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接着他又躬身靠近 小声地说 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期末考 约六个月之后 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房间里 你和其他十二个人在共进晚餐 一股令人窒息隐秘的气氛充塞着 吃过的饭 左餐的酒 都叫人禁不住头晕 事情一件件来得太快 之前耶稣很风光地被迎进城里 似乎你们所有的梦想就要实现 但此时的气氛却显得十分的不祥 首先是耶稣轮流为每一个人洗脚 使得彼得很不自在 耶稣的口吻也摇摆不定 一下子很叫人安慰 一下子又指责你缺乏信心 并且还说有人要卖他 虽然有些话实在听不懂 但有一件事虽然大家都不愿意 却很清楚的他快要离开了 而且有另一位要来代替他 这一位他称作保慧师 整个房间突然起了骚动 好像疾风炎草 为了建国的行动 你们等着耶稣下命令 等了好几个月 如今他却把一切推给你 推给这十二个人 他还事了全桌人 最后说了 如今我把一个国托付给你们 正如父也曾托付国给我一样 离去 结果你失败了 你们每一位都惨败 连彼得也是如此 他在背叛前几个钟头 还夸下海口 耶稣在小房间的那晚又说 我已胜了世界 可是你怎么想 也没法子把接下来发生的事 跟这句话连在一块 更甭提二十四小时后 目睹他赤身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那虚弱的身子 在火炬下闪闪发光 这一位还算得上 是你家园的旧主 万王之王吗 这简直是太难叫人相信了 那天是礼拜五 到了礼拜天 激进离谱 令人难以置信地留言 在哀悼的群众中间 沸腾开来 然后那个礼拜 你就见到他了 真的 你亲手摸到他的 耶稣 他做了一件 没有人能做的事 他心甘情愿地赴死 然后又回到人间 从此 你再也不会怀疑他了 有四十天之久 耶稣显然可以自如地 向人显现 然后又不见 当他显现 你会渴慕地 听他解释 所发生的这一切 当他离去时 你便和同伴 开始策划新国度的事宜 想想 耶路撒冷终于要摆脱 罗马的统治 获得自由了 过去 朋友无不讥笑你 着魔于那个乡巴老教师 如今 你终于可以证明 给他们看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 以色列民 彼得 雅各 约翰 是最内圈的人 当然分居高位 不过 建国总需要许多手掌 毕竟你也跟过 耶稣三年弥赛亚 真的弥赛亚 已把你算入 他最亲近的门徒行列 那四十天 没有一个人的炽热 曾有烧减 怎会烧减呢 耶稣没显现一次 就是一次神迹啊 最后 终于有人忍不住 问他 夫子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你屏息以待 等候某项指示 准备武器 作战计划之类的 毕竟罗马人 不可能毫无抵抗 就束手就擒 谁也料不到 耶稣的反应 起初 大家以为 他没听清楚问题 他竟岔开问题 说起临近的国家 和遥远的地名 他要你们往那儿去 为他做见证 只是 要先回耶路撒冷 等候圣灵的降临 接着 便发生了 件最稀奇的事 你们还站在那儿 听他说话时 他的身子竟离了地 升到半空中好一会儿 才被一朵云彩给遮蔽 从此 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三个景象 这三个景象 拆开七十个工人 最后的晚餐 以及升天 处处表明 为什么耶稣 来到世上 又离开的原因 的确 他来了 为要解决 处理属灵公义的问题 并且向我们显示 上帝的真相 但是 他同时 也是为了设立教会 一个能让上帝的 灵居住的新出所 这就是为什么 当那七十人 回来向耶稣报告时 他会欢乐起来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他事先已告诉他们 如今计划显然已奏效 他的使命 更是他的生命 以借着这些七十个 普普通通的凡人 而流露传递出去 在最后的晚餐里 耶稣的态度 表现得更加急迫 这些门徒 是他在世界上 最亲近的朋友 而此时 是他把整个使命 托付给他们的时刻 尽管这些朋友 既是些很快表达忠诚 但又会很快 否认他的人 他还是对他们说 父怎样拆遣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明知他们 不能领会他的意思 但还是相信 这小群人 会把他的信息 传播到 耶路撒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他自己 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地的吉处 后来 耶稣的身体 在众门徒 惊讶的眼神中 升上天去 但很快地 在五旬节 上帝的灵 救助到 其他的身体中 众门徒的身体中 十九 风中的改变 PBS公司 发行有关 宗教的系列纪录片 搜寻历代 各类神志的图片 或类似的抽象作品 又一项 无趣的采访工作 有人说 够了 是谁出的搜主意 第一道菜的主角 就是为肉眼不能见的 总算有人想出一个办法 安排一次与上帝本身的对谈 上帝的影像 则被模糊处理 公元前十四世纪 直升机出击拍摄西奈山顶 荒雾人烟的地区 所以没有电视天线之类的东西 要拆除 镜头拉到 由阿拉伯游牧民族 所饰演的一群 古代西伯来人中 话外音 有关他们吃什么 穿什么 镜头盯住一个十二岁的犹太男孩 打断他的游戏 请他套过来 介绍一下你们的上帝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旁白问道 男孩睁大了双眼 你是说 你是说 他始终说不出话来 不错 就是耶和华 你们拜的上帝 他是怎样的一位 他哦 有没有看到那座山 那就是他住的地方 你千万别靠近 要不然你会死的哦 他狠他狠他 就是很吓人的 真的很吓人 公元一世纪 摄影机出击 沿着巴勒斯坦 宽阔的地平线取景 同一批临时演员 饰演在沙漠边缘放牧的一群人 背景有绿洲 镜头摇尽其中一伙路人 在聚焦以着小树丛 而坐的一名妇人 引他说话 上帝 我现在也还在摸索他 长得什么样子 以前我以为我懂 可是自从我开始 跟着这个老师学以后 倒是糊涂起来了 他说他就是弥赛亚 我那些朋友却吃笑 不过他喂饱五千人的那天 我倒是在场 他若不是 还有谁能呢 我吃了一条鱼 我还亲眼看见 他医好一个瞎子 感情上帝就是那位名叫耶稣的 就在那 公元二十世纪 镜头一到美国一个小镇 美丽的教堂 拍摄教堂座椅上 会众的脸 旁白者发生今日 上帝又是什么模样呢 圣经新约要我们相信 答案就是在那座平凡的教堂里 那群座椅上 平凡的会众 上帝就在基督身上 是一回事 然而在我们身上 可能吗 要感受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圣经从头读到尾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一气呵成 好像我在科罗拉多 那些下雪天所做的 旧约描述 这位有大能威严宇宙的主宰 充满圣洁 火焰 还有极深的情怀 接着的四福音书 记载耶稣在世的生活情形 但是从使徒行传下来 圣经就突然变成 一连串给人的书信 给希腊人 罗马人 犹太人 做奴隶的 当主人的 男的 女的 老年 小孩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但是却对读者有一致的认同 都称他们是在基督里的人 教会不是别的 只是基督 切实在其中 无数的一群人 彭霍费尔如此说 使徒保罗 就用基督的身体 来形容这一群人 他看见 有一种新族类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表彰 上帝自己 保罗还认为 这其实就是上帝 一直以来要完成的目标 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 上帝的灵 住在你们里头吗 保罗 在写信给 哥林多那群 混乱失序的人时 这样说 对犹太人而言 上帝的殿 是座建筑物 是上帝 在地上居住的所在 难道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是以为 上帝搬家了 圣经中出现三个殿 把它们综合起来 可以看出 其发展过程 上帝 以圣父 圣子 圣灵 三种位格 显明他自己 第一个殿 是所罗门王 所建造的雄伟圣殿 后来西律王又重建 第二个殿 是耶稣的身体 而第三个殿 就是以人所行塑 而成的殿 托付 他似乎并没有做哪一样 足以在创造物中 代表他自己的东西 他乃是指挥我们 慢手慢脚 笨拙地去做出 他转瞬间 就可以漂亮完工的事 创造 从头到尾 都好像一场托付 授权 我想 这大概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一位给予者 这三个阶段 圣父 圣子 圣灵 表达了上帝与人的关系 亲密程度的进展过程 在旧约西奈山上 人们不敢亲近上帝 而央求摩西 代表他们去夜见上帝 而到了耶稣的时代 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 与他交谈 可以摸他 也可以害他 然后到了五旬节 这群曾经离弃耶稣的门徒们 竟然成为上帝居住的对象 而且不可思议的 耶稣居然还把神国托付给他们 还有我们 但是不谈也罢 有关圣灵的 模棱两可的认识 还得与现实中教会刺眼的现况 相调和 看看教会的光景 难道上帝的心意 就是如此景况 任何托付都会带着冒险性质 做主人的 就懂得这个道理 当你交托某人 去做一件事时 你就必须放手 当上帝借我们劝时 他冒了极大的嫌 我们可能是一群 极差劲的代表 贩卖奴隶 十字军东征 屠杀迫害犹太人 殖民主义 战争 三K党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打着都的旗帜 而进行的 上帝要去爱了世人 上帝要呼唤回归的群众 根本见不到上帝的踪影 因为挡在路中间的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脸 然而上帝愿意冒这个嫌 因为他要世人 透过基督徒来认识他 有关圣灵的教义 就等于是在探讨教会 圣灵住在我们中间 这种设计看来 好像是上帝的鱼桌 如同保罗在一处圣经说的 但布耶赫那对这样的鱼桌 却叹为观止 敬愿选招这类人 来做他的圣工 脑筋不灵光的 不配的 无能的 自命清高的 自命不凡的 怪里怪气的 疯疯癫癫癫的 胆小鬼 好色之徒等 但保罗接着却说 上帝的鱼桌总比人智慧 身处于这群有瑕疵的 平庸的教会群众中 我们自己就是教会中 那匹脑筋不灵光的 不配的 怪里怪气的人 但仍期盼要调和成圣经所说 有关基督的身体 那个伟大真理 不过圣经总是不会看走眼的 先思考两个例子 一 我们在世上代表上帝的圣洁 圣洁 超乎一切 构筑了人与上帝之间广大的距离 也就是至圣所布曼内的那片近地 但新约坚定地表明 那次巨大的阵列 已带来天旋地转的改变 全然圣洁的上帝 如今静注在非常不完全的人里头 又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 所以圣灵就服在我们的行为下 我们可以欺哄圣灵 让圣灵担忧 并且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我们选择走错 按字面意义 我们也就是挟持了上帝走错路 没有别处的圣经 比哥林多前书六章 更有力地诠释了这奇特的真理 保罗痛则哥林多教会好色赵记的会友 他逐一驳斥他们自圆其说之词 最后他肃穆地警告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保罗义正词言地责骂 借着毫不犹豫的作解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你即使不是圣经的教师 也能看出这么强烈的对比 但在圣灵的时代 上帝是把他的荣誉 甚至精髓都托付给我们 我们在世上体现上帝的道成肉身 临到我们的一切 也就临到上帝自己 二 我们在世上从事上帝的工作 或更正确地说 上帝透过我们来做他的工 不过 当你要全事时 张力就来了 奥古斯丁说 没有上帝 我们不能做什么 没有我们 上帝也不做什么 同样的思路 保罗也说 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以及另一句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无论这两句难解之经文 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至少都与一切都交给上帝的态度 是相对立的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 上帝为他们奇迹式的 预备食物 水 甚至连鞋子也没穿破 耶稣也一样经常直接满足人的需求 许多现代的基督徒 说到那些令人振奋的故事时 都会有向往之情 甚至失望 为什么上帝现在不这么做了 为什么他不神奇地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是到了新约时 上帝做工的方式就转变了 比如保罗被关在酷冷的牢房时 他转向他的朋友提摩泰提出照顾肉身的需要 带那件外衣过来 还有书卷 还有马可 他一直与我有意 当他遭遇其他患难时 是借着提多的探望而得到上帝的安慰 当耶路撒冷遭遇饥荒时 保罗还要到处募款来周济解困 上帝仍满足初代教会的需要 如同满足以色列民 只是以间接的方式 透过教会肢体来供应 而且保罗也没分别说 这是教会做的 那是上帝做的 如果这样分 就是弄错了他一直强调的重点 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做的就等于是上帝做的 保罗之所以坚信这个道理 可以追溯到 他第一次与神戏剧化的会面 当时他热心迫害基督徒 是个恶名昭彰的大捕头 但在往大马寺的路上行走时 有大光照着他 使他三天瞎了眼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逼迫你 逼迫谁 我不过是追捕那些异端基督徒 主啊 你是谁 扫罗终于问道 扑倒在地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这个句子等于替圣灵 所带来的改变 做了一个总结 几个月前 耶稣才被处死 扫罗所捉拿的是基督徒 并不是耶稣 但是复活的耶稣 让扫罗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他的身体 凡伤到这些人的 就是伤到他 这是使徒保罗 永至难忘的一刻 想到这里 我不得不联想 这个道理会怎么应用在我个人身上 有关圣灵的真理背后 有极重要的含义 可以解决本书所探讨的问题 我的朋友理查德问 上帝到底在哪里 请显示给我看 我要见他 其实 这个问题部分答案应该是 如果你要见上帝 那么就看看 那些属于上帝的人 他们是上帝的重身体 他是是基督的身体 尼采对这个挑战曾如此说 如果我也信耶稣为救主 他的门徒 一定会看到更多人得救 但如果理查德能认识一个 像特雷莎兄女一样的圣人 充满了仁慈与恩惠 也许他就会比较相信上帝 因为他很像上帝 也在做上帝的功 但是理查德并不认识 特雷莎修女 他认识的是我 而这又是关于圣灵 最让人低头敬畏的教义 理查德也许一生 永远不会在风中 听见上帝的声音 来回答他的问题 他也不太可能会在 有生之年看见上帝 他能看见的就是我 二十 达到最高点 如果能够排除 对圣经先入为主的认识 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读 就会读出像下列这样的情节 起初上帝就是灵 创造了一个很广阔的物质世界 在上帝奥妙的创作中 只有人类与他相似 也就是具备上帝的形象 这种形象固然是一种特殊的赏赐 但也是一种负担 具有灵性的人类 虽然可以跟上帝直接沟通 但是这种灵性也赋予他们自由 可以选择违抗上帝 人类果然违抗了上帝 于是从违抗上帝的那天起 亚当夏娃里头的灵性就死了 他们的肉身虽然还继续活了好几年 但是他们却失去了 可以自由敞开与上帝联合的灵性 圣经接着就记载一连串 上帝怎么使这失落的灵性复原的故事 他先从亚当这一家开始工作 然后挪亚一家 最后是亚伯拉罕一家人 成为旧约的中心主轴 期间圣经刻画的上帝 有时候像个汝羊小孩的父亲 有时又像个热烈追求的情人 但通天不变的是 他一直在找寻如何突破 到达人间 失所失落的可以复原 然而综合整个旧约记载 除了极少数例外 大部分都失败了 直到新约时代 上帝做了个大变动 以耶稣降生的方式 来入侵人类的历史 耶稣代表一个崭新的开始 他被称为第二亚当 也就是一个新人类的领导 于是借着耶稣 上帝终于拆毁与人之间的鸿沟 可以让人类与他和好 耶稣离开世界之后 在五旬节时 上帝的灵降下 并且充满在人身上 从此 人类失落的灵性 就在被找寻归回 上帝如今采取 居住在人里面的方式 而不是只在园中 与人同行而已 这时你不必读很多新约中的书信 就可以感受到那份兴奋的气息 保罗的表达在强烈不过了受造之物 切往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 他描绘出整个宇宙都是屏息 要看地上的大事 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彼得还急忙补充说 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按照新约的记载 这些无名小族逐渐扩散到 撒玛利亚 希腊 埃塞俄比亚 罗马 西班牙等地 从事着扭转历史的伟业 再为上帝把所有受造之物 重新恢复原貌 为什么会更好 当我着手写作本书时 既已打定主意 要坦诚面对问题 因为我是要为那群希望幻灭 期待落空 感觉受骗的信仰追寻者 而写 所以坦白地说 要这群大失所望的人 感受到新约作者的热情 的确困难 比方我的朋友理查德说 他不想信了 因为上帝的运作方式 太隐晦了 他渴望的是 干脆利落 要么想焚烧荆棘 要么想分开红海 上帝百般的智慧 借着教会彰显出来 你最近去过教会看看吗 耶稣倒蛮能让人钦佩的 环绕上帝荣耀 宝座的云彩也能叫人扑倒 但是就凭教会那负德性 新约所说的和我们每日所观察的事实之间 着实有很大的差距 有些人或许会解释说 保罗所说的教会是新约初期的教会 我们现在的教会已经离理想差得太远 对于这种说法我实在无法苟同 因为新约书信所写的对象 原本是一群拜天使 偶像或是盗贼淫妇之类的人 但他们归信之后 上帝就住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 哥林多教会哪里像个理想教会 粗里粗气 顽固到极点 其败坏 堪称无可匹敌 但保罗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最生动的描述 就是出现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 我也不想再拐弯墨角演示 就直接了当地问了 这历史历代已业 上帝到底想成就些什么 如果我们可以向一家公司 提出类似损益分析的计划表来 那么这份计划的损合意各当为合 对上帝和对我们 上帝要付出的最大的代价 大概就是教会的各样缺憾 就像他被称为以色列的上帝所得到的名声 如今他照样把自己的领委 搬给毛病摆出的世人 看看哥林多教会 南非的种族纷争 北爱尔兰的流血事件 北美步道家的炸击新闻 就足以证明 教会根本距离上帝的理想太远 而世界上的人 却以这些佩戴着上帝名分的人 来批判上帝 绝大部分人类对上帝的失望 来自对基督徒的失望 塞尔斯曾说 上帝为了拯救世人 遭受三大屈辱 第一就是倒成肉身 穿戴人类有限的身躯 第二是十字架 忍受公然的迫害 而第三就是教会 上帝居然设下自己 把自己的声望名誉 寄托在一群平庸人的身上 不过 同时也因为上帝的灵 以一种我们肉眼无法得见的方式 充满在平庸人的身上 就帮助宇宙世界复原 位于上帝的管理之下 我们的悔改 使天使欢呼 我们的祷告 也能使高山移动 上帝的收益 我们可以从上文提过的 路加福音第十章得知 我曾看见撒旦 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这也是耶稣 听到他拆出去的那七十位 回来传捷报时 他欢喜地宣告 他的反应 好像一位父亲 身以儿女超乎预期的表现 为傲 我们可不能推演过度 以为上帝需要我们的合作 而是他宁可拣选我们 在地上做恢复受造物的工作 就像我的头脑 使用手臂 手指 手腕 来写这个句子一样 他选择人类成为复原任务的工具 也就是保罗常用的比喻 基督的角色 是身体的头 带领指挥身上的各肢体 来行使他的旨意 要了解上帝的收益 就要思考先知书中 我们读过的 对上帝的两种比拟 如父母 又如恋人 这两种人际关系 都包含了 上帝在寻找人类时 共通的特性 用一个字来表达 就是依靠 依靠是这两种关系的共同点 也就是分歧点 怎么说呢 对一个小婴孩而言 依靠是他生命的全部 他靠别人来照顾他的一切需要 否则就会死去 父母亲半夜被吵醒 处理他的吐血物 训练他上厕所 各式各样的麻烦事都做 但却是出于爱心 因为知道 孩子需要完全依靠 他们才能生存 但是做父母的 不会永远这么做下去 老婴会推小婴出鸟巢去飞翔 做母亲的会断奶 而拒绝孩子吸吮 正常的父母亲 不会永远想要孩子依靠他 一个父亲不可能 老是推着女儿的拖车走 必要叫他走路 虽然明知他有一天 可能会走势 好的父母亲 必然是渐进地 把孩子从依靠的心态 推入自由独立的境界中 而情侣之间 却刚好走相反方向 一个人本来很自由 但是为了爱 就选择放弃这种自由 而变成对方的依靠 就像圣经说的 彼此顺服 任何一对夫妇都能告诉你 在夫妇相处的过程中 彼此顺服是天天的事 在健全的婚姻关系中 双方会很甘心 出于爱来顺从对方的要求 相反 在不健全的婚姻里 顺服变成一场 你争我夺的权力拉扯战 由这两种人际关系的 不同点显示出 在人类历史中 上帝一直对人所期待的是 上帝并不希望 人对他像孩子般 无助依赖式的爱 毫无选择 他所渴望的是成熟 且能自由付出的 情侣式的爱情 他一直都想成为 我们的情侣 他从以色列国身上 没有得到这种成熟的爱情 上帝用手肘不断地推这个年轻的国家 希望他们能长大成熟 到了应许之地 玛纳就停住了 上帝已给了一块新地 他们必须自己耕作所需的食物 但以色列人的反应 却依旧幼稚无知 不但不体会上帝的心意 反而去敬拜生育之神之 上帝想要个爱人 却换来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孩 那么现在圣灵的时代 又如何呢 上帝是否就得到爱人 而不是孩子了 令人诧异的 新约的回答 居然是肯定的 这些新约中 好像样品目录的句子 显示上帝在新约中 看我们是毫无电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无可指摘 诚实无尾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邪 已经得亲近了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你们也靠他同辈建造 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事实上 圣经呈现出 当平庸的世人 与上帝的灵相结合 就成了创造中最崇高的成就 上帝一直以来的目标 就是要装备我们 以成就他对世人的旨意 如此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有一日必会达成 收复整个世界的目的 我们会得知什么 然而 这么宏大的计划 要做上帝的总代理 万物之灵 代表上帝对我们而言 却是不实用的收益 上帝的计划 对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而言 各有哪些损益呢 我们依旧活在一个 被痛苦 悲剧和失望 所诅咒的世界里 就如我以前介绍过 这种亲密性 从西奈山冒烟到耶稣这人 再到圣灵的内住 已跃进了好大一步 但上帝似乎从那种 直接参与中抽身了 因此有些人会怀念旧约时代 上帝用比较明显的插手的方式 旧约叙述的是 上帝签了具体的约 以具体的智慧 来保障身体的安全和繁荣 新约却没有 圣灵虽好 却看不见 这种由看得见 转变为看不见 对有些人 比如理查德来说 是极大的损失 上帝不再在云中显现 我们失去了眼见上帝存在的证据 这种情况 因而使人对上帝的失望 更长远流传下去 在古时 西伯来人要知道 战争怎么打 盖圣索要用什么木头 大祭司都有方法 知道上帝的旨意 而现在单单美国 就有1275个宗派 要大家同意 上帝对某件事的旨意如何 那简直就是不可能 比起当年在旷野的犹太民众 或跟随耶稣的初代使徒 教会中不同的声音 就是现今教会 需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这么说来 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律法和圣灵之间的差别是 一个是死 一个是生 一个是奴役 另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终身做孩童 另一个则是长大成人 到底谁会想念过去的日子 新约 尤其在西伯来书 罗马书 及加拉太书中 对此有深切的剖析 我几乎可以感受到 使徒保罗激动地响应着 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问题 什么话 你疯了不成 还未有什么好处 你先回去翻历末记 民数记 生命记 把他们一口气读了 我们再来读吧 你怀念古代那些美好时光是吗 谁愿意再回去面对那种日子 每天要对自己永恒的命运 提心吊胆 还要小心翼翼 提防一不留心犯了哪一条诫命 必须得靠着那一大串礼仪 献祭 穿戴上十分麻烦的祭司服 大祭司才能亲近上帝 你还怀念这种日子 告诉你 我费了大半生 想搞好这些要求 你想要 换给你好了 套用保罗的话 旧约的方式是纳克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 是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谁希望永远留在幼儿园 我们不向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 不能定情观看 逐渐消失的光辉 主就是纳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上帝的计划 包括一些冒险 对我们而言 要冒独立自主的险 以信心和顺服 跟随一位看不见的上帝 对上帝而言 要冒我们永远不愿意 长大成人的险 也就是冒我们不会爱他的险 显然上帝在衡量轻重之下 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三位一体的合音 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整体计划 看成一连串声音给结合 第一种声音 如雷贯而响彻云霄 又如嘉密山祭坛的熊熊烈火 没有人可以否认它 奇怪的是 虽然听见的人无不害怕 就如当时在西奈山下 或嘉密山上的以色列人 但是等声音消失之后 人便忽视它 很少人会想去寻找那种声音 而且当声音寂静时 更少人会去记得它 到了耶稣的时代 这个声音就转了掉 变为道成肉身 上帝的声音 是一个犹太相见人的声音 一个很平凡的人生 虽然说话时带着拳柄 但不会把人吓跑 它微弱的声音可以引发争辩 也可以穿透人心 等耶稣离世之后 声音又换了个形式 在五旬节时 舌头 说话的器官 如火焰般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这个声音浸得像呼吸一样 柔和地像讲悄悄话一般 这种声音最容易消灭它 也最容易让人忽略 所以圣经说 圣灵可以被消灭 可以令它担忧 试试要消灭摩西所见的荆棘之火 或者熔掉两条山的山岩 不过 圣灵也是一种最亲密的声音 在我们软弱 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圣灵可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祈求 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 这种叹息 就像妇女生产时 所发出的呼声 新生命创造过程中的阵痛所 自然产生的声音 圣灵不会把对上帝的失望感挪开来 从圣灵的各种名字 带求者 帮助者 辅助者 劝慰者 来看 暗示着问题还会存在 但是圣灵是凭据 保证那将要来的一切 它提醒我们 这些失望 只会是暂时的 是永生的前情 在重建新天地之先 必须经过的一环 《新约圣经》有两处记载 比喻被圣灵充满 好像酿酒一般 这两种罪 都会改变你对现实磨难的态度 但两者却截然不同 很多人喝酒 是为了忘掉失业 生病 悲惨人生的痛苦 而来到幻想世界中 自我陶醉 然而醉酒会醒 会再回到 没被改变的现实中 但是 圣灵以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 的确存在着一个世界 那个幻想世界是真实的 当我们醒来时 会永远地 进入那个最真实的世界里去 卷二 在黑暗中看见 二十一 打扰 一天夜晚 我坐在地下室的书桌前 准备为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拟出大纲 做个复习总结 过去几年来 我收集了有关这个主题的 许多材料 现在我开始逐一翻阅 想从圣经的观点 再一次来看这些资料 我一边工作 一边回想 我与理查德在客厅 第一次听他提出的 三个大问题 上帝的公平性 沉默不语 和隐藏不露 这些问题 导使我要从整本圣经 去找出蛛丝马迹 当我刚开始着手时 我期待找到一位主动的 必要时 能看到他卷起袖子 呼风唤雨地 介入我的困难的上帝 至少 这位上帝 不要这么不动声色 深藏不露 神秘兮兮 这要求一点不算过分吧 但是圣经 却令我惊讶 清清楚楚地看到 那些经常有神迹的世代 却没有滋长出长期的信心 相反地 大多成了 没有信心的理证 我欲研读圣经 欲不可想再生逢玛拿 火球的美好时光 更重要的是 我在圣经中还瞥见上帝的一个观点 上帝的目标 不是要以彰显神迹来扫除我们的疑惑 而是可叛与世人和好 向世人表达爱 也被世人所爱 圣经清楚地显示出 上帝为了突破隔阂 又不至于惊吓到有罪的世人 他所做的一连串努力 从圣父对希伯来人 如父亲般地呵护 到圣子耶稣降杯拘救 而非高高在上地来教导我们 认识上帝的旨意 再到圣灵来充满我们 真实地成就了上帝的灵载 因此 我们如今活在这时代 绝对是上算而不是失算 这是奇妙的特权 因为上帝还选招我们 把在地上实践上帝旨意的责任 单单托付给我们 当我从圣经的这些观点 再来整理我的写作纲要时 一股热情油然而生 接着 在浏览另一堆纸张时 看到了梅格 吴森的一封来信 我认识梅格有十多年了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一位牧师的太太 也是一位不错的作家 然而 当我想起她 就不由地悲从中来 吴森夫妇有两个孩子 佩琪和求医 两个都患有先天囊状 纤维变性 两个小孩不管吃多少东西 都是尝得瘦瘦干干的 而且不停地咳嗽喘气 每隔每两天 得给他们垂胸排弹 每年 他们还得花好几个礼拜 在医院里头 而且知道 两个孩子很可能 在成年之前 就会不治而死 求医这个聪明快乐的美国男孩 在十二岁时果然去世 而佩琪意外地活得久一点 我曾经跟梅格迫切地为佩琪祷告 虽然明知过去没有这种病的医治的神迹 但还是祷告 请求上帝医治 佩琪就这样经过好几次危险 而度过高中 并上了大学 好像健壮了些 我们都还以为佩琪真的得了医治 不料 奇迹还是没有出现 佩琪在二十三岁那年 终于病逝 这封信就是梅格在佩琪死后不久写给我的 我一直想找个人讲佩琪临死前的一些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觉得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叫我一定要说出来 由于我不想再打扰我在这里的朋友 所以除你以外 我的对象很有限 在佩琪最后一次住院前一个礼拜的周末 她听到她的牧师 以用威廉、巴克莱的一句话 兴致勃勃地跑来跟我说 而且还写在一张卡片上给我 这句话这么写道 忍耐不只是一种忍受困难的能力 而是能把困难化作荣耀 她还说 牧师一定是度过了一个很艰苦的星期 因为当她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大声抬了拍讲桌 而且把头转过去哭了起来 佩琪后来就住院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一点也没有起色 一天 她望着记在她身上各种医药器材 对着我说 嘿 妈 记得那句话吗 然后 她看看周围这些管子 还有挂在她嘴角的那条 点了点头 显然很兴奋地睁大双眼 要在她身上 实验这句话的真确性 她的决心 持续到她最后一口气息 有一回 她学校的主任来看她 问她有没有什么 特别要带导的事项 由于她已经不太能说话 所以就暗示我告诉她 有关牧师 所以用巴克莱的话 祷告上帝让她面对的困境 可以化为荣耀 在她去世的前几天 我坐在她的床檐 突然她痛苦地大叫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 一阵阵扎心的哀叫声 护士们都急忙跑来帮助她 替她按摩 安慰她 这些都让她较为舒服 我很少见到如此关切之情 甚至她的特别护士 好友温迪说 如果可以救活她 愿意分一个费来救她 护士可以做的 人可以做的都洁尽了 剩下的只有上帝能帮助她 这个愿意奉献自己给上帝 甚至愿意为上帝的荣耀 而死的年轻女子 上帝却决定袖手旁观 让她的死亡 在此疾病可怕的统计表上 再多加一笔 菲利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种时候 谈疼痛会带来什么好处 实在无济于事 甚至说 上帝大多数时 只认疾病猖獗 这种讨论也无济于事 因为如果说她不会袖手 对人间疾苦 她可以决定插手或不插手 那么至少对于佩琪 她是选择认死病猖狂肆虐了 有时候 我的反应只有哀伤 和从未有的愤怒 但是尽管表达了这些情绪 还是无法解除 心中的痛苦和怒气 佩琪从来就没埋怨过上帝 那不是因为她虔诚自治 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想过 要埋怨上帝 连我们这些同她 一起度过死亡的人 在当时也没有埋怨 我们都被稳稳地拖住 上帝的爱是那么真实 没有人能怀疑或抗拒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事 是试图想对佩琪的遭遇 和我的痛苦找些答案 那么我只能再说一件事 是她的为父 告诉我我在这里 帮助我经历了上帝的爱 只是我也在想 当面对这种情况 她是怎么能做得安安稳稳 且不动声色 想到这里 我才发觉 我从来就没有像任何人 这样表达过 因为害怕会影响别人的信心 你不要觉得 必须跟我说一些 让我好过的话 我已经很感激 你能听我诉苦 大多数的人恐怕不太晓得 这是多么帮助我 读完梅格的来信 那天晚上 我再也无法工作下去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老问题再次在我心里翻腾起来 那些社会不公 祷告未蒙英云 身体得不着医治 还有数不清的不公平的事件 等种种问题 都涌上心头 理查德的心结 像一股情绪的浪潮 不断袭击而来 梅格无助地 在女儿的病床边所感受的 更是令人心碎 我虽然已经研读圣经 看出上帝对世界的观感 知道当一个上帝是什么滋味 不过虽然知道 却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 上帝崇高的心意 然而 梅格的信 迫使我转变 要在本书第二阶段中 所采取的探讨方向 因为 从上帝的角度来衡量探讨 固然很好 但是 我们的角度 也应该考虑 之前我已经探讨了 当一个上帝是个什么滋味 梅格的信 让我回转来想 当一个人 又是个什么滋味 他的问题 不是头脑懂不懂的问题 而是心灵如何感受的问题 一个眼睁睁 看着孩子 被可怕的病魔夺爽的母亲 同时又是个 相信上帝 是慈爱的父亲的基督徒 他怎么把这两种感受 结合起来 那个晚上 我知道我这本书 还没有写完 光是神学的观念 并不能有多大价值 除非能和 类似梅格这种 被忧伤诱线 但仍摸索到 上帝的爱的人对谈 我回想起约翰 恶普代克的小说人物 那位屡战屡拜的牧师 所说的一段话 有些是弄错了 我根本没有信仰 或者应该说 我有 可是他不实用 理论当怎么应用 我们对上帝能有什么期许 二十二 问题在于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 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像 他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约伯记一章八节 这儿有一间教会 所以我就去了 每个礼拜天上午 我离家信部 严魄而下 来到葱树林间 有着白屋檐的教堂 某个主日会众 大约有二十人 我是唯一一个 年龄小于六十岁的 感觉好似再参加一支 俄国的考古旅游团 会友来自各宗太 牧师是公礼会的 穿了一件白衬衫 他对上帝认知颇深 有一次 当他在一段冗长的 为世界各地的带导 比如 为国家领袖求智慧 为悲伤受苦者求盼望和怜悯 为受压迫者求援助 以及求上帝祝福 所有的人等等 中途 他突然停住 蹦出一句 主啊 我们每个礼拜 都在为这些带求 说完这突如其来的 一句话之后 他又继续带导下去 这一点 让我十分欣赏他 迪勒 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没提 圣经上的一卷书 这卷书 就是探讨那位 公礼会的牧师 理查德 梅格 和其他人 所提出问题的一卷书 读完梅格的信件之后 我不由地拿起这卷书 《约伯记》 来好好读一读 尽管《约伯记》 可能是圣经中 最古老的书 其写照 却最现代 他描写一个人 无端地面临宇宙中 最深的灰暗 预告了现代人的困境 很多人在拒绝圣经中 所有其他的记载之后 总会再回来读约伯记 找寻一点启示或灵感 而全书一直重复的主题就是 良善的上帝 为什么会容许苦难存在 当代英国小说家斯帕克 在他的书 《仅此疑问》中 是此为 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苦难的问题 尽管摩登 但古老的约伯 却把它表达得淋漓尽致 理查德曾经埋怨 失去未婚妻 工作和美满安定的家庭 梅格在失去儿子 女儿时痛苦地要呼喊 但比较起来 仍不及约伯失去的多 七千头羊 三千头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只母驴 还有无数的仆人 最惨的是 在一阵狂风之际 他的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全部丧失生命 最后 约伯最以为宽慰的健康 也遭受打击 从脚掌到头顶 长满了毒疮 一夜之间 这位东方的伟人 一下子变成最可怜的人 约伯可说 是探讨对上帝失望 这个主题 最先锋的个案 似乎把理查德 梅格或任何人 可能对上帝会有的失望 都预告了 有位美籍的犹太拉比 写过一本书 当坏事轮到好人身上 约伯记早就提出 担保最坏的是 会临到最好的人身上 一种误读 以前 如果在我读约伯记时 你来问我 约伯记在讲什么 我会很快地回答说 每个人都知道 他在讲什么 这是圣经中 处理苦难最完整的一卷书 他讲哀伤于恒 他讲痛不欲生 没错 整卷书都绕着 受苦这个主题 从第三章到第三十七章 都没提到行动 只是五个针锋相对的人的对话 约伯 他的三个朋友 还有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跑出来的 以利户 这些对话就是有关苦难的问题 他们一致试图找出 这个不幸的大灾难 为什么会临到这个 本来居住在大宅院 如今却在一片炉灰中 绝望痛苦约伯身上 如今看来 我实在错读了约伯记 说的更明确点 我根本没有拿整本书来仔细考虑 虽然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谈苦难的问题 但我相信 这并不是约伯记真正讨论的主题 苦难只是故事的部分 而不是重心所在 就像蛋糕有蛋 面粉 牛奶 发粉等配料 但这些配料 是为了做一个蛋糕 约伯记不是重在苦难 而是用它当作配料 来探讨更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约伯记基本上是以最严厉的方式 来探讨信心的问题 我会有这样的结论 主要是根据第一二章的情节 说明约伯在地上的戏剧 是如何由天上的一场戏剧延伸而来 我曾经把约伯记看为 世人对上帝大师所望时的一场表白 好像没格的 只不过更长 更详尽 再加上圣经章节罢了 但是 当我在详读时 发现它其实不是在表白人的观点 上帝是圣经的主角 约伯记这一卷书 最清楚地代表了上帝的观点 我觉悟到 我过去只从第三章读起 换言之 那只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 让我慢慢来解释 如果把约伯记看成是一出神秘侦探故事 会帮助我们更深了解 这出戏在公演前 导演对我们这些观众解释作品 就好像适应记者会 他还介绍剧情和剧中角色 谁做了什么 以及为什么剧情要如此发展 并且解释剧中一切神秘的部分 只差一个没讲 就是主角会怎么反应 约伯会信靠上帝 还是会否认上帝 当舞台上的墓被揭开来 各个角色都各自站在台上 除了剧本之外 他们都不知道 之前导演跟我们讲了什么话 也就是 我们台下这些人都知道剧情 只是主角侦探约伯 却毫不知情 他花大半的时间 在问一些 我们这些在台下的人 已经早就知道的问题 他一瓦边刮痒 问着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我会遭遇这种事 上帝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对我们观众而言 约伯的问题 应该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 知道答案是什么 约伯做错了什么 答案是他根本没做错什么 他是代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人 上帝不是称他是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 那么约伯为什么遭遇苦难 当然不是因为上帝惩罚他 而是在属天灵界的一场争辩中 他被选择当主角而已 堵住 这么说来 我起初之所以会把约伯记 读成这么偏差 我想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第三到第三十七章 那股滔滔不绝对人类困境的质变 把人卷入那种决立场中 而忘了问题的答案 其实在第二章中已回答了 另一个原因是 前面这两章的确很令人费解 许多解经家在看这段经文时 总不知如何解释才好 有的甚至于干脆说是后人添加的 两章中的对话显示出上帝和撒旦卷入了 你几乎可以在注视上看到有人脸红 没错 就像是一场赌局 回顾约伯一切的灾难 追根究底 就像是这两极力量之间的一场赌注 开始时 撒旦宣称 约伯是被宠坏的人物 他之所以对上帝忠心耿耿 只不过是因为上帝四面为上 礼罢维护他 撒旦计较上帝 因为得不到爱 所以用贿赂向约伯这种人的方式 来叫人跟从他 撒旦指控说 如果事情一不顺心 这种人一定会很快就离弃上帝 于是 上帝接受撒旦的挑战 同意让约伯的反应 来验证撒旦的理论正确与否 就这样 灾难就一件件临到可怜的约伯身上 我当然不能否认 这种天上竞赛听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 约伯记的这场赌注 也着实让我们得以窥探一点 属于永恒境界的事 当人类遭受痛苦 满怀一团 就像约伯不断被疑问所折磨 而发出为什么会临到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帝顾念在乎我吗 到底还有没有上帝 之类的问题时 只有这个时刻 借着叙述约伯的困境 我们这些旁观者 才稍微窥见了幕后的情景 约伯记的开场白 提供了一点背景 让我们知道 世界是怎么被主宰的 整本圣经 只有约伯记显出上帝的观点 把一般向我们隐藏的 超自然的活动 稍微显明出来 乍看之间 约伯仿佛在审问上帝 控告上帝 对无辜人不公平的行为 他的气氛 讽刺 被出卖的痛楚 因而激进亵渎的言辞 听起来很熟悉 很现代 几乎把我们 对上帝最深的埋怨 表达境界 然而 不管约伯是怎么想 第二章里证明 上帝不受审问试探 而是约伯在受考验 全书的目的 不在苦难 痛苦时 上帝在哪里 因开场白已交代过这问题 全书的主题 在信心 痛苦时 约伯在哪里 约伯会有什么反应 要想了解约伯记 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要信靠超自然的那一位 并不是信以为 在今世过完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之后 还有比这世界更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 在等着 也不是信以为 在今世过完了 几贫穷困的一生之后 会有无比美好的一切 在等着补偿 而是相信 超自然的那位 此时此刻 就是最伟大的存在 艾略特 二十三 宇宙中的角色 人算什么 你竟看他为大 将他放在心上 每早见察他 时刻试验 约伯记七章十七节至十八节 有人说 对某些神志而言 我们就像夏日的飞营 南海随手就可打落 又有人说 如果天赋不许可 麻雀的羽毛 一根也不掉落在地上 怀尔德 The BRLDG of St. Louis Ray 对我那位写过一本 有关约伯的书的朋友 理查德而言 约伯这位古人 就像个英雄一样 胆敢跟伟大的上帝较量 有一次 我听他讲完 约伯是如何勇气可嘉之后 我跟他提起 约伯是个赌注的看法 结果他很生气地说 如果是这样 我只能说 约伯付出了地狱般的代价 不过是为了让上帝觉得舒服点 说实在的 起初我也难免有这种情绪反应 毕竟上帝用强盗 大火 狂风 毒窗等方式 在约伯生命中 玩一场天上的竞赛 总不能草草解释两句就算输 上帝要赢一场比赛 干嘛如此大费周章 就像荣格在他那本 有关约伯的讽刺性的书中 所问的一样 要下一只老鼠 值得动用狮子那种庞然大物吗 然而 当我进一步研读约伯记 我发现我把事情发生的景象 放错了地方 原来较量的地方 不是上帝与约伯之间 虽然上帝把约伯这个人 引在中间 但上帝与撒旦才是主要的出赛者 从书中 前面后面的几章记载中 很清楚指出 约伯在看不见的世界里 正在一群旁观者面前 做关键性的演出 搅动全宇宙 这一场读景 让我联想起圣经的其他地方 有一些可以看到 幕后景象的类似记载 比如启示录第十二章 就描写一场更奇怪的比赛 一个孕妇 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被一条拖着天上 三分之一星辰的大红龙 相对抗 那红龙等待着富人生产之后 要吞噬他的孩子 结果战争打到旷野 有条蛇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 想将富人冲去 这是一场天上极剧烈的征战 几经家对这段 记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大部分都同意 这个怪异的景象 是由于耶稣降生在 伯利恒所引起宇宙间的纷乱 也就是说 启示录第十二章 代表圣诞节的另一面 跟马曹 牧羊人 婴孩被屠杀等景象相对应 它们两者都是 圣诞节的真实故事 只是层面不同 福音书是从属地世界的角度 来描写圣诞节 而启示录则是从看不见的属灵世界 来做细节性的叙述 这两个世界在耶稣所说的三个故事中 也有很生动的结合 那就是迷羊 诗前及浪子的故事 三个故事都有相同的重点 当罪人悔改时 天上要有大欢呼 今天我们透过电视转播 可以看见葛培里布道会中有人 走到台前 决志悔改信主的情形 但是耶稣的故事暗示 有一种超越摄影机所能拍摄的景象 就是在看不见的灵界中 阴人的悔改 有极大的宴席百开 正欢悦地在为此事举行盛大的庆祝 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存在 就是今日信心与否的分野 有许多人起床 吃饭 开车 工作 打电话 养孩子 又上床睡觉 从来不想一下那看不见的世界 但根据圣经 人类历史不单是朝代人士的兴亡 同时也是宇宙战争的舞台 在看得见的时间里 一桩似乎平常的事故 可能在看不见的世界里 有着不寻常的影响 《路加福音》第十章中 记着七十人的短宣 使撒旦从天上像闪电一样坠落 第十五章中描述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要欢喜快乐 启示录第十二章 谈及一个小孩的出生 搅动了整个宇宙 而这些变动影响 却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 除非是像《约伯记》和《启示录》中 让我们惊鸿一瞥 而一个存在于肉眼世界中的凡人约伯 竟然被调派在一场考验中 带来重大的影响 他没有亮光来指引它 也无任何暗示告诉它 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不但存在着 而且对它很在意 就像实验室中的动物一样 约伯被选作解答人类 极重要的问题的关键人物 并且攸关宇宙历史 重要的一个片段 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在小小星球上一个小不点 居然能对宇宙有如此影响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正如来安慰约伯的最后一位朋友 以利户所以为的 你若犯罪能使上帝受何害呢 你的过犯加增能使上帝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 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你的邪恶或能害向你这类的人 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不过以利户是大错特错的 从约伯记的前后几章中证明 上帝是受这个约伯的反应 大大的影响 而且全宇宙都正濒临危机之中 约伯的故事是一个鲜明的例句 显示出地上的生活 与整个宇宙息息相关 当我刚开始研经时 免不了想避开这尴尬的第一章 可是如今 我相信 无论它是一场戏 或它已成为历史 这赌局提供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和盼望 可能是约伯记里最有力 最经久的教训 那就是一个人的信心 具备极重的分量 约伯记确定一件事 我们对试炼的反应如何 关系重大 我们个人信心的事 仅仅牵连在宇宙的历史中 塔斯卡尔说 上帝曾赐予我们 攸关大局的尊严 我们可能像以利户一样质疑 一个人能撼动什么呢 但圣经不断提醒我们 像约伯记的赌局 在其他信徒身上 也一样会发生 我们是上帝的展示窗 对不可见的世界的势力 展示他的作品 使徒保罗借用当时古罗马的斗士 进入竞技场的过程 来比喻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同一封信中 他更惊人地说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我们人类虽然只是宇宙 具体可见千万亿星球中 一个小小地球上的一丝灰尘而已 新约却坚持说 我们的事要决定宇宙的未来 保罗加重语气说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 万物的叹息劳苦 只有在人类变化之际 才得以脱离败坏 得享自由 大回传 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 人类的历史 全部发生在创世纪起头 和启示录末尾中间这段时间 而两者所描绘的情极为相似 几乎是同一笔画所勾勒出来的 有乐园 和川 上帝的荣耀 及生命术 历史的开始与结束 都在同一个地方 而中间的每一部分 就是记载如何挣扎着想 实惠起初所失落的一切 在乐园中堕落之后 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创造的上帝原先凭着自己 已经始无便有 造出奇妙的世界 现在 这个新工作就是再造 也就是上帝使用人 来重新再造人所破坏的万物世界 在起初的创造中 秩序是先有星辰 再有天空 海洋 然后有树木动物 最后才是男人女人 而在造中 就颠倒了秩序 先从人 然后再把其他万物恢复过来 从许多方面来说 再造比除造困难许多 因为他要仰赖有瑕疵的人 来进行 尽管他花了上帝最高的代价 上帝儿子受死 但上帝依旧坚持 要从下往上来 医治这个世界 而不是从上往下走 当我查考约伯记时 我发现这项赌注 基本上 还是在回答 上帝创造起初所发出的问题 人类会选择爱我 还是会选择反抗我 从上帝的角度来说 这是人类历史最重心的问题 从亚当就开始问起 一直到约伯 在到世上曾经活过的 每一个男男女女 约伯记的赌局 把所有人类都圈入这个誓言中 魔鬼撒旦否认人 有真正的自由 当然 我们有下滑的自由意志 亚当和所有他的后四 都证明这一点 但要上诉 要不计代价的信靠上帝 或者当信仰只是 境遇或条件的产物呢 约伯记的篇章 暴露出撒旦是第一个伟大的行为学家 认为人是被支配着来爱上帝的 如果把赏子拿走 他的信心就会垮台 但赌局把撒旦的理论拿来受检验 我认为 约伯的试炼 就是对人类的自由意志 一项重大的考验 古代如此 现代也如此 今天这属于行为主义的时代 以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串DNA的结构 基因群的本能 文化的条件 和一些历史潮流的冲击 所组合而成 但即使在行为学的时代中 我们宁愿相信 人类每天所做的千万次难以的选择 仍是算数的 约伯记也如此坚信 一个人的信心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人类毕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正如约伯为那些面对苦难的人 所设立的典范一样 人会对上帝产生失望 经常是因为遭遇到 类似约伯的环境而引起的 孩子的死去 悲惨的意外 工作的丧失等 带出向约伯所问的问题 为什么会临到我 上帝怎么会跟我作对 上帝怎么会显得如此遥远 不过约伯记的人 我们会知道幕后的赌注 但是等到试炼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就不会有这样的眼光 悲剧的来临 让我们陷入迷雾昏暗中 看不见幕后的情形 于是重演约伯的心境 上帝的名声 就得再一次受到成败难料的 世人的回应所驾驭 约伯信心的战场 是失去财物 家人 健康 我们面对的挣扎也许不同 事业失败 摇摇欲坠的婚姻 性倾向 差劲的身材 以至交不到朋友等等 我们因而希望上帝来改变 假如我长漂亮英俊些 事情就会顺利 假如我有更多钱 或至少找到一份工作 我就很容易来相信上帝 事实上 就像约伯记 最大的战场不在外面 而在我们心里 我们要不要信靠上帝 约伯记教导我们 当最难相信和最不可信的时候 是最需要信心的时候 约伯的挣扎 显示出圣经在别处 已经解释过的重要真理 我们的抉择 攸关全局 不仅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令人惊奇的 更攸关上帝和他所同管的宇宙 简言之 上帝已把参与大回转的工作 使宇宙从败坏中复原的尊贵权利 托付给我们这些泛夫走卒 我在本书中所提及的 所有对上帝大师所望的理由 各种癌症 各类死亡 各形各色的破碎关系 以及我们这个野蛮星球上 所发出的各种身仪呼救 所有这些残缺不全 都要被扫除尽静 我们有时难免会质疑上帝的头脑 等他等到失去耐性 但是旧约先知们 所有辉煌的预言 将来都要实现 而我们 你和我 就是被拣选协力 要来实现的人 再也没有人 曾经像约伯那样 把这世界的苦痛和不公 陈述得那么尖锐 也在没有人 对上帝的失望之情 强固于他 我们只能从他对上帝的埋怨 和上帝显出的大能中 奋一杯羹 但约伯纪并不是以埋怨来开始的 而是以上帝的观点 在开场白中 赌局那一幕 就立下微微闪亮的真理 约伯以及你 我都可以投入这一战局 使宇宙一切的错误 都为之翻盘 我们能使一切改观 约伯纪对为什么受这苦这个问题 没有提供满意的答案 却取而代之问另一个问题 到底这一切的目的何在 经过试炼仍然对上帝保持信心 勾搂 倔嘴的老约伯 竟帮助米平了 他曾大声抗辩的 世上的痛苦与不平 梅格在黑暗中 甚至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死去时 还依旧顽固地信靠上帝的爱 也一样帮助了世界从错误败坏中回复过来 上帝为什么要让邪恶痛苦嚣张地存在这个地球上 为什么他能在眨眼之间可以成就的事 要留给我们慢吞吞地来进行 上帝为什么要持炎 上帝是为我们的缘故持炎退缩 因为我们是他再造计划的中心 上帝下赌注 以及人类历史的背后用意 都是为了培育我们 而不是为了上帝自己 我们的存在 向宇宙间的势力宣告 万物恢复的工作已经在进行 而每一个像约伯般信心的举动 由上帝的儿女中产生出来时 都能发出终生 传之久远 并在宇宙间萦绕不移 我们在今世的生活 要活得像一场真的战役 在宇宙中真有狂野之物 需要由我们的信仰与理想去救赎的 詹姆斯信仰意志 我每日活在可敬畏的永生中 已相当一段时日 如今依旧 而不是错以为 人生不过儿戏一场 到头来所有的赛首 都或盼同等不值的奖项一般 艾略特 24 上帝公平吗 仰望的好处 灾祸就到了 我等待光明 黑暗便来了 我心里烦扰不安 《约伯记》30章26节至27节 帕克的书《心灵地图》 开场就是率直的一句 人生何其艰难 如果把《约伯记》浓缩成一句 大概全书每一页 都会大声喊出 人生是不公平的这句话来 今天的我们 并不比几千年前的约伯 更容易忍受不公平 我们从苍天无眼这句话就知 人不单是在面临悲惨之境时 甚至是在车子发不动 支持的球队输了 交由时下其雨来 都会这么想 我们总认为 人生应该公平和理 上帝应该在管理世界的事物上 好好加加油 办好他的差事 然而 现实与理想之间 不断出现差距 这种持续的张力 也透过《约伯记》 而引爆出来 约伯和他的朋友 历经三回合冗长 向疾风扫过的 言语拳击赛后 一致同意 上帝里当是赏善罚恶的 那么 像约伯这种善人 怎么还会遭罚呢 约伯的朋友 对上帝的公平胸有成竹 告诉约伯说 你用一点常识就知道了 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击打你 你一定私下犯了什么罪 约伯十分清楚 自己并没犯下什么 值得这么严惩的罪 万万不同意 他要辩解自己的清白 但是苦难逐渐击倒了 约伯最深处的信念 约伯困惑了 上帝还顾念我吗 毕竟 他已蹲卧在灰烬堆中 他生命地进城了 他已是残破 绝望 被上帝弃绝的人 约伯哭说 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 用手无口 信心动摇的危机 开始在他里头滋长 上帝公平吗 这念头 让约伯对原先信任的 每一件事都打上问号 否则 他又如何能解释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他怀世周遭不公平的例子 有些恶人一样飞黄腾达 他们根本没受到惩罚 而敬虔的人却反而受苦 还有人一辈子不曾想过上帝 照样过得幸福快乐 这些现实简直令约伯难以再想下去 我每逢思想 心就惊狂 浑身战惊 对我们而言 约伯记看起来这么有现代感的原因 也是如此 约伯记中 对人生的不公 发出高亢刺耳的字眼 似乎特别符合 我们这个被痛苦煎熬的世代 只要把我们当代传媒的电源插座 接上约伯的辩解 第三世界里挨饿的无辜孩童 南非忠心的牧者被囚禁在尖里 独销或娱乐圈人 昧着天良谋取暴力 某些欧美富豪 从来就不思想 上帝还能享尽荣华富贵 约伯对不公平世界的质问 不仅没有消音 反而越来越响亮 震耳 我们仍在等待 一位有爱 有能力的上帝 他为什么不遵守善恶的法则 正是不平 世上每一个人 大概在生命的某些时刻 都会面临约伯所面对的 这个可怕的难题 上帝公平吗 对这个难题很明显的一种反应 就像约伯的妻子一样会说 你气掉上帝死了吧 当世上这么多恶事横行时 为什么还要这么感情用事 相信上帝是慈爱的 而且 在今天这个类似约伯时的世代 恐怕会有更多人跟他一样主张 有些犹太籍作家 如科辛斯基或魏瑟 起初对上帝的很强的信心 却因纳粹集中营恐怖的瓦斯屠杀 而如烟飘逝 在目睹历史上最野蛮的不公后 他们只能做出结论 上帝根本不存在 另外 有一些人既关心世界的不公 又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提出另一种可能说 上帝可能也同意 生命是不公平的 但连上帝也无能为力 犹太拉比库斯纳 在他的畅销书 当坏事临到好人时中 就采取这种看法 在他亲眼看着儿子 因病驱失事时 他写道 想把混乱整理妥当 连上帝都会感到棘手难办 上帝是公正的上帝 可惜没有力量 根据库斯纳的说辞 上帝跟我们一样 也感到挫折 甚至气愤 但他跟世上的人一样 缺乏能力来改变现实 有千百万读者 对他所塑造的上帝感到安慰 因为至少上帝是负怜悯心的 虽然他极其软弱 然而我在想 这些人读了约伯记的后五章中 上帝对自己的辩护之后 不知会做何想 因为圣经再没有其他地方 比这段笔述上帝的能力 描绘得更淋漓尽致了 只是如果上帝真是大有能力 为什么他要选一个最坏的状况 让他的无所不能 最被质疑 魏瑟提到库斯纳所描绘的上帝时说 如果上帝真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干脆辞职 让更有能力的来取代 第三种人在面对世界的不平时 采取前瞻未来的方式来回避难题 他们说不公平的事是暂时的 最终公正一定会到来 印度教的轮回解释 还运用数学精确地算出 完美的公正需要 每个灵魂花上680万次轮回 才会产生 因为到那时候 一个人才会因所受的痛苦和快乐 总和加起来 达到正确的因果报应效果 第四种人则 干脆否认有这个难题 而坚信世界是公平公正的 像约伯的朋友一样 他们坚持说世界 是按着定规来运行 好人一定会丰盛 恶人一定要失败 我在印第安那州看到的那个 靠信心医病的教会 就是持守这种观点 在电视上的宗教节目 也经常可以听到同样的信息 这些布道家应许人 只要凭着真信心来求告上帝 就会有健康的身体 丰富的财物 这种论调显然很得人心 但并不服食 婴孩在子宫时就得艾滋病 殉道者被杀害 又该怎么解释 我本能对我的朋友梅格说 如果你好好祷告 你的女儿就不会死 也不能对他说 上帝之所以让你女儿配其死去 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 其实这两个观点 都出现在约伯纪里 而两种观点 后来都被上帝推翻 诚然要硬说生命是完全公平 需要像奥林匹克式信心般的跳跃 一般来说 基督徒的反应 不是去否认世界的不公 而是去好好分析 像约伯的朋友一样 找出苦难背后的理由 上帝是想教导你一些宝贵的功课 你应该对你有机会 用信心来依靠他感到荣幸 而不应该苦恼 好好默想你才能享受的恩典 至少你还活着 你总不至于相信 天色永远长蓝吧 你正在接受训练 有机会操练信心的筋骨 不要烦恼 上帝不会试验 你超过你所能担当的 不要大声埋怨 不然你会失去对不信主的人 做见证表达信心的机会 有些人比你更惨 你应该不看环境 而只需感恩 约伯的朋友们 提供像这类智慧的话语 似乎颇有道理 但约伯记很明白地显示 这些劝告并不能回答一个 在痛苦中的人 所发出的问题 这帖要给错了 而且给的时间也不对 最后还剩下一个 解释世界不公平的方法 那就是 约伯在听取其他解释后 所下的结论 也就是我在本章开头 所建议约伯记全书的大当 应该用的一句话 人生是不公平的 对约伯而言 这种结论不是哲理的领悟 而是自然的反应 既是自然 就对任何受苦的人产生回响 以至于每一个人 也会同样像约伯一样 问为什么是我 我做错了什么 现代约伯 当我写这本书时 我立下主意 要经常跟一些 自以为被上帝遗弃的人在一起 好让我写书时 常常记取那种 失望疑惑的面部表情 当我写到有关约伯记的部分时 我决定去访问一个 跟约伯很像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 我姑且叫他达人 达人和约伯一样 可以说是个艺人 当然不能算完全 但是算得上是 忠心的楷模 他在受过几年 心理医疗的训练之后 却决定放弃 可以赚大钱的前途 选择在都市里服侍主 达人一连串的麻烦 是从几年前 当他太太发现乳癌之后开始 医生虽然把一边乳房切除 但两年后 癌细胞却扩散到肺部 从此 达人必须担起家务事 双挑为父为母的责任 同时看着妻子 饱受放射治疗的痛苦 有时连食物都下不了肚 而吐出来 头发掉光了不算 还经常觉得疲累不堪 甚至陷入恐惧害怕的低潮情绪 而不能自拔 有一天晚上 达人开着车子 载着妻子和12岁大的女儿 在路上行驶 忽然有个9岁驾驶的车子 越过中线 迎头撞了上来 达人的太太吓了一大跳 但是没有受伤 女儿的手臂折断了 而且脸部被玻璃碎片 刮了好几道伤痕 伤得最惨最重的是达人 他的头受到剧烈的撞击 这件车祸之后 达人就常常头痛 他再也无法整天工作 有时还搞不清楚方向 而且还很健忘 最糟的是 车祸伤了视神经 有一只眼睛 根本不听使唤 随意乱动 看不清楚 后来发展成严重乱势 几乎到了没有辅助物 就下不了楼梯的地步 达人对这些都忍耐学着适应 就是有一点 让他很受不了 看书时 一次只能看一两页 他一生最爱看书了 而现在必须选择看 或是用懒人听书的方式 当我打电话 约达人接受访问时 他建议 我们在早餐时见面 而日子来到时 我猜想 这个早晨一定不好过 因为 我已经先后访问了 约十二人左右 听了一大堆 对上帝失望透了的话 如果别人有权对上帝生气 我想达人是第一个 因为那星期当中 他太太刚接到个最坏的消息 告诉他在肺部里 又出现了另一个黑点 吃早餐时 我们谈了点加常事 达人吃的时候很专心 虽然戴着厚厚的 矫正视力的眼镜 但还是很吃力的 才能把叉子放在嘴里 我跟他谈话时 很用心地注视他 试着不被他那乱动的眼神所分心 好不容易把饭吃完了 喝咖啡时 我就提到我写这本书的事 我问他 你对上帝失望时 学到哪些事 或许这可以帮助那些 遭遇困境的人 达人好一阵子没出声 然后摸摸花椒色的灰胡子 朝我左肩望了过去 一瞬间 我以为他换了短暂的失忆 他最后才说 腓力 我真的告诉你 我不觉得对上帝有什么失望 我听了吓了一跳 达人是个诚实人 绝不会只套用公式的回答 所以我没做反驳 等着听他会怎么解释 理由是这样 从我太太生病到车祸发生 我学会不把上帝和生活像混淆 我不是个斯多亚派的苦修主义者 所有碰到这些事实 也像别人一样会生气 难过 我很自然地会诅咒生活 生命中不公平的事 把心中的忧伤气氛都发泄出来 但是我相信上帝对车祸那件事 也一样感到忧伤气氛 我不能因为所发生的事 就责怪上帝 因为毕竟在物质身体 现实世界之外 有个真实的灵性世界 他继续说着 我们总以为因为上帝是公平的 所以人生也应该是公平的 但问题是 上帝不等于人生本身 如果我把上帝和身体的生命混为一谈 比如说 有上帝就有好的身体 那么我才真的会掉入失望的深渊中里 上帝的存在 上帝对我的爱 绝不取决于是否有好的身体 老师说 我在残疾中比先前反而更有时间和机会 来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一刻实在有点讽刺 好几个月来 我一直沉醉在信心的失败中 也找到好几则故事 来说明对上帝的失望感 我本以为 选上达人作为现代约伯的表征 一定可以从他口中 吐出一大堆苦水 没想到 我却反而来上了一门 研究所程度的信心课程 达人继续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生活环境影响之外 建立与上帝的关系 那么在物质现实有所变化 甚至瘫痪时 就能够支撑下去 虽然人生有不公平 我们还能信得过上帝 这岂不是约伯纪的重点 尽管达人这种二分物质现实 和属灵现实的方法 叫我感觉有些不舒服 不过这种想法也蛮新鲜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花了约一个钟头 一起来看圣经 看看到底他的想法通不通 在西奈旷野 上帝保证物质的好处 健康 丰盛 圣战 但并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属灵的表现 反而旧约中的伟人 从物质现实说 上帝好像是为敌人一样 虽然都经过困苦的失恋 然而每一个却学会信靠上帝 他们的信心便从契约式的信心 如果上帝对我好 我就跟随他 转变成能够超越苦难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讲到这里 大人突然看了看表 说他已经迟了 要去赶另一个约会 必须要先走 不过他走之前说 我希望你回家后 好好再把耶稣的故事读一遍 他的一生公平吗 对我来说 十字架推翻了历代以来 以为生命应该是公平的 这个基本的假设 我们本来要讨论约伯纪 结果却变成讨论起耶稣来 一个是旧约上帝所爱的人 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一个是新约上帝自己的独生子 比约伯所遭受的更甚 我回到家 接受达人的劝告 好好地把福音书再看过一遍 想想耶稣对这个人生公不公平的问题 会做怎样的解答 结果我找不到耶稣 否认人生不公平的说辞 当耶稣面对一个生病的人 他从不讲一篇到说 你就认命吧 而是医治翻来求告他的人 从他对有权有势的夫人所说的话 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不公平的想法 上帝的儿子对人生的不公平的反应 跟其他人没有两样 他看见人受苦 心里就极其忧伤 当他的朋友拉萨路死时 他还哭了 而在他自己面对苦难来临时 也畏缩不前 并且三次求告 有否免除苦难的可能 上帝对不公平的难题 不是用言语来回答 而是用道成肉身 亲身造访的方式 耶稣用血肉之躯 在物质现实中展现最不公平的地方 来说明 上帝对不公平有什么感觉 他自己成为一个答案 成为有关上帝良善的问题 一个最终极的答案 最大的不公平 上帝不公平吗 答案在于 我们怎么认同上帝与生命 人生在世当然有不公平 但是 诚如达人所说 十字架对这个问题 做了永远的处理 作家卢云曾经说过 在巴拉圭 一个他所认识的家庭的故事 父亲是个医生 常常发表 反对军统统治 以及人权滥用等言词 地方上的警察想报复他 就把他十几岁的儿子抓了去 将他严刑拷打致死 地方上的人很气愤 想把这男孩的葬礼 变成一场示威大游行 但是这个医生父亲 却选择另外一种反抗的方式 在葬礼当天 他把儿子的尸体 就是他从监狱中带回来的样子 光着身子 电机的痕迹 像烟头的灼伤 和毒打的累累痕迹 展露在众人面前 村民从尸体旁边走过 看到的不是棺木 而是血淋淋的狱中床垫 这是次最强烈的示威活动 因为他把所有不公平的地方 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这不正是上帝在各个他山上所做的 那些怀恨上帝 使人生不公的人 正是说上帝才该受苦 不是你 不是我 那些咒诅的话 指上帝瞎眼不公 而就在定死耶稣的那天 上帝的确瞎了眼 不公至极 十字架上悬挂着主耶稣的身体 赤裸裸又伤痕累累的 表露尽这世界的残暴与不平 在十字架上同时显明 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以及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一个粗暴不公的世界 和一位充满牺牲之爱的上帝 没有人能免除悲剧与失望 连上帝也无法避免 耶稣没有提供我们逃离不公的方法 不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而是提供穿过不公平的方法 说难日虽然推翻了所有以为 人生应该公平的信念 但是复活主日的到来 给这谜题带来惊人的线索 就像穿过黑暗之后 有一线光芒照了出来 追求公平这种基本心态 是不太容易死去的 谁不盼望 此时此地世界变得更公正些 我也承认 在暗地里 常渴望这个世界 变成免于错误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专栏文章永远受到欢迎 我的身体永远不老化 不衰残 我的嫂嫂不会生个智障 好友的女儿佩琪也能偿命 但是如果我把信心 维系在免于错误的地球上 我的信心一定会让我失望 最大的神迹 也没法解决地球上的问题 所有被神迹治愈的人 最后不都也死了吗 神迹不是解决这个地球的方法 我们需要比神迹更大的事 我们需要的是新天新地 只有等到我们拥有 这新天新地 不公平才会消失的 我有位朋友 在痛苦与悲伤中 费力地维系着 他认为上帝是慈爱的信念 冲出一句话说 上帝就是拿复活来做堂塞 这话不太合乎神学 也很粗鲁 但背后隐含着一件 令人感伤的事实 基督的十字架固然胜过了恶者 但是没有胜过不公平这个事实 所以复活才有必要 因为只有当那一天 上帝把一切物质现实 重新归回在他的管理之下时 不公平才会全然消失 只是在那一天之前 我们当确切记住 我们目前生活在受难节 与复活节之间的那个礼拜六 我们被要求要爱上帝 就好像病倒了还被要求痊愈起身 可死了还要欢呼吟唱 腿断了还要跑下去 然而这却是最大的诫命 甚至在旷野时 特别是在旷野时 你仍要爱他 25上帝为什么不详细解释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约伯纪42章3节 约伯纪的后半部 出现了一位小伙子以利户 用挖苦的口气 讽刺约伯 居然可想上帝会亲自来拜访他 算了吧 约伯 你以为上帝还顾念你这个小不点的生物 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会特意显现到这地球上来探问你 难道说他还欠你个解释不成 没想到 就当以利户在那里唠叨着 地平线上却出现了一片云 然后一阵暴风 一个从没听过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以利户的演讲停住了 约伯也开始战惊了起来 上帝果然来了 亲自来给约伯一个交代 我们假设过 约伯是圣经上探讨对上帝失望这个难题的主要个案 那么接下来 上帝亲自在旋风中说的话 当然涵盖解决这项疑惑的最重要的答案 所以 让我们好好来看看 上帝怎么为自己辩护 依我想象 上帝可以这么说 约伯呀 我对所发生的事 真的很难过 你已经为我的缘故 忍受许多不公平的试炼 我实在很引以为傲 你不知道这对我和整个宇宙有多大的意义 像这样一些赞扬和同情的话 或者至少对幕后看不见的世界之所以引发出这些事 稍微做点澄清 都会给约伯带来不少安慰 但事实上没那么回事 上帝用更多的问题来回答约伯 他仿佛把前面三十五章那么长 对苦难的辩论全部放在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 带约伯在自然界中好好绕行一圈 上帝好像把约伯移入他私人的作品展示馆中 很得意地介绍他所创造的山羊 野驴 鸵鸟 非鹰等活物 并且赞叹不已 从文学观点来看 约伯记这几张诗词文笔 真可谓文学中的上乘之作 然而 当我一面惊叹 上帝对万物美妙描述的同时 心中难免感到纳闷 上帝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 来给约伯上自然课 难道这些话最合适 最得体 布耶赫纳在他写的《盼望之思》一书中 把上帝的这段演讲综合起来说 上帝不做解释 上帝要激发约伯 要问约伯他认为上帝是谁 因为要对约伯解释他想知道的是 就像对一个脑筋不灵光的人解释爱因斯坦 上帝不要把他的伟大计划显明出来 上帝要显明的是他自己 在优美的诗作底下 隐含的意思是 除非你更了解一点物质世界是怎么回事 约伯你就别告诉我 应该怎么来管理道德世界的事物 约伯透过长篇大论发牢骚说 上帝啊 你为什么待我这么不公平 你应该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 上帝却大声回说 不 你才应该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 除非你说出太阳每天怎么升起 闪电怎么发生 河马怎么设计出来 就不要批评 我是如何在管理世界 上帝这番话的威力非比寻常 虽然上帝并没有回答约伯任何有关苦难的问题 但却叫约伯伏 并且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失望的阴影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们无法理解的 不过 对我们这些没有听见上帝在旋风中 对我们说话的人而言 实在很难想象 上帝到底是对约伯说了什么话 对我而言从上帝不可捉摸的回答当中 似乎产生更多疑问 我无法呆呆地等着 为什么的问号消失 每回我跟遭遇像梅格的人谈话 或我自己的生活也有难题时 问号就会浮现 上帝回绝约伯的提问 对拥有现代头脑的人 很难接受 我们就是不喜欢人家说 有些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我有一本名为未知世界汇编的书 搜罗了许许多多 目前科学还不能解释的现象 但科学家总不断在尽力探索 好不满知识上的空大 难道上帝故意把某些知识围理起来 做成未知神学汇编 好让世人无以明白吗 我再怎么抗拒 也无法不从约伯记得到 这种人生为何如此不公的推论 上帝何时会引致苦难 何时又会默许苦难 这两种又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上帝有时坚默不语 有时又很亲近 为什么上帝有时放过大好时机 抽身 袖手 就是不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连个解释也不给 不仅约伯不解 其他世人也无意能解 我再怎么抗议 也不能就约伯的疑问 归结出什么答案来 因为上帝没有提供答案 我只能苦苦询问 上帝为什么不给答案 为什么要有那本 为之神学汇编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 圣经未曾启示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 纯粹是一种猜想 为那些没有找到答案 就不得满足的人 所设想的一些解答 一 也许上帝不让我们理解 是因为了解之后 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上帝要向我说什么 这几乎是每一个 在苦难中的人 都会急着 拿来折磨自我的问题 在约伯记中 上帝避开那些 寻找原因的问题 而专注在我们信心的响应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讨若上帝真的全盘拖出 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又会怎样 我们总以为 如果我们知道了 背后的原因 我们就比较能忍受苦难了 是这样吗 约伯记和圣经另一卷书 耶利米埃哥 有许多相仿之处 一个是面对破碎的家庭 一个是面对破坏了的圣城 同样表达出愤怒 怨恨 对上帝极深的失望 事实上 埃哥的某些篇章 不来就像改写字 那本比他更古老的约伯记 然而 耶利米埃哥的作者 在写这卷埃哥时 并不是不知道耶路撒冷城 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毁灭的光景 因为西伯来人毁了与上帝所立的约 然而知道原因并无法消减痛苦 绝望和被遗弃的感觉 他甚至像约伯一样的口气说 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 为何许久离弃我们 他如此问上帝 尽管他已经知道原因为何 因为书上其他地方已经详述过了 什么样的解释 才能对约伯 耶利米 梅格产生安慰的效果 知识是被动的 纯理性的 而苦难是主动的 亲临其境的 知识性的答案 并不能解决苦难的问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作为他对痛苦的响应 让他亲身体验痛苦 吸收痛苦 道成肉身的举动 并没有解决人类的痛苦 但至少是一种主动亲身的响应 世上没有其他的言语 可以比道成肉身的道 说得更响亮 更剔透 你如果想从约伯记 找到对为什么的解答 你会失望而去 上帝回绝了约伯 为什么之类的问题 约伯收回了他的疑问 连三个朋友也后悔 先前所说的错误假设 耶稣同样避开苦难的成因 当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及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对生来瞎眼的人和当地两庄不幸事件下定论时 耶稣都责备他们 由此可见 对于为什么的问题 想提供速成有力的答案 往往是枉费功夫的 任何时候 当我们想提上帝解释某些道理时 都要小心 可能踩上危险之地 甚至当好意要安慰一个小孩 上帝很爱你的爹地 所以把他带回天界时 也可能越了线 踩入圣经并未认可的领域 虽然一些天灾人祸 如坠机 瘟疫 拥枪滥杀 蓄意的药物毒害 非洲的饥荒等等 都在等着一个病人心服口服的解释 但约伯纪却留下重要的提醒 上帝根本不想做解释 二 也许上帝不让我们理解 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了解 上帝理直气壮 不对约伯解释为什么 并非想规避作答 故弄玄虚 像我们这么一个小星球上的小生物 怎能了解宇宙间伟大的设计 就像要对瞎子形容颜色 对龙子讲解莫扎特的交响乐 对连原子都不懂的人谈相对论 再比如 如果你想跟显微镜在波片上的生物沟通 宇宙对这生物而言只有二度空间 它也看不见在四周之外的事物 那么你怎么告诉它有关空间 高度和深度的观念 你从上头望下去 你很清楚了解这个生物的二度空间 和环绕在它周围的三度空间 但是生物在下头只能了解二度空间的世界 同样 在我们知觉之外 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世界 除非借着神迹偶尔记录到我们空间中 我们就无法使用我们具备的感官能力 去领会整张画面的图案 导演伍迪 艾伦在他的开罗的紫玫瑰一片中 就充分讨论这二度空间的层次 一开始是从米娅 菲罗的眼中 见到那位正在饰演一部电影的男主角 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男主角竟跳出二度空间的影片 现身于新泽西西院的异域 他突然进入现实世界 与目瞪口呆的米娅 菲罗并存 剧外的世界带给两位演员许多惊奇 当他挨揍时 他本分地倒地 当他和米娅 菲罗接吻时 他尽力 等着镜头淡出 当有人要讲解上帝就是同管每一件事 跟整个世界有关的那一位时 演员立刻会议地点点头 你是指梅尔先生 制片公司的大老板 他的认知概念完全受限在拍电影的世界里 最后 男演员又爬回二度空间的电影荧幕 当他向其他角色演员解释真实世界时 大家瞪着他看 以为他刚从精神病房出来 他在胡说八道 哪有什么真实世界 只有电影中的世界才是真的 伍迪 艾伦就是用这观点 来解释那些活在二度空间的状况 如果一个世界是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就非得从另一个世界来俯瞰不可 长话短说 回到约伯纪 约伯绝大部分的质问都是与更高层次的世界有关 那另一个世界是他无法理解的 上帝住在更高层次 另一种像度中 宇宙不包括有他 是他创造了宇宙 我们无法理解他是怎么不被时空所限制 除非他跨近我们这物质的世界中 我们就永远看不到他 这种跨近就好像剧作家在剧中引进一位角色般 又像现实世界中某人在一部电影中暂时露脸一样 时间这回事 有位妙龄女郎名为聪慧 其速度快于光束 某日他才出发 优地 就在前晚回到了家 时间观念是上帝和我们看法上的最大不同 这种不同造成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 也造成其间的分歧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一册中讨论到时间的问题 什么是时间 如果没有人问我 我知道它是什么 如果我想对问我的人加以解释 那么我就不懂它究竟是什么 有人问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先做些什么 奥古斯丁以为既然上帝在创造万物时发明时间 这个问题根本无意义 只会显露出发问者是受时间观念的限制 所以才发出这种问题 在时间之先 只有永恒 永恒对上帝而言 就是无穷尽的现在 对上帝而言 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自从爱因斯坦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后 我们现在知道时间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 对时间的认知 是根据观察者相对的位置而定 比如说 1987年2月23日这天晚上 一个位于智利的天文学家 用肉眼看见了一颗遥远的超西星爆炸 这次爆炸一秒间 所释放的威力大道 是太阳11年所发的热力总和 但是这个爆炸事件 是否真是在1987年 2月23日发生的 如果从我们所在的星球来观看 的确是在此日 然而事实上 这个超新星 是在1987年前的17万年爆炸的 因为光一年行走六兆里 所以要花上17万年 才到达我们银河系 这也就是永恒的眼光 和我们对时间的一般了解 互相抵触的地方 假设你想象 有比全宇宙更大的一个存在 这个存在可以和地球近来个在1987年发现的超新星同步 那么对于这个存在而言 1987年到底是什么时间 从地球的眼光来看 这个存在的确看见1987年的历史 包括1987年的超新星 但是从超新星的眼光来看 这个存在也看到了17万年以来 地球所不知道的事实 因此 这个存在便同时看到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 换句话说 这个比宇宙大的存在 能够在任何时间内 看见全宇宙任何一个地方 所发生的事 例如 若这位存在者想知道 此刻的太阳如何 他可以从太阳的角度观看 若他想知道八分钟前的状态 他就从地球的角度观看 那就是我们所见的 也是光从太阳出发 行走9300万里后 到达地球的时间 这样的模拟有一点不准确 因为他是把这位存在者 局限在空间里 而他却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但却可以推知 我们所谓的A先发生 然后B才发生的时间观念 只是属于我们星球非常有限的眼光 那超乎时间空间的上帝 如何来看我们地上发生的事 是我们只能猜测 却无法理解明白得了的 这种论点说来 没什么稀罕特殊 高中物理学就学到 将来航天员能以超光速 在太空旅行 到那时 他们回来时 会比出发时更年轻 十年前这种理论 好像只是幻想 显得很荒命 而对现代的研究者 却不以为稀奇 他们从月球发出激光束 把原子能中送入太空 科学把一些幻想变成了真实 就如白后对梦游先进的 爱丽丝说的 这机型真差劲 只会倒着追忆 上帝与时间 再用一个模拟 身为写作者 我也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真实的世界 包括我每日惯常的起床 穿衣 用餐 到写作间规划篇章 段落 字句 同时呢 书中又营造了另一个世界 有他自己的时间领域 倘若我写的是一本小说 可能有这么两句 电话铃响了 他立刻从沙发起身 跑去接电话 在书中的时间 先后是这样的 电话铃响 立刻响应 但书外 作者的现实世界 每分 每时 甚至每天 都可能 与这两个句子无关 可能我某天写完 这电话铃响后就收工 跑去度假两周 但无论我多久后才回来 我都得受限于书中 已有的时间领域 我不能写电话铃响 两周后 他起身去接 把两个时间领域 混为一谈 那就太荒谬了 身为作者 只有我的脑中 才有他的整个故事 俯看下望时 我能同时看到 整部小说的情节 开头 忠诚 结尾 谁也不能 除非他跟我一样 一步一脚印 逐字逐句地 安排了所有的情节 我一直用模拟来说明 因为模拟是唯一 可以让我们想象 到底上帝是怎么样 来看人类历史的方法 我们看历史 就像是一部影片中 那一张接一张 无声的底片 好像动画片中 一幅接一幅地转盘 但上帝是一刹那 就看了整部电影 他可以同时 从遥远的星球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从我祷告的 房间的角度来看 他就像看透了 全书的整体一样 而不是一页接着一页 一句接着一句地来读 我们所能想象的 上帝的眼光 就像在物中一般 看不清楚 只有更体认 我们自己的有限 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为什么上帝 没回答约伯 为什么之类的问题 他反而把宇宙 最根本的一些现象 摊开来回问约伯 约伯则丝毫无法解明 上帝因而警告他 这一切由我负责 上帝不告诉我们原因 可能是约伯 甚至爱因斯坦 还有你 我 都无法俯瞰下望 我们也无法理解 到底应用 在这位超乎时间之外的上帝身上 是些什么规则 什么时候他存在于时间之外 什么时候他有侵入 时间之内 比如预定论 就带来不少混淆不清的说法 上帝是否事先知道 约伯会不会对他忠心 而终究为上帝赢了一场赌注 如果他事先就知道 那还算什么打赌 世界的灾难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上帝事先就知道会发生 他难道不该受指责 在我们世界上 如果有一个人事先知道 有一个炸弹 要在一辆静停的车上爆炸 他却没有报警 他在法律上就该负责任 因此 上帝应该对世上发生的灾难负责 因为他不是事先就知道吗 但是 我们不能把这种简单明了的规则 随意应用到上帝身上 而且 这也许就是上帝回答约伯铿锵有力的 用词底下所含的重要信息 因为一谈到预知就显出问题了 因为他就已经表明 时间先后 A接着B的观念 严格来说 上帝并不预知我们做什么事 上帝在看我们做事 永远的现在事 而且 当我们要揣测 在任何事件中 上帝扮演了什么角色时 我们都需要俯瞰下望的角度 理解我们 是以脆弱 有限的时间坐标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 将来有一日 我们可能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 是上帝导致这场空难吗 这问题 教会中预知论和预定论的一些争辩 就显示出 我们长以时间的观点 企图了解一些事 如果换另一种像度 看法就很不相同 圣经就暗示我们要有上头来的眼光 当提到基督在创世以前 就被拣选意思是指 在亚当以前 在堕落以前 在不需拯救以前 又说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即是万古之先 又如何能够发生呢 这话显示 是从超乎时间之外的上帝的观点 来看事情的发生 上帝在创造时间之先 就预备了救赎一个 尚未存在的堕落星球 它又入侵到时间范畴中 在我们当中活着 死去 受世界的规则和时间所限制 永恒的现在 从某种意义来看 我们人类也常把时间看成是 没有结束的现在 虽然我们是按时间秩序生活 早上发生什么 然后中午 然后晚上 但是我们都用现在是思考 我在现在想有关过去的事 我在现在想将来要发生的事 因为我只在现在存在着 所以用现在的眼光 来看过去与未来 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 永恒的现在是怎么回事 上帝又是怎么从永恒的现在来看 我们这个世界 对怀疑上帝 现在对上帝失望的人 圣经提供两个线索 回忆过去 想想未来 圣经在诗篇 先知书 福音书 使徒书信中 一再提醒我们 要回顾纪念上帝 在过去所做的事 他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是使西伯来人出埃及 从奴役中得释放的上帝 是出乎爱差遣他的儿子 为世人而死 又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如果只短视 专注在我现在要上帝为我做的事 就会失去了上帝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 其中内藏的意义 同样 圣经也对我们指向未来 对上帝失望的人 无论来自何处 被困在巴比伦城的犹太人 被罗马帝国 伊朗 南非 或是阿尔巴尼亚 逼迫的基督徒 先知都预见未来一定有和平 公正 快乐 并且呼吁我们 要在这种盼望的光中生活 我们如今虽然被时间的帘子所蒙蔽 是否可以仍然认为 上帝是慈爱的 满有恩典怜悯 又有大能的 人类历史 不是被过去和现在所定规 而是取决于未来 我已经画了好大篇幅 来谈时间的奥妙 主要因为 除了时间的解释 没有其他方法 来回答不公平这个难题 只要是从被时间 所限制的人的观点出发 不管我们怎么用理性分析 上帝有时候 好像还是不太公平 只有等到我们来到 时间的终了 取得与上帝同层次的眼光 每一种恶都被惩罚或赦免 每一种疾病都得到医治 整个世界都被恢复过来时 公平才能得胜 到那时 我们将明白 邪恶 堕落 自然率 在一切不公平的事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而未到那时 我们只有在未知中 信靠那位知道一切的上帝 有许多细节 我们有所不知 这不是因为 上帝喜欢我们 在黑暗中摸索 而是因为 我们没有能力 吸收那么多亮光的照射 上帝能看透世界的一切景象 并且知道 历史将如何结束 但是 我们这些被时间所限的受造物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来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到历史结束 我们就不懂万事 怎么互相效力 而信心就是能事先相信 这一切万事 回过头来都将富有意义 绝不突然 我有位朋友给信心下了 这样一个定义 对于不好的是 你永远不惯上帝 但是对于好事 你给他功劳 这个定义看来有点怪 但很有道理 信心有时需要在 没有明显证据时 还信靠上帝 像约伯一样 信靠他至终是良善的 虽然这等良善 是在时间的范畴外存在着 是时间还没来得及赶上的良善 那永恒者与我们相会 可能一天之久 或一分钟或一秒钟 但我们所碰触到的 却绝对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丈量 因此 我们净出现了盼望 即使不是从时间而来 至少能脱离时间 一贯带给人的瑕疵 耗损 变成嫁于他 而不受制于他 从而使我们一直做痛的伤口 能得医治 这伤口源自昼夜如丝的年华飞逝 无论是我们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刻 我们因为很少跟时间处得好 甚至对它诧异起来 我们会叫它长得多快 光阴飞逝 好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到宇宙的新奇法则似的 这跟鱼儿不断诧异水的湿度一样 当然 除非鱼儿有一日变成栖身陆地的动物 才会不诧异 路易斯 诗篇写斯 二十六 上帝沉默吗 人的道路既然遮隐 上帝又把它四面围困 为何有光赐给它呢 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 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 约伯记三章二十三节至二十四节 我的一位朋友有次在黄昏时到一个大湖去游泳 当他悠闲地游到离岸边一百码左右的时候 忽然有阵浓雾扫了过来 顿时间雾气盖满了全湖 完全看不见一点东西 看不到水平线 也看不见岸边任何光线或指针 连落日的方向也搞不清楚 就这样 他慌张地在水里拍打 约有三十分钟之久 一下子往一方向游 但又觉得不对劲 就又弯转九十度往右边去 或左边吧 此时转哪边都没准了 他的心跳越来越不听使唤 所以有时他就停下来浮在水面上 保持一点体力 并且尽量把呼吸放慢 过一阵子又盲目地在水中打转 直到最后 听到岸边有一丝微小的声音在喊着 于是对准那声音游去 终于得以安全地抵达上岸 当约伯坐在卢辉中 尝试想要明白所发生的事实 这种完全失落的感觉 他一定不陌生 他同样失去了指标 失去了一切的方向 不知道该转向何处 那个唯一可以引导他 穿过浓雾的上帝 竟然一声不响 沉默依然 在约伯身上的赌注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约伯蒙在鼓里 因为如果上帝对约伯说话 鼓励他要忍耐 做个有信心的勇士 约伯一定会欣然受苦 所以撒旦要求在 没有外来帮助和解释之下 看看约伯的信心 是否承受得住 上帝答应了这份挑战 所以浓雾充斥 弥漫在约伯的四周 上帝最后当然是赌赢了 虽然约伯愿生载道 还想求死予以解脱 但却顽固地不放弃上帝 说虽然他要杀我 我仍有指望 约伯在没有理由相信时还信 在物中迷失时还信 当你读约伯的故事时 也许会对下赌注这个举动 有所不解 但至少到最后会喘口气 上帝终于赢了 这下他可以好好的 跟约伯沟通说个明白 可是如果你好好把圣经看完 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有些迟疑 要不要把这一点提出来 因为这真的太难 我也不想去承认 约伯这个信心的榜样 倒进了信心的基本条例 就是上帝最看重的信心 是在事情被蒙蔽 迷雾冲天 上帝完全沉默时 达到最高的境地 物中生还者 这种沉寂 漫长 可怕的黑暗 不仅发生在约伯纪 圣经其他地方 也俯视其事 亚伯拉罕都快活了一世纪 25年前 上帝告知 他将成为大国之父的应许 依旧向海市渗楼 遥遥无期 直到终于有个儿子生出来 然而上帝在说话的时候 却来了个跟约伯一样 重大信心的考验 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把他献为凡计 上帝的话 深深刺透亚伯拉罕的心 接下来是约瑟 听到上帝在梦中的声音 结果沦落在井里 后来又为了遵行上帝的引导 被吓到埃及的牢狱中 还有摩西 这个被拣选来释放西伯来民众的 为了躲避法老王的安全人员 在沙漠中整整隐藏了40年之久 接着是通缉犯大卫 接受上帝的命令 成为受高者 结果花了十年左右的光阴 为了闪避刀剑 不得不躲在窑洞中打盹 上帝的引导 像福尔摩斯的密码一般难解 在一段清楚的信息之后 就是长长的沉寂 历代至下 充满这种例子 难得一见的好国王西西家 讨上帝喜悦 上帝就赐他多活了15年 但后来上帝离开他 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泪如何 这些旧约人物 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的 包养令中出现 有些人把他们 列入信心的荣誉榜 我喜欢叫他们 做物中的生还者 因为这些英雄 许多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像约伯一样 经历一段痛苦的 要死的试验 迷雾遮掩 一片空白 折磨 戏弄 鞭打 捆锁 被石头打死 被聚聚死 西伯来书毫不留情地 细数这些 临到信心伟人的试炼 而这些圣者 之所以成为圣者 就是自始至终 抓住一个顽固的信念 事情不像看见的这样 那看不见的世界 是稳固 可信靠的 即使世界都塌下来了 上帝还是值得信赖 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所以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在列出这些 令人诧异的组合后 有一个令人好奇的总结说 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耻 对我而言 这句子好像塞尔兹 所指出的那样 在上帝的三大耻辱中 插了一根回形针 这三大耻辱之中 教会是特别曾让上帝蒙羞的 但终究也有 让他引以为傲的片段 西伯来书十一章 那群憔悴的圣徒 就显明 这片段是怎么来的 别上帝的最爱 也特别是他最爱的 在他沉默时 也难免会觉得困惑 像杜尼耶说的 当人生无所遂疑时 也就无以为信 信心总在疑难时困惑处 圣经记载了 许多上帝关切的证据 有些还格外明显 但不是保证 毕竟 保证便把信心排除了 两种信心 我的朋友理查德发现 信心是信仰最主要的障碍 当他怀疑时 别的基督徒劝他 只要有信心 这是什么意思 信心对他来说 只是在逃避问题 而不是面对解决问题 我想会产生这种困难 是因为我们太有伸缩性地 来用这个词 首先 我们会用它来形容 当人把不可能咽下时 要向小孩般一口吞下巨大的信心 比如 大卫御用信心击败哥利亚 或向耶稣称赞的 那罗马百夫长不畏缩的信心 今日凭信心的宣讲 是所写的激励人心的神迹故事 就是出于这种种子般的信心 可以移山倒海 为保全孤儿怨的怨童等 圣经中 有很多这类激励人心的故事 但是约伯和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这些圣者的信心 却是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信心 是我在写这本《无语问上帝》时 特别要圈点出来的 孩童式的信心 在没有神迹出现 祷告没得应允 浓雾蒙蔽了上帝的关怀时 就不能持久 而遇到这种时刻 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 我叫他做忠贞 是不计代价 还持守的一种信心 我访问过一个年轻的护士小姐 她对上帝失望的缘由 就是被这两种信心搞糊涂了 这个护士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很少会去怀疑上帝 甚至在大学里 还是信心坚定 在他房里挂了一幅 耶稣手中抱着小孩的画像 下面并有一首诗写着 单单信靠上帝 你就不觉得有重担 遇到困难时 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 因为耶稣抱着你走过 这首诗写进了 孩童般信心的模式 到他24岁时 被分配到癌症病房工作 遇上各式癌症病例 有些病患像孩童般的 求上帝医治 使他们舒服点 但都很悲惨的去世 每天晚上回到家 面对那幅画那首诗 在想想医院里的事 他不禁哑然 这种情形 就仿佛把两张诗篇 倒回来读 首先读诗篇第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领我 我也不怕遭害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然后翻回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我白日呼求 你不应允 我的骨头 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诗篇第二十三篇 是孩童般信心的模式 而第二十二篇 是忠贞般的信心 一种叫深玄妙的信心 跟上帝打交道 与他建立关系 需要这两种信心 有时我们觉得 上帝好亲近 祷告得应允 上帝非常照顾关爱 但有时我们 也要经历迷雾时光 上帝仿佛沉默无语 没有一件事 按公事来发生 圣经的应许 也好像都错了一样 这时 忠贞的信心 要学着信靠主 相信在 迷雾地的方圆之外 无论看起来 如何不堪 上帝依旧掌权 并没有撇弃我们 矛盾的是 越是这种迷惑的困境 越能培育信心 增进我们 与上帝之间 亲密的关系 就像岩石间 会长出绿叶一般 人类也从 挣扎奋斗中成长 从某种意义来说 人的本性需要的是问题 多过于解答 为什么祷告 不能像变魔术一样的 立刻得到回答 为什么每位信徒 都要走过 这条灵命操练之路 因为不断地祷告 进食 研读 默想 是为我们设计的 不是为了上帝而有 科尔凯郭尔说 基督徒就像那些 专想看数学课本 后面答案的小学生一样 解答问题 老想走快捷方式 而不按部就班来答题 我承认自己 也经常如此 我想 一定不止我一人如此 我们渴求快捷方式 但是快捷方式 让人远离进步 而不是迈向进程 试想 约伯经过失恋后的结果 是什么 就如拉比亚伯拉罕 海舍尔观察到的 他被震撼摇动之后 结果生出 不能被摇动的信心来 路易斯在一篇 有关祷告的文章中说 上帝对出信徒很慈悲 就像父母对出生儿一般 有求必应 他引用一位 惊艳老道的基督徒的话说 我看过许多令人惊奇 猛英语的祷告 其中不乏神迹其事 但大多是紧接在一个人 悔改归信的前后阶段 而成为基督徒后 这种几率就越来越少 像这种不获英语的祷告 只有更多 不会更少 乍看之余 这种方式像在开道车 基督徒的信仰 难道不该愈信愈容易 却是愈信愈难 但路士指出 西约中有两个明显 未得英语的祷告 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是耶稣三次求上帝 把这杯撤去 另一个是保罗三次求主 叫这次离开 路易斯问道 难不成上帝专门要抛弃那些 最忠心服侍他的人 至少你会听到那位最忠心服侍他的 被折磨到半死时 发出呼喊 你为何离弃我 当上帝成为人的样式 也就是那一位耶稣时 尽管他面临最大的需要 却是最不受到上帝安慰眷顾的人 这真是个奥秘 即使我有能力 恐怕也不敢去探索 而且卑微如你如我 倘若我们的祷告在 极度不可能的情况下 果真蒙垂听 最好也别快速地下断雨 以为有力 倘若我们更刚强 我们可能要受更多艰难 倘若我们更勇敢 我们可能要被拆开在大征战中 去站无比困难的位置 在更少的援助下 奋力抵挡 无可避免的疑难 路易斯的话令人深思 然而我仍无法因此作结 把坚信到底的模式 信心受试炼就必更坚定 化为简易的公式 本书开头的故事 主角理查德 起初过得好好的 直到他的信心受到考验 他才感觉被弃绝 上帝为什么要选他来试验呢 理查德一点也信不了这样的上帝 在约伯记里潜藏着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丈夫为了试验他太太的爱心 就让他忍受煎熬痛苦 我们会说这个丈夫有病 要把他关起来 或者一个母亲在岸边躲起来 不给在雾中游泳的孩童一丝信号 让他游上岸来 我们会说他根本不配做个母亲 那么我们又怎么来了解上帝的行为呢 我没有什么很干脆利落的公式来解答 只有两项观察提出来做参考 一 我们无法了解我们的信心 对上帝有多重要 约伯的受苦 对上帝而言有其必要 他是整个人类经历苦难的代表 其实不仅是约伯的信心 整个受造界都受到考验 自从上帝冒险造了自由的人类之后 真实无尾 不受贿赂 甘愿奉献的信心 就成了一项我们无法想象的无价之宝 因为没有别的比这种坚信 更能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 当然我们不能说上帝需要这种爱 但是上帝渴望拥有这种爱 就像一个父亲渴望从他悖逆的儿子身上 得到一些响应 一个恋爱中的人 会不合情理地给不忠的情人 又一次的机会一样 这也是上帝三番四次 透过旧约先知的时代 所流露的形象 我们在地上为人父母 为人家偶者 所能体会最深的渴望 都不过是上帝 对我们炙热渴望的一点余晖而已 也正是这种渴望 让他附上导成肉身 和定时自驾的代价 人间所有的比喻都无法全然寒阔 因为相距太远了 耶稣说 人自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当历史终了 只有这个问题最贴切 上帝差派他的儿子 这是他父的代价 而你我若有信心像约伯一样的回应 对他就是回收报酬 使徒保罗在描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主之后 便下结论要叫人寻求上帝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得承认 我们所知有限 很难领略约伯受失恋的报酬率有多少 路易斯认为 上帝差派我们 去到大征战中无比困难的位置 从圣经来看 在肉眼不能见的 善与恶势力的大征战中 人是担任主要的步兵角色 而信心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上帝差派我们就定这样的位置 极可能像宋子从容的父母 怀着骄傲与爱 也带着焦虑与后悔 约伯的失恋 对上帝真的那么值得吗 只有上帝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 以他的全知 全能 只有他能定义 什么对他是真正有价值的 耶稣则被疑惑的多玛说 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 约伯在生命的黑暗中 在上帝最深邃的沉寂中 仍然相信 笃定不移 二 上帝自己也不例外地 接受信心的考验 耶稣也一样受试探 也一样失去所有宝贵的东西 包括他的朋友和健康 希伯来书说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甚至最后 他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太能了解十字架的奥秘 但十字架至少带来一种安慰 就是上帝不愿意让受造物 所受的苦 是他自己不曾忍受的 几年来 我跟好些遭受苦难的人谈过 都说耶稣的十字架 对他们受苦极具意义 这其中包括 著名的轮椅上的画家酒迷 或某些小医院 默默无名的病患 我都听到过这样的话 至少因为耶稣 上帝了解我的感受如何 这让我想起理查德曾说 到头来 约伯付上地狱般的代价 就是要让上帝觉得舒服点 他想到的约伯是痛苦地坐在炉灰中 用瓦片刮疮的情景 而我想到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 连伤口都摸不到 这真是个代价惨痛的地狱 从一个角度来看 上帝似是负起双手 以约伯作赌注 而从另一个角度 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一 他自己真真实实地双手背负 当我读圣经时 我发现圣经的作者 对于苦难处理的态度 从旧约到新约 有急剧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直接 因为十字架的缘故 新约的作者提到苦难时 没有像约伯 先知 或诗篇的作者那么愤慨 而且也没有试图解释 只是不停地指出两件事 主耶稣的受死与他的复活 仿佛在说 这两件事 可以对苦难勾勒出 图像式的答案来 使徒们的信心 诚如他们所表达的 完全是基于复活 所发生的一切 上帝把历史上 最凄惨的悲剧 他儿子的惨死 化成 今日我们所庆祝的受难日 当门徒忘记十字架时 就会想起他们的老师 在三年中一直要他们学习的 而他们并没有学会的是 当上帝好像沉默时 是上帝最亲近的时刻 当上帝好像死了时 是他快要复活的时刻 三天 悲剧 黑暗 得胜 成为新约作者 在论及试炼时 所应用的模式 当我们怀疑时 我们可以回想耶稣 上帝慈爱的证据 受难日证明 上帝并未弃我们 于苦难而不顾 一切折磨 我们生命的痛苦与邪恶 是那么真实 对上帝是那么具体 以至于上帝愿意 亲自与我们分担 他常经忧患 在那一天 耶稣经历到上帝的沉默 在十字架上时 耶稣所引用的经文 不是在诗篇第二十三篇 而是第二十二篇 而复活所显示的是 苦难终究不会得胜 所以雅各书说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彼得前书说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保罗也说 我们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 被拯救了的苦难 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成全完备 智慧 真信心 忍耐 老练等 以及未来许多的赏赐 为什么要喜乐 不是因为痛苦本身 有多刺激 而是因为 上帝能把复活 当日所做的大骑士 小规模地 坐在你我的身上 像雅各 彼得及保罗 所描述的苦难 在旧约中 可能会引起信心的危机 但新约的作者却深信 像保罗所说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很多人把这句话看错了 以为凡事有益处的事 都会归于爱上帝的人 其实 保罗所指的刚好相反 因为接下去 他提到的万事是指 患难 困苦 逼迫 饥饿 赤身露体 危险 刀剑等事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他相信 没有任何苦难 可以叫我们 与上帝的爱隔绝 保罗说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要等候 上帝把黑暗沉寂的 受难星期五 转变成复活的 星期天早晨 这样的神迹 有一天会在宇宙中 大幅度地呈现出来 虽然你以怒气之云 虚掩你的容颜 透过遮蔽我仍看见那双眼 纵然有时掩面不顾 却从不轻蔑 利于垂帘 邓恩 颂恿基督 每逢困恶 便指引出 我们生命中 尚未曾拥抱过的人生哲理 卖当奴 二十七 上帝为什么不插手 只是 我往前行 他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他 约伯纪 二十三章八节 至九节 我知道我的朋友 理查德 对本书最后这几章 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曾经和他讨论过 你可能还记得 理查德写过有关约伯纪的书 所以我不用再重述那个故事 我直接跟他提到结尾 强调上帝为何拒绝回答约伯 我提到超越时间性 约伯无法测制上帝的观点 以及对上帝坚信的价值 理查德仔细地听完 我跟他讨论以上这几章 我所讲的内容诗 点点头说 费力 你所讲的这些都很好 但是在约伯和我的故事之间 有个最大的差别 约伯在经历困境之后 上帝的确对他说话 他真的听见风中有声音传来 而我呢 上帝还是没对我说话 这也就是约伯为什么选择相信 而我选择不信的理由 当我们多谈了一会之后 我很明显地发现 理查德事实上不太相信 两个世界的说法 生存在树木 房屋 车子 人群这个眼见的世界中 他很难相信 跟这世界平行存在一个 看不见的世界 我要证据 如果上帝都不愿意 走入我的世界里 那我怎么确定它存在 这让我想起 以前我也是个怀疑主义者 而且讽刺的是 理查德在基督教学院 拥有神学知识的信徒当中 失去了他的信仰 而我自己也是在 圣经学院那种环境下 发现坚持信仰 是一件最困难的事 怀疑者的观点 我跟理查德一样 觉得那些被学院里的信徒 认为是很属灵的事 对我来说极其普通 没什么特别 如果看不见的世界 真的跟我们这个世界接触了 那么应该留下一些 超自然性的痕迹才对 就拿祷告来说吧 基督徒就常把每件事说的 都像是祷告得了英语 比如一位叔叔 额外寄来50元贴补学费 他们就会笑着颜开的大叫 还有开祷告会来 大声感谢上帝 他们认为 这些得到英语的祷告 就是上帝听祷告的凭证 但是我也可以对同样事件 有另一个解释 说是这个叔叔心血来潮 寄给所有的侄儿外申50元 这不过是碰巧罢了 我就有一个叔叔 偶尔给我寄礼物来 但我从没为这些礼物祷告过 况且 这些学生当中 也有好多祷告 根本没有上帝的答应 那又怎么说呢 对我而言 祷告不过是对墙壁说话 自得其乐的预言罢了 对这一点 我还进行一项试验 我开始学这些属灵的行为 我会在祷告会里 很迫切地祷告 然后作假见证 并且出口都是属灵成语 结果实验成功 证实了我的假设 我这个怀疑主义者 只要按着公式来依法炮制 就很快成为一个真圣徒 假如基督教的信仰经验 真能被如此模仿作作 那么还会是真实的吗 我之所以会进行这项实验 是读了宗教心理学的一些书的结果 像詹姆斯写的 宗教经验之种种 就说服我相信 宗教只不过是对生命压力下 一种复杂的心理反应 他先假设 真基督徒是由新体制 所组合成的一种心造的人 但是最后他却结论说 真基督徒和自然人 完全没有分别 有些自然人 可用在他们的行为果子上 比基督徒做得更好 但就他们两种人 每天的作息起居 及所发生的事来观察 他们的实质并没有什么 所谓神仙与繁俗之间的差异 在这些信的人中间 我真的看不出 有什么不寻常的特征 与夺目的光彩 我以后会解释 我为什么不继续 做个怀疑者的理由 但是我必须很诚实地承认 即使在我信了这季丰富 又值得的信仰之后 二十年的今天 我仍然无法避免 像理查德这样的质疑 属灵的经验 并不容易寻见他的倒影 倘若你要打一盏特写灯 他立刻就失去踪影 假如我着意强调 与上帝的沟通如何如何 我总可以找到 另一种比较属于自然的解释 来说明事情的始末缘由 在自然与属灵两个世界之间 实在没有一个 像用铁丝网格开来的 清楚分界可循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并没有停止做个自然人 我会想睡觉 失去注意力 遭受跟上帝沟通不畅的挫折 就像我平常跟人谈话一样 会发生的现象 当我在写属灵的文章书籍时 我不会突然间被灵感之神 提升到天上去 我还是得削铅笔 删改字句 查字典 甚至把写的不好的部分 全部删掉 所谓明白上帝的旨意 在我生活经验中 都不像摩西或积淀的例子 那么直截了大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在旋风中 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 因此 如果我愿意 我也会像理查德一样 把属灵的行为 解释成为心理作用的 某种结合罢了 那么 我为什么会相信 有看不见的世界呢 我在挣扎中 从路易斯的书中 得到很大的帮助 他的大部分作品 都是以探讨两个世界为主轴 像绳索一般 互相串联起来 他早期的著作 给朋友的信和童话故事 直到最后一篇 用很完整的理论 写成一味的文章 把这个问题做清楚的解析 某易斯认为 问题出在这两个世界 明显是有不可分割的连接性 属灵生命的成分 原是自然生命成分的重现 本章节接下来的探讨 极多是根据他的观点来延伸 沿着光线探索 路易斯首先以说方言 这个令人好奇的现象 来加以说明 他说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时 竟然出现 人们说起别国方言的现象 明显地被认定是属灵的事件 对当时的局外人而言 这种现象像醉酒似的 而对今天科学的观察者而言 说方言就像精神出了毛病 不正常的症状 而这种口舌声带震动的自然动作 怎么可能用来表达圣灵的内住呢 于是 路易斯用了一个在黑暗的小屋 有光线射进来的现象做比方 他说 当他刚进入这个小屋时 只专注地看着一道光线 光线明亮地映照出空气中的灰尘 但是 当他的视线从光线一开 顺着光源去看时 就发现另一种很不同的光景 突然他看到的不是光线本身 而是让光照射进来的窗框 屋外绿叶的飘动 并且在9300万里外的太阳 原来盯着光线看和沿着光线来看 竟有如此大的不同 我们这个世代在盯着光线看 而发展出来的科技 可以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们能够把人的行为 分化到神经传导系统及教素反应 分化蝴蝶成为DNA的分子结构 分化日落成为光与能的粒子湖泊 而最极端的是把宗教分化成心理的投射 世界历史分化成进化的挣扎过程 而思想本身只是脑中亿万个一 领导们的开合作用所形成 这种用各个角度来分析光线的现代世界 是最反对信心了 古代各个社会群体都很自然地相信 有个看不见的世界 不然他们就无法解释 日出 日食 雷雨等现象 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些现象 可以解释得头头是道 我们可以把自然现象 甚至最属灵的现象 分化成一个个成分来解析 就比如说方言这种超自然的现象 能以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 从一味的原理来看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 我们必须承认分化的力量只豪大 这种力量带来的俘获相当 浮饰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地震 雷雨 飓风等灾害 好让我们有所防范 借着专注于看光束 我们学习了飞行技术 甚至飞入月球 甚至借着在家专注地看着一个盒子 而周游列国 并且在乡间步行时 可以随身聆听世界名曲 还有借着专注地 看着分析人类行为的光束 制造出药物 来医治心理忧郁症及分裂症 但是分化的结果 也带来灾祸与诅咒 当只是专注地看着光束 而不是沿着光束看周遭时 我们便冒了一种风险 把生命视为不过是一些零件组合而已 每当我们在看日出日落的景观时 我们再也不会像原始祖先 或是十六世纪诗人 对他们发出敬畏激进崇拜的感受 我们把行为分化成 只是荷尔蒙与化学的组合后 就失去了对人自由意志 与爱情的神秘感 爱情的理想 在过去曾经激发了多少艺术家与情侣 一时之间却变成了荷尔蒙分泌的结果而已 除非我们任性分化 不过是观察事物的方法之一 我们才不会被它过度的影响所蒙蔽 这不是对语错的观念问题 而是一种不同的看法 这种看法能看到事物的个体成分 但看不到整体全貌 比如属灵的行为 就可用高低两种水平来看它 彼此不可互相替代 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同一行为 从低的水平来看 祷告是自言自语的行为 但从高水平来看 祷告乃是属灵实体的运作 人类的祷告乃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 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交接点 再说一个妇人在布导会中信主 有人分析它之所以对信息有反应 是因为它的婚姻频临破裂 它想追求稳定感 加上它的祖母是虔诚的信徒 会场中的音乐 又勾起它小时候上主日学的情景 所以才促成它绝职 但是这些自然的因素 却不能抹杀属灵的因素 相反的 这可能就是上帝要吸引它 归向主所采用的方式 这个自然与属灵的连结性 是同一位造物主的设计 至少可从高水平来看信心 两者不可偏废 是一物的两面 二 很稀奇的 有时低水平的眼见 会比高水平来得优越高明 路易斯就联想起 小时候刚开始接触音乐时 最早是听原始流声机 传出来在音箱的交响乐 他可听见旋律 但仅止于此 后来去到音乐厅 听到各种乐器奏出不同的音来 反而把它搞糊涂了 他未受训练的耳朵 宁可听流声机所传出 单音箱混合各部的曲调 觉得比音乐厅里的交响乐 来得更好 同样的 一个人若长期被电视舒服安逸的味大 就宁可以国家地理频道中的景色为满足 而不愿清长登山那种上气不接下气 又要受风吹雨打 各种虫类袭击的痛苦经验之后 才看得到的景物 从道德上而言 也有如此现象 以往爱情的理想 启发了诗人 作家最伟大的瑕疵 而如今向修 海夫那之类的分化主义者 却认为性若由爱和人际关系的瑕疵中 被释放出来会更好些 而世俗主义者 把宗教信仰点为拐杖 颂扬更英勇的挑战 活在一个不需要寻求更高层次的世界中 三 高层次的世界现实 往往是透过低层次的感官来体会 一调原本是音乐中转调用的名词 指一首歌由原本的调号 转到另一个调号 或是一首交响乐 原本为110种交响乐器写成 现在改编成钢琴曲 所以在转换过程中 很自然地会有所损失 如十指弹出的钢琴音符 听起来就不能像交响乐的音色 不过改编者虽然受限于琴剑的音语 但仍要透过琴剑来传递交响乐的精髓 路易斯曾引用过佩比斯的一则日记 描述一场令人狂喜的音乐会 佩比斯说 管乐的乐音如此甜美 令人销魂 灵魂徜徉期间浑然忘我 好像与七层共有的前卷 路易斯认为 若要分析情绪反应 能给生理带来什么影响 可问 当我们经验到美丽 骄傲或爱时 生理有何反应 对佩比斯而言 它会有销魂的感觉 但又不像头晕要吐 胃部受到一击 心跳肌肉抽搐 它感受到的 竟是那些只有在生病时才有的相同症状 我们的身体在经验高兴与恐惧两种不同情绪时 其生理反应几乎相同 肾上线分泌相同的荷尔蒙 消化系统神经 有相同的化学反应 只是大脑把一个翻译成高兴 另一个翻译成恐惧 从低水平的角度来看 这种身体现象 没有太多的词汇可以描述 就像一条厚的钢琴曲 只用了有限的琴键 来表达整个交响乐曲的旋律 这也就是分化结果 所显示最大的缺点 如果你只专注于光束 把人类的情绪简化为最简单的组合 你可以就推理出 高兴与恐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来 而实情恰恰相反 人体中并没有特别为快乐 制造出一套感官系统 大自然并不这么浪费 我们对快乐的体验 都是向别的细胞借来的 这些细胞也同时会感受痛苦与冷热等 生活方式 人类的大脑是一条最典型的模式 尽管大脑是处于身体中最高层次的地位 但却是最独立无助的器官 它被一层厚厚的头骨包住 完全依赖其他低层次的器官提供信息 大脑看不见 尝不到 摸不着任何东西 所有的信息 我们许多的感官经验 都是用信号来传递 大脑完全依靠 由末梢神经接触到的信号 然后集合成有意义的讯息 当我在写这段文字时 耳边正听着著名的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其实这支乐曲 不过是一连串 经由时间与技巧 一调而成的信号组合 首先是贝多芬在心中 听见这首音乐的主题 他在把交响乐写在纸上 既以乐谱的形式 把它记载下来 一个世纪之后 有个乐团看了这份乐谱 将之演绎出来 接近当年贝多芬在心中 所听见的乐曲 录音师把乐曲的演奏 用磁性效能录制到带子上 最后从我的录音机上传出来 这些传送出来的音波 透过扩音设备 到达我的耳朵 然后我的耳骨中的软骨相撞击 把音波的频率 经由一种粘性液体 到达皮质器官 在那里有两万五千个 受音细胞 在等待着收取声音 然后一收到声音 就打出不同的信号 这些信号到了大脑后 把它集合起来 变成我所熟悉的 第九交响曲 当我停下来 听到这首伟大乐曲时 我很快乐 喜悦 喜悦便再一次 被我身上低层次的器官所运送 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交流 所有的感官经历 都依赖于一调 先转移成一系列信号 再重组为意义 我们很本能地相信这种过程 认为信号真的可以传达原意 我就相信我所选用的字 通过电脑打印 就能把我原先写作的思想 表达出来 我看到照片上的洛基山脉 虽然被固定在一张 小小的扁平的光滑的纸上 却是让我仿佛重游就地 或是我在杂志上 看到我太太经常擦的香水广告 就会忽然想到我太太 这些低层次的符号 可以传达出高层次的含义 零的一调 那么灵界依靠一调传颂的原理来运作 应该不足为奇 上帝为什么不插手 把自己显明出来 上帝为什么不大声说话 让我们可以听见 我们渴望见到神迹 就是超自然用它最真最纯的形态来出现 我们现代人极力要把自然与超自然分开 在自然世界中 我们可以摸 可以闻 可以看 可以听 样样都清楚 无可厚非 但超自然的世界 则不是那么回事 没有一样是很确定的 难以捉摸 也没有皮肉骨骼 所以很叫我们苦恼 我们要证据 我们要超自然 在侵入自然世界时 仍旧保持光辉 留下酒痕 振动骨膜般的 轰轰烈烈的证据 而上帝在圣经上所启示的 好像不太合胃口 当我们想把两者划分开来时 上帝却想尽办法 要把两者合而为一 他的终极目标 是要拯救低层次的世界 把失丧的万物 回归到他们原有的地位 让属灵的与属物质的 在和谐中共存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 我们不是一下子 像穿上宇宙飞行服一样 把我们从自然的世界 提升到上头去 而是我们的肉身与灵界 从心连接上 可以接收从看不见的世界 所送过来的信号 也许有人会说 这种情况 刚好是分化的反方向 进行现象 就是重新捕捉 让世界变得迷人 又叫人心线的方法 看到自然 我们就发出赞美 看到饼和酒 就代表上帝的恩典 而看到人间的爱 就反映出那份 完全无缺 神圣理想的爱 我们跟上帝说话 也像对普通人说话一样 用一套有限的词汇 还有比这更自然的吗 我们祷告 传福音 默想 禁食 给人一杯凉水 探望监狱中的人 领用圣餐等行为 都具有更高的意义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表达出那看不见世界 但若从低层次的 还原者的角度来看 所有这些属灵的行为 都可惯以自然的解释 祷告只是对空喃喃自语 罪人悔改 不过是情绪反应 五旬节呢 那是喝醉酒的行为流露 怀疑论者对生活困境的解释 若要说出 和高水平世界的联系时 就只能归咎于运气不佳 但信心 则是沿着光线来看 这些自然的行为 具备超自然的意义 从这个观点出发 自然世界不再是艰难困苦的 而是恩典伴随着神迹 神迹的最高潮正是 上帝自己批带自然的躯体 住在人的当中 也就是道 居然转换成了肉身 跟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 在耶稣身上 上帝结合了两个世界 物质与灵性合为一体 这是人类自从伊甸园被逐出后 未曾再出现过的 神学家莫特曼 发人深省地说道 道成肉身 乃是上帝所有作为中的顶峰终结 这也是使徒保罗所说的 基督是全体教会之首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当道成肉身的他升天之后 他留下他的身体 就是教会在地上 我们的良善 本质上是上帝的良善 我们的苦难 用保罗的话来说 是和他一同受苦 我们的行动 就是他的行动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就等于发生在他身上 两个世界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在基督身上合为一体 而我们正是在基督里的人 神的道通过我们显明出来 就是上帝一切工作的目的 也是创造的旨意与目标 从下往上看时 我们总以为 神迹是侵入自然界的超能力 我们渴望探导神迹 但从上帝的视角 由上向下来看 真正的神迹是人的改变 人的肉身居然可以成为 圣灵的器皿 人类良善美好的行为 是上帝道成肉身 在地上化身所做的 为了表达清楚我的类比 我不得不借用保罗的话 因为他对基督 在世界角色的描述 未同于我前文所描述的一调 保罗形容 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 我们都知道人的头 为了要完成他的旨意 会向手 眼 口 能发出他们了解的信号 如果是个健康的身体 就会接受执行 从头部传达的命令 同样 基督也要借着我们这些肢体 来完成他的旨意 上帝沉默吗 其实该用另一个问题来问 教会沉默吗 我们是他的出口 他在世上的生代 在令人心生敬畏的一调计划中 上帝的信息 有时难免被误传 以至于有时显得静默无语 但显明神是上帝工作的目标 五旬节那天的情况 就是最完整的比喻 上帝通过人 用人不能懂的方式 来发出他的声音 对人说话 探望 我在西雅图 有一个很开朗 聪明又幽默的朋友 叫卡罗林 马丁 由于他患有脑麻痹 他的外表显得怪模怪样 流着口水 双手胡乱挥舞 口齿不轻 头部不停摆动 使得凡看见他的人 都以为他是个智障病患者 其实他的脑筋灵光得很 只是肌肉的控制不如人意 卡罗林在智障 收留所待了15年 因为政府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收容他 他的好朋友 不是些撕破衣服 吃盆井树叶的赖礼 就是些只会说三句话 还把每个人 叫做妈妈的哈雷林 卡罗林一直想挣脱那个环境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搬出来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里 不过适应新的一切 是个大挑战 比如他花上三个月 才学会泡壶茶 并且在倒茶时 不会把自己烫伤 不过他还是克服了万难 自力更生 还上高中和大学 校园里的人都知道 卡罗林这个残障学生 人们常见他坐在轮椅上 驮着背 很艰难地 使用一个特殊的打字机打字 只是很少人肯大费周章地跟他谈话 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但是卡罗林很坚忍地 用七年时光 把两年的艺术课程修完 然后 他进入路德学院修习圣经 两年之后 他被邀请在学院的礼拜聚会中致辞 卡罗林为这篇讲词准备了很久 而且还用他45分钟打一页字的速度 把整篇讲稿打出来 最后 他请好友求斯帮他念出来 因为求斯有一副清晰 而且强有力的嗓文 礼拜的时间终于来到 卡罗林在讲台的左侧 坐在轮椅上 他的手臂不时地抽动 头也甩来甩去 几乎碰上他的肩膀 头水不时流出 弄湿了上衣 站在他旁边的便是求斯 缓缓地把卡罗林所写的 生动纯熟的散文念了出来 文章的主题 是围绕着圣经的章节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而写的 对于有些同学而言 他们第一次认清 卡罗林跟他们一样 是个完完整整的人 在这之前 他的心智 常被不听使唤的肢体所压抑住 不得发挥 他的智力 也常因他不顺畅的语言所蒙蔽 而不为人知 但是听了这篇讲词 又看他在台上的模样 同学 这才能越过轮椅上的残躯 想象看到一个整全的人 卡罗林口齿不清地 把当天的情形告诉了我 其实我也只听懂一半左右 但是他所描述的情景 却变成一个 关于一调的极佳比喻 一个健全的心智 被外在静卵 不听使唤的身躯困住 声带也无法掌控 每一秒所发出的声音 新约里基督 是教会身体的头这一形象 对我产生新的意义 我一方面看见基督做头 所付出的谦卑 一方面又看见 基督容许我们成为 他的身体 是如何地抬举了我们 可惜的是 我们这属上帝的教会 不但没能为上帝的 慈爱与荣耀 提交一份无可争议的证据 而且有时还向 卡罗林的身躯 把上帝的信息 搞得暧昧不明 不过 教会毕竟是人类 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也就是让受造物 拥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认为 这个使命极有价值 甚至值得他 付上降杯的代价 来冒险完成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两 使我们不再做时 我们不再 做小孩子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 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其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福所书 四章八节至十六节 二十八 上帝隐藏了吗 你为何掩面 拿我当仇敌呢 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 要追赶枯干的碎街吗 约伯记十三章二十四节 至二十五节 为了要确实了解 约伯痛苦的心境 我把约伯说的话 统统挑剪了出来 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 约伯很少对他所遭遇的 窘境埋怨 更多的是对上帝的缺席 发出质疑 最让约伯伤心的是 当他在绝望紧急中 向上帝呼喊 上帝却一点反应 也没有 有许多人 都有同样的牺牲 也许路易斯 在他妻子患癌症至死 伤心欲绝时 所写的这段话 最为贴切 上帝到底在哪里 这是让人 最受不了的状态 当你快乐的时候 快乐到你不觉得 需要他时 他展开双手来迎接你 而当你情急需要 所有的帮助 都无济于事地去找他时 你找到了什么 不过是大门深锁 一片寄然无声 如此情景 倒不如干脆回头 走了算了 因为你越等 那种寂静感 就越强烈越可怕 约伯一定要申诉 要面对面 与上帝对峙 他几位朋友 对他的同情 他必知有恐怖疾 他要的是 与全能主真实的雾面 尽管家破人亡 他还是不相信 上帝会是个 这么残酷 不讲道理的上帝 如果他们能见个面 约伯就可以听见 上帝这方面的辩护 但是 哪里也找不到上帝 听到的只是 那些朋友 叽叽喳喳的声音 加上可怕的 空洞的 当面甩门的声音 信心的事实 亲爱的主 我真可慕见你 真可慕与你同在 师哥 我知道上帝活着 我今天早上 还跟他谈过话 汽车贴纸 上帝爱你 并且对你的生命 有一套美好的计划 步道小策 他与我同行 又与我共话 对我说 我单属于他 师哥 人类渴望上帝同在 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不敢断言 上帝一定会 很亲密的同在 除非我们 把他不在的时候 也算在内 路易斯遭逢过 约伯遭逢过 理查德也遭逢了 在人生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 必须面对 上帝隐藏的现实 一种无所适从的阴影 要降临时 是不会预先发警报的 有时是在 你最渴望上帝的同在时 就来到了 南非牧师阿兰 波埃萨克 因为反政府言论 被关入牢狱中 在那严厉拘禁的 三个星期中 他几乎都是跪着 不断地祷告 求上帝释放他出来 后来他对会众 讲述这段经验时说 我不瞒你们说 那是我一生中 最困苦的时刻 我跪在那里 话说尽了 泪也哭干了 这也正是 南非黑人的写照 他们祷告 他们哀求哭泣 他们等候 但是没有从上帝来的答案 有些人会辩解说 上帝并没有隐藏 像有一些汽车贴纸写道 如果你感觉离上帝很远 那么究竟是谁移动了 不过这种说法 只会引起错误的罪恶感 因为在约伯记里 明明记载的确是上帝 自己移动远离了约伯 约伯并没做什么措施 但上帝却选择把自己藏起来 对所有受苦的人 及他的陪伴者 约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埋怨与怀疑是正当的反应 不是信心软弱的表征 正当到一个地步 圣经把它明明记载了下来 在圣经中 我们可能不会找到上帝的敌对者 如马克 图文写的《地球来红》 或罗素写的 《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等这类的言论 但在约伯记 诗篇或先知书中 其实他们都曾录过面 圣经仿佛在预期 我们会遭遇失望 因此 上帝事先准许我们 拿这武器来攻击他 因为他了解 要持守信心 所要付出的代价 特别是由于耶稣的缘故 他更能了解这种事 在克西玛尼园 与各个他山上 神自己必须面对神的隐藏 马丁 路德形容说 这宇宙间 在两根交错的木头上 所呈现的是神与神 在挣扎奋战 在那漆黑的夜晚 神自己亲身体验 被神弃绝的感受 约伯的朋友坚持说 上帝并没有隐藏 他们要约伯寄取 过去上帝显现的 异梦 异想 福分 以及自然界的奇妙伟大 来证明上帝的同在 他们斥责说 在光明中所学到的 不要在黑暗中就忘记 要论光明 我们这些活在约伯之后的人 看得见更多亮光 先知欲言的成就 耶稣在世上的生活 然而这些亮光 却对我们的痛苦和孤独感 起不了作用 不管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 有时甚至连全本圣经的经文 都帮不了忙 三种反应 我知道自己对上帝的隐藏 会有种本能性的反应 就是以不理上帝来报复 就像个小孩 以为用小胖手蒙住眼睛 就可以叫大人看不到他一样 我也试着把上帝 关在生命之外 如果他不向我显现 那我何必要承认他 在约伯记里 还出现另外其他两种反应 第一种就是他的朋友们 所显示出来的反应 因为约伯针对他们的 基础神学做攻击 所以恼羞成怒 告诉约伯 要压抑失望的情绪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上帝 是很公正的 说些反抗上帝的话 只有让自己更丢脸 第二种反应 就是约伯的反应 一团乱麻 胡猜瞎扯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弃绝 无人得见我 就像只鸟拼命地撞布立窗 以示抗争一样 无济于事 连他自己也承认 他那些朋友的逻辑比较合理 而他的是前后矛盾 且互相抵触 最后落入绝望中 激进瓦解 这位本来已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著称的约伯 却对上帝讽刺说 求你停手宽容我 叫我再往而不返之先 就是往黑暗和死因之地已先 可以稍得畅快 那么 圣经到底赞同那种反应 事实显明 两种反应都需要纠正 不过当上帝在旋风中 说完话后 却叫约伯这些虔诚的朋友 要到约伯那里去悔过 求约伯为他们带倒 全本约伯记很大胆的一个信息 就在你可以对上帝说任何事 把你的忧伤 愤怒 疑惑 被出卖的失望感 统统丢给上帝 他受得了 圣经上的属灵伟人 常常都在跟上帝抗争 他们宁可像雅各一样 跛着脚离开 也不愿意把上帝关在门外 圣经早已具备 现代心理学的中心信念 既然不能否认那些感受 让他们消失踪影 不如好好地发泄出来 上帝除了一样反应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接受 那就是 他受不了人本能性地萎缩起来 不理会他 仿佛他不存在似的 而这个反应 从来没有在约伯身上出现过 大图景 进行发泄情绪 并不是约伯记中唯一的功课 在看不见的幕后世界里 所发生的一切 显示出 我们在面对上帝隐藏的现象时 常会被误导 我们认为 上帝之所以隐藏起来 是出于一种默不关心的态度 好像跟仇敌没什么两样 约伯就有这种想法 他说 主发怒撕裂我 逼迫我 其实在观众席的 我们都知道他错了 约伯记的以言明说 不是上帝撕裂他 逼迫他 是撒旦 只是上帝许可他这样挑衅而已 上帝当然不是约伯的敌人 约伯不但没有被上帝弃绝 而且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上帝细心的观察当中 当他要求为自己开庭辩白时 殊不知他的出庭 在另一场真正的宇宙法庭中 他不是那个指控上帝为被告的原告 而是成为信心法庭的主要证人 当然 我们不能以此类推 认定我们的试炼和约伯一样 是上帝为了解决宇宙间很具决定性的问题 所特别安排的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在痛苦中的眼光 也是一样的狭窄 并且曲解现实 因为在遭受个人性的感官刺激时 我们只会想到自己 而不会去想别的 从约伯记中 我们还学到 很多事情是在我们想象之外进行着 约伯觉得上帝缺席隐匿 而部幕之后所见的正好相反 上帝是史无前例的参与者 在自然世界里 人类就只能吸收30%的光图 在超自然的世界中 我们能看见的就更加有限 我们只能偶尔得见 那不可见的领域之异余 我们可以从圣经上 另外一个著名人物 但以理的遭遇中 以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相同的道理 比起约伯 先知但以理对上帝隐藏了的经历 算是很轻微的 但却也十分真实 但以理曾经花了21天的时间 专心祷告 每味酒肉都没入口 甚至没有拥有抹身 但上帝却没有回应 直到有一天 他看见一个眼目如火把 面貌如闪电的超自然体 出现在河边 同他在一起的人 虽没看见意象 却都战精地逃跑 但以理见了这一项 形容自己说 我便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气力 当他开始跟这人讲话时 几乎气都要断了 接着 这个来访者告诉但以理 他之所以来迟的原因 他从但以理开始祈祷的第一天 就已经应允了他的祈求 只是遇上波斯国的魔君 拦阻21天之久 幸好最后有天使长米加勒来相助 才得以挣脱敌人 我不想试图解释这段宇宙之战 只是想指出他与约伯故事的 一个相同点 那就是但以理和约伯一样 在善与恶的宇宙 两势力的征战当中 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虽然大部分征战的情形 是他们所看不到的 对但以理而言 祷告好像没什么用 上帝好像默不关心 真实幕后的情形恰恰相反 只因但以理有限的眼界 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事实的真相 就像一幅以宇宙为帷幕的大图景 有很多部分是我们永远看不见的 如果我们能在困境来临时 仅仅仅仅依靠上帝横切地祷告 会有我们梦想不到的效果 能如此就需要信心 相信不管感觉上上帝离我们有多远 我们永远不会被上帝所丢弃 结果当约伯在旋风中听见那声音时 他的信心终于实现了 上帝把大自然的景象揭露 包括太阳系 星座 狂风 百兽 都是约伯无法智慧的 倘若你对肉眼能见肉身居处的世界 都无法了解透彻 怎敢妄想了解 那看不见的世界呢 约伯终于领会到 那幅巨大的图景 遂在尘灰中懊悔 上帝好像一个人 在隐匿时 轻易轻喉咙 遂泄露了他的行迹 埃克哈特 二十九 约伯乐吉儿中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 并不像外人 我的心肠 在我里面消灭了 约伯纪十九章二十五节 至二十七节 经过一场痛苦悲哀 与灵界的战争 到故事结尾时 约伯可谓幸福无比 不但得享四代儿孙之福 而且得的产业 还比先前更多 一万四千头羊 六千头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头母驴 还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圣经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 这种完美的结束 让许多读者看了 很不适滋味 诺贝尔奖得主威瑟 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他而言 约伯是个英雄 居然能对上帝之不公 加以挑战 并且得胜 不过约伯不应该屈从 那么容易 就放过上帝 毕竟没有任何新资的产业 可以补偿约伯所受的苦 何况那十个死去的儿女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 再生多少儿女 也都不能抹去死去的儿女 所带给约伯的忧伤 不过我们还是让约伯自己说说 以下就是上帝在旋风中 对约伯显现之后 约伯所说的一段话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是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显然 我所谓上帝 没有正面回答的显现 却能完完全全 令约伯心服口服 有些人以用约伯的结局 当作对上帝失望这个问题 最好的答案 他们说 你们看 上帝果然会把他的百姓 从历境中解救出来 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的信靠上帝 他也会恢复我们健康的身体 赏赐我们财富 就像他赐给约伯的一样 然而 这些人在读约伯纪时 看漏了一段很重要的细节 约伯是在上帝 重新赏赐他福分之前 讲出上面这段忏悔的话的 他还是坐在炉灰中 还是满身是疮 痛苦不堪 但却在这种环境下 学会赞美上帝 唯一改变的是 上帝让他窥见大图景中的 一点真实原貌 其实上帝显现时说什么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 他的出现这个事实 解答了约伯心中最大的疑问 在看不见的世界里 有人在吗 既然约伯看见了 看不见的世界 所以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 而从上帝的观点来看 约伯的感受 比起宇宙间关键性的问题 实在没多大意义 约伯不肯背弃上帝 上帝赌赢撒旦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痛苦 小事一桩 药儿女 骆驼牛羊 没问题 我当然希望你能快乐幸福 家道丰富 但是你约伯必须了解 有一些事是比快乐幸福更重要 更不可或缺 两个世界 我朋友理查德虽然认为 约伯记是圣经中最诚实的一本书 但是对他的结论还是颇有微词 约伯得到上帝的显现 我很为他高兴 这也是我几年来 一直在求上帝的事 不过上帝没来访问我 约伯的故事对我的挣扎 也没多大帮助 我相信理查德的说法 指出了信心很重要的分界线 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的确跟约伯遇见上帝之前比较像 我们也是活在各种迹象 都显示 这世界根本不像有位 全能又慈爱的上帝存在的世界中 因此我们要维持信心 还得费很大的劲 理查德要求上帝向他显现 结果把信心全部输掉 宝石说 我不觉得上帝有责任 按理查德要求的方法 来证明他自己 在旧约和耶稣的身上 已有足够证据 我们还能要求什么 我是很小心才说这些话的 我常以为 那些坚持祈求神迹的人 其实不是满有信心 而是缺乏信心 这种祷告常在跟上帝讲条件 难道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信仰 是在于他能否在看得见的世界里 再一次显明他自己 如果我们坚持要看得见的证据 那我们注定要失望 真信心不是企图玩弄上帝 来实现我们的旨意 而是我们站对位置 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当我查考圣经中的信心伟人时 我发现很少人有像约伯那种 戏剧化的遇见上帝的经历 而多半是在上帝似乎隐藏的时候 仍然持守信心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论集 信心伟人时就说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我们人类常直觉地认为 看得见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看不见的世界就不真实 而圣经的看法却恰巧相反 看不见的世界 透过信心 会越来越成形为真实的世界 而且指引我们 如何在看得见的世界中生活 耶稣就说 我们当为看不见的上帝 天国而活 而不是为人而活 保罗在写信给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时也说 他在遇到艰难时 并不丧胆 身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这只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潜尝未来 保罗忍受试炼 死时成为殉道者 但始终等候从天上来的奖赏 约伯忍受试炼并在有生之年 得到很丰盛的赏赐 由此看来 我们对上帝该有什么期盼 也许 我们在看约伯的结局时 最好的心态 不是以为会得赏赐是一种蓝图 必定要发生在我们今日的生命中 而是代表将来要来临的 一切的一个兆头而已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记号 能让人感到甜美 满足 让人视尝一点 未来会是个什么滋味 从某方面来看 威瑟说得没错 约伯晚年所想的福乐 一点也无法弥补之前的损失 何况 再怎么丰足 快乐 约伯最后还是死了 有给遗族悲伤与痛苦 这无法逃脱的况 我们最糟糕的错误认识便是 以为上帝只要对这个悲苦 不公的世界 稍稍动手修正一下 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有些人把信心全然下注于求神记上 以为只要看到神记 对上帝的失望就消失无踪了 如果我把本书内容 改为病德医治的个案专辑 而不是谈理查德 梅格或约伯的故事 那还是解决不了 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这世界还有许多不对劲的事 比如每个人都会死 无论信不信上帝 死亡率都相同 神记不能解决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神记只是指向未来的一些预兆 它是开胃菜 让人向往更丰富 更长远的到来 月博晚年的快乐满足 只是一种样品 预告他死后能真正享有的情景 月博记结束时的好消息 以及福音书最后复活的好消息 都是启示录中所描述未来世界的预告 我们岂敢露看上帝心目中的这个境界呢 月博记第42章的应许 预言上帝终究要把今世一切错误的事物 给纠正过来 比如月博子女的死亡 以及我朋友梅格的儿女残障至死 在今生没能得到医治或复活 这种痛苦 忧伤是没有言语可以安慰而平息的 但是在末后的日子 这些痛苦忧伤都要消失无踪 梅格的女儿会再回到他身边 他的儿子也会变得健全 我相信现在他们很可能 在新的世界中欢喜歌舞 快乐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圣经以上帝的名誉担保 他要以他的能力摧毁恶者 并将天地更新 回复起初的完美 若忘记这最终极的应许 人难免有时会觉 上帝不够全能 不够全爱 今日 先知有关和平 公义的预言 意想尚未全然实现 刀剑尚未荣为离头 死亡携着心崛起的爱滋绝症和环境之癌 仍丑陋地侵吞着人类 令人束手无策 邪恶猖狂 正道不张 但圣经呼召我们 看穿历史的阴影 而远眺永恒 在那里 上帝要以真理与光明 充满并管理世界 任何讨论对上帝失望的问题 都离不开提到 天堂这个最后法门 因为在天堂里 人类会首次面对面看见上帝 因此 一切有关隐藏的难题就解决了 而约伯在痛苦中 能用信息宣告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 并且亲眼看见他 这个预言不仅要为约伯实现 也要为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兑现 想家 很多人不太能想象 这种对未来的描述 就如威廉姆斯所说 我们在地上的体验 使我们很难理解一种 在某处无法捕捉的美善 与其投身于那种 叫人难以捉摸的未来 不如放眼于现实中的失望 梦想的破碎 对于难民或农夫 天堂代表一个新国度的梦 安居之地 但求合家团聚 衣食无虑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也会有这些渴望 这世界也许充满环境污染 战争 犯罪 贪婪 然而心中存留不去的一点点疑风 仍在提醒着我们 世界应该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应该不只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从环保运动 看见这种渴望 领袖们渴望恢复世界原本的精心 和平运动者则梦想着 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医疗组织则努力把破碎的爱王 有一只桥在弥补 缝合 我们在世上遇见的所有美丽与欢笑 都是代表着那朵 我们还未欣赏过的花 它所绽放的香味 那首我们还未聆听过的乐曲 它婉转地回音 那个我们还未拜访过的国度 它的美妙传闻 先知声称 这种感受不是虚幻的梦境 而是未来的一些先生 上帝并没有对这个未来细致地描写出来 而要我们相信 它是值得依靠的 当我们在新天新地时 就将永远拥有 那梦寐以求的一切 现在周遭虽然还有这么多险恶充斥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也要出现 总是在某处 一种难以捕捉的美善 天和地就要再次按着上帝的心意 为它效力 幸福无疆 偏临大地 托尔金这位奇幻文学作家 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字 Eucatastrophe 大灾难的戏剧终局 在魔界中 它充分地展示了这一幕 悲剧毕竟不会来临了 这世界怎么了 大黑影已经离开了 甘道夫说 他笑了起来 声音好像音乐 又像甘林滴入军烈的地图 当他听见自己的笑声时 猛然才意识到 不知有多久没听到过 这样欢乐的声音了 传入耳膜 好像往日经历过的喜悦 一一回现 泪水静蹦出眼眶来 接着就如春风所带来的一场喜语 又像更趋明亮的日照 他的泪水止住 笑声也满盈 他从床上弹身而起 这是怎么样的感觉 他教导道 难形容脸 好像 好像 他的双臂在空中飞舞 好像严冬之后的小春 叶片上的日照 又像喇叭 竖琴的演奏 那些我所听过的美妙乐音 对于那些长期受疼痛折磨 或出身破碎家庭 或经济困恶 或吕受惊吓的人来说 天堂是一种全然快乐 平安 没有病痛的时日 要临到你我的应许 天堂的日子 远比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更恒久 圣经从来没有低估失望感的痛苦 但总加上一句 都是暂时性的 我们现在的感受不会存到永远 我们的失望本身是一种记号 一种疼痛 渴望那更好的来到 而信心就像一个人想家的心境 去一个从未到过 但却无时不再可想要去的家 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 必定是抵达我们发自的起点 而且体验才要开始 艾略特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至四节 三十两项赌注 两则比喻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片乐图 可让人在低语的橄榄树林间 与所爱的人或喜欢的事物 悠游自在地徜徉于律音下呢 还是所有的人 终其一生 颠沛的 游离的 受折磨的 失恋不得志的 都要以呐喊 痴昧 死寂或痛苦 来画下句点呢 福特好士兵 意大利作家安伯托 艾科十三岁时 有一天陪他父亲去看足球赛 由于艾科并不怎么喜欢球赛 所以虽然 身坐在球场中看比赛 心却在想 看着这些无聊的人 在场中晃来晃去 我感觉真像正午的阳光 所照射下的事物 一片漆冷 场中所进行的 完全是无意义的表演 这让我第一次怀疑 上帝是否存在 世界不过是个 无意义的虚构故事 在球场中 从高处往下看 艾科能站在有力的位置上 拥有像上帝一般的眼光来 观看世人 但是对他而言 人类竞赛中疯狂的追逐 就像一群成年人 在草地上疯狂地 追逐一只皮球一样 毫无意义可言 所以他想 在上头 一定没有上帝 在看着这地球上 所发生的一切 即使有 上帝对地球 也会像他自己 无心地看着球赛一般 漠不关心 艾科在球场中的情景 引发出一个 信心很基本的问题 上帝在观看吗 我们的人生 是否只在无意义的混乱中 奔波不已 我们的表演 有上帝关心在意吗 月博 有上帝给他显现 找到了他的答案 而我们呢 这个问题是 我跟理查德 首次谈话中提到的问题 也是促使我写 这本书的问题 而五年之后 我发现 跟理查德 再次常谈时 还是离不开 这个问题 当我第一次 见到理查德时 他像是个 被上帝离弃 分居初期的 落魄情人一样 眼神中 充满了愤怒怨恨 五年后 我在见到他时 虽然看得出来 时间已经让他 平息许多 但是情绪 还是偶尔被触动 而发泄出来 不过 稍待怀旧之情 他无法把上帝 完全撇在脑后不管 但是上帝的寂静无声 甚至完全消失的情况 又让他感受到 错觉般的痛苦 尽管我不提信心的事 他也会觉得受伤 委屈 菲利 我实在不懂 有一次 他带着困惑的口气问我 我们都读同样一类的书 也有许多同样的看法 你似乎很了解 我的疑问和失望感 但是你却到头来能相信 而我就是不能 这到底不同在哪里 你是从哪里得到你的信心 我的脑子 赚了许多可能的答案 我可以说一些 证明有上帝的有力证据 创造的伟大 耶稣的故事 复活的证明 其他基督徒的榜样等等 但是理查德跟我一样 都知道这些答案 但还是不信 何况我也不是从这些答案中 得到我的信心的 我是在一个二月晚上 在学校宿舍的房间里 得到了信心 于是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理查德 信心的夜晚 我已经说过 在圣经学院里 我怎么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 我学着模仿别人属灵的行为来度过 至少为了得好成绩 学校还有好些讨厌的 服饰要参加 像是在街头步道 监狱工作 或是去养老院探访等等 于是我就签名参加了大学工作 每个星期六晚上 我去南卡罗来纳大学的 学生中心看电影 当然 我本来应该要向人做见证的 而且隔周还要提出 个人步道的记录报告 我一定讲得像真的一样 所以从来没有人 怀疑过我所编的故事 我还要每周 跟其他四位做学生工作的同工 一起有祷告会 每次祷告会 一定是球先开口 然后克瑞 然后颗粒 然后另一个球 然后他们四人很礼貌地等 差不多十秒钟 因为我从来不祷告 所以一阵短短的安静后 就睁开眼睛 各自回自己房间去 但是在那个二月的晚上 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 连我也在内 我居然祷告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也不是预先准备这么做 但是那天晚上 当球 克瑞 颗粒 球都轮流祷告完之后 我发现自己却紧跟着他们 开口祷告说 上帝啊 我可以感觉到 房间的气氛忽然紧张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 本来应该关心这些上万的学生 是否会下地狱 但是你知道 即使他们都下地狱 我也不在乎 甚至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要下地狱去 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是圣经学院的学生 你就会晓得 这些话在房中其他人的耳中 有多严重 简直根行法术 现人头一样 不可思议 但称奇的是 没有人阻止我 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下去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上去了 我说我们本来应该像这位撒玛利亚人 关心那个被打伤的犹太人一般的 来关心这些大学的学生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爱心 我对他们毫无感觉 但是祷告到一半 正当我在描述我怎么缺乏怜悯心的时候 突然我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有了个新的看见 我似乎看到当时那一幕情景 一个古代的撒玛利亚人 穿着长袍 又戴着头巾 弯腰拉起一个又肮脏 又满身是血 躺在沟里的人 但是一瞬间 这两个形象变了个模样 那个撒玛利亚人变成耶稣的样子 而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 变成了我的模样 差时间 我看见耶稣弯下腰 用湿布洗净我的伤口 擦干我所流出的血 而我这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无辜人 竟然张开眼睛 朝耶稣的脸上 吐了满面口水 我这个素来不相信异想 不相信圣经的比喻 甚至不相信耶稣的人 居然被这影像给棱住了 突然间 我停住了祷告 匆忙地走出了房间 我回到自己房里 整夜想着当晚所发生的事 那不像是个异想 而是个改变模式出现的预言故事 我没有办法把他忘记 这是什么意思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被搞糊涂了 不过我知道我那幅漫不经心 自大狂妄的态度 彻彻底底地被震撼了 我原以为我那种不可知论者的论调 是个安全的法宝 没想到再也不管用 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见识 在我原以为最有把握 以怀疑主义 鄙视一切的面罩之下 我居然是那个最有需要的人 那天晚上 我写了封短信 给我未婚妻说 我需要等几天再告诉你 但是 我可以说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 第一次最真实的宗教经历 两项赌注 我跟理查德讲完了这桩事 他也听得很有兴趣 我说从那件事之后 我整个人变了 之前 如果有人建议 花我一生的时间 写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 我会以为他疯了 而从那天起 我缓慢但扎实地走上天路之旅 重新认识我以往 认定是无稽之谈的信仰 我得到了信心的眼睛 得以向看不见的世界 开展我的信心 理查德很客气 但还是不服我说的 他对所发生的事 另有一番解释 他以为我好几年都在福音的影响下长大 长期的压抑 会在我心里带来认知上的不协调 而且我又那么久没祷告 第一次祷告 当然会很稀奇 会把一切压抑的情绪倾泻出来 然后就找到 向好撒玛利亚人的这类预言故事 作为管道 当作是一种从上头来的启示 理查德一边说 我一边以微笑作答 因为我从他的话中认出我自己来 我以前也用过相同的话来解释别人的见证 然而那晚之后 我的观点就全改变了 理查德和我事实上是用两种方法来看同一种现象 他是在观察光线本身 而我是在沿着光线看 他有他的证据 而我也有我的 这个证据就是我对生命看法的根本改变 我所说的 只有对那些同样经过改变的人才具有意义 我跟理查德的交谈 终究还是回到他最起初所抗议的焦点 信心的奥秘 我真希望能把信心解释得一清二楚 让他明白 但是我发现无能为力 我在他身上感受到我以前所感受到的 那种不得安息的疏离感 但已渐渐被上帝医治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把信心移植给理查德 理查德必须亲身为他自己运用信心才可 在跟理查德的谈话中 我领悟宇宙中散发着两项赌注 一个是从神眼光来看的赌注 就像我们所探讨过约伯的故事中 上帝拿一个人的前途冒险做实验 看看人会有什么反应 我相信没有人能全然了解这项赌注 只是耶稣说 在末世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人次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另一个则是从人的眼光来下的赌注 也就是人该选择相信上帝 还是反对上帝 约伯在衡量轻重之下 虽然大半的证据并未证明 上帝是信实可靠 但是他决定冲破一切难关 即使撞得头破血流 还是要相信上帝 我们每个人也同样要做这种选择 我们或者选择上帝存在 而根据这种事实而活 或者选择上帝不存在 而后根据这种事实而生活 就像艾科高高坐在球场中观看球赛一样 我们常要问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有人在看吗 而问题的答案不折不扣的在于 你是不是有信心 一人必因信而生 也唯有因信才得生 两则比喻 我想用两则故事来结束这本书 这两则故事都是真的 是代表信或不信的两个比喻 第一则故事是从布耶赫·纳纳讲章中摘录下来 这是一个发生在20世纪的很奇特的故事 可怕到几乎不知从何说起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 有一天十分沮丧生气 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一支枪 朝着他父亲开了一枪 他父亲并没有立刻死去 但也没有经过太久就断气了 警察后来问这男孩为什么这样做时 他说因为受不了父亲对他要求太多 而且老是跟着他 真叫他恨透了 后来他被安置在一个看守所里 有一个晚上 一位警察在走廊上巡逻 忽然听见这个男孩的房间里 发出一些声音 他就停下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是 这个男孩在暗处很伤心地哭着说 我要我爸爸 我要我爸爸 布耶赫·纳说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写照 现代人就像那被关在看守所的男孩一样 我们把父亲杀了 很少有思想家 作家 制片者 或制作人 把上帝当一回事 我们认为 上帝已经落伍 该被淘汰了 现代的社会接受赌注 决定反抗上帝到底 因为有太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上帝太常让我们失望了 活在这种什么都无定的情况中 本来就够难了 但是依然会有各种哭泣声 失落的呼喊声 频频在文学 电影 现代艺术中表达出来 对上帝失望的替代品 是对无神的失望 罗素就说 自我的中心 永远是一种可怕的痛苦 一种奇怪野生的痛苦 在拼命找寻着 世界根本没有的东西 我在我朋友理查德的眼中 直到现在 还可以看出 这种失落感 他虽然拼命说不相信上帝 但又不时地提起他 而且还大声抗议 如果没有上帝来违背人 人哪来这种 被违背 被离弃的感觉 布耶和纳的故事 是个失去父亲的故事 而第二个故事 则是有关找回父亲的故事 这也是个真实故事 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度假时 我却看住在700里外的母亲 就像其他母子相聚一样 我们在一起 回忆起往事种种 于是柜处里 装满旧照片的箱子 就被搬了出来 其中有一堆 是从小到大一 顺序排出的一系列照片 有半西部牛仔 印第安人 小学一年级游艺会的表演 小时候的各种宠物 还有说不清 多少次的钢琪演奏会 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 一张张毕业照 在这些照片里 我找到一张婴儿照 后面写着我的名字 照片本身看起来 没什么特别 我看起来 就像个平常的小婴孩 胖胖的脸颊 半秃的脑袋 眼睛还看不怎么准 但照片却皱皱的 好像被小狗小猫给玩过似的 于是我问我母亲 有那么多保存完好的照片 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一张留下来 首先你得先了解一下我家的情形 我十个月大时 我父亲染上了脊柱腰椎神经麻痹症 而且在三个月之后 就是我过完一岁生日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他在24岁就全身瘫痪 而且肌肉无力到一个地步 他必须被架上一个钢质的圆柱体 来帮助他呼吸 很少人到医院来看他 在1950年代 人们对于麻痹症 就像现在的人 对于艾滋病一样 进而忍之 唯一中心来看他的 就是我母亲 而且 他还必须找一个特殊的角度做 让我父亲能透过悬挂在 这个铁肺旁边的镜子 来看到他 我母亲告诉我 他之所以把这张照片留下来 是要把他当纪念品 因为在父亲生病的时候 很想看他的家人 太太和他两个儿子的照片 但是这个铁肺又拴得很紧 所以只好把照片 从握柄的夹缝中穿进去 才能让他看得见 所以照片就被压得皱皱的 我父亲住了院之后 我就几乎没再看过他 因为麻痹症病房 不准小孩子进去 何况我当时那么小 即使能进去看他 我也记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 当我母亲跟我讲完这段往事 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 很强烈的反应 我很难想象 居然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 会那么爱我关心我 在我父亲最后几个月的生命里 他花了大部分醒着的时刻 在看着他一家三口人的照片 大概除此以外 他也看不到其他什么东西 他当时怎么打发时间 他是不是在为我们祷告 当然是 他爱我们吗 那更不用说 但是对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而言 他能怎么表达他的爱 特别是连他自己的孩子 都不能进病房去看他 我经常想到 那张皱皱的旧照片 因为那是少数 可以把我跟我父亲 这个陌生人连接起来的 几个环节之一 这个陌生人在比我现在年轻十岁时就死了 我对他不但没有记忆 也从没碰过他 但是他却曾每天想着我 尽他所能地在爱着我 也许说不定他正在另一个世界里 还一样这么看着我 爱着我里 也许有一天 我会有时间 很多时间来恢复这个 一开始就被狠狠中断的亲子关系 我会提这个故事 是因为当我母亲告诉我 有关那张旧照片的由来时 我所感受的 和那个二月晚上 我在宿舍房里 首次相信上帝 时爱的感受几乎完全相同 我深深地领悟到 的确有上帝存在 他不但看着生命在这星球上 不断地运转进行 而且他爱我 这种震撼的感动 是如此新鲜 无以抗拒到一个地步 值得我甘心完全尾声 而在所不惜